在神的家中 作者 尼托生 13.赞美 1.赞美的价值 今天我要提起赞美的问题 赞美乃是神的儿女最高的工作 或者说赞美乃是圣徒最高的表示 属灵生命最高的表示 就是人在神面前赞美神 神的宝座乃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点 但神的宝座乃是建造在他儿女的赞美上面 神的名字 神的自己 乃是因着赞美的缘故被高举 没有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 能够有更高的表示过于赞美 圣经里给我们看见 献祭是非常紧要的 但在真言21章27节给我们看见 有的献祭在主的眼中乃是可憎恶的 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见说 有可憎恶的赞美 献祭有可憎恶的献祭 但是赞美没有可憎恶的赞美 祷告在圣经里也是非常紧要的 但在真言28章9节也告诉我们说 有的祷告乃是可憎恶的 可是在圣经里 我们没有看见有可憎恶的赞美 这是稀奇的事 大卫作师说 我一天要三次祷告你 可是大卫又作师说 我一天要七次赞美你 好像大卫被圣灵感动 承认赞美是何等要紧的事 祷告不过三次 可是赞美却有七次 有一件事 我想你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 就是所有一切 关于敬拜神和会墓的事 所有一切关于献祭和祭祀 在除埃及记里记得非常仔细 特别是山上的样式不许人有所加增 也不许人有所减少 我想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摩西在旷野里建造会墓的时候 不敢加上一点意思 因为完全是神圣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上一个手指头做任何的事 所有的事都是神的命令 但是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 大卫和所罗门竟然把祭祀的职份更改了 或者说在祭祀职份里加了东西进去 大卫和所罗门设立了许多人在那里赞美神 而同时我们看见这是被神悦纳的 而不是被神弃绝的 许多人也许不觉得稀奇 你们是读圣经的人 你们知道人在神面前是何等不应该随便做什么事 在旧约你们看见线上烦火的人被焚烧 在大卫身上你们也看见用牛车拉约柜 结果乌撒被杀死 大卫应该知道在神的事情上 在世奉上是不可别出心裁的 但是我们看见他设立赞美的人 在圣殿里在会幕面前赞美神 可是你在这里没有看见是烦火 没有看见神的火出来烧他们 也没有人被灭像乌撒一样 你看见赞美是神所悦纳的 人把赞美摆在世奉神的事情里去 你看见是神所悦纳的事 而不是神所弃绝的事 请你们记得 祷告有可憎的祷告 奉献也有可憎的奉献 但是赞美没有可憎的赞美 耶和华的宝座 是建造在我们的赞美上 赞美是神所喜悦的事 二 赞美的诗篇 有一件事 在圣经里是非常注意的 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赞美 从出埃及起 你一直看见赞美 全本的诗篇 就是充满了赞美的话 从第一次 出埃及记十五章 十一节摩西做诗歌起 一直就是满了赞美 他说 神是在圣洁里荣耀 在可怕里赞美 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翻作 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在希伯来文里是非常清楚 神是在圣洁里荣耀的神 神也是在可谓里赞美的神 祂是在可敬畏里 叫人可赞美的 你看见祂的可敬畏 是看见祂的圣洁 不过 我们的神是可赞美的 祂是可敬畏的 但又是可赞美的 从那一个时候起 你就看见说 全部旧约理 一路就充满了神的赞美 神悦纳祂儿女的赞美 许多人不领会 为什么有一本诗篇摆在那里 好像在那么多的赞美里 神还觉得不够 所以圣灵感动了这些做事的人 或者是大卫 或者是摩西 或者是亚萨 神教他们这些人 在他面前有赞美 而诗篇不但是赞美的篇 并且是受苦的篇 你看见许多人 被神带进到阴暗里 红桃波浪漫过我身 被人弃绝 被人毁谤 被仇敌逼迫 而在这些人身上 神得着了赞美 赞美的话 不是从顺利的人口中出来的 赞美乃是从受管教 受管制的人身上 所得着的 人在神面前 感觉最受伤的 乃是在诗篇 所有读圣经的人 都知道 诗篇在旧约里 是感觉最受伤的 可是 请你们记得 也就是在诗篇里 你看见说 赞美的声音最大 也是最高 在这里 有神自己的子民 因着经过许多的苦难 许多的逼迫 许多的毁谤 就在这一个时候 神在他们身上 造出赞美来 叫他们在这种环境里 学习在神面前 做赞美神的人 所以 不是说觉得喜乐的人 才是赞美声音最高的人 赞美声音最高的人 常是那些 在神面前 经过最困难的人 而就是这一种的赞美 在神面前 能够蒙神的悦纳 蒙神的祝福 所有的人的学习 都是在这里 神不是光要人 站在高山上 能够面向着迦南 看见应许之地的时候 在那里 有赞美的声音 神乃是愿意人 在死因幽谷里的时候 也能写诗篇 也能有赞美 这是真实的赞美 现在有了一个断定 给我们知道 真实赞美的性质 到底是如何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诗篇乃是旧约里 唯一讲赞美的一本书 如果有一本书 你要称它做赞美 你就只能说是诗篇 并且有许多人的赞美 乃是找诗篇来赞美的 诗篇有许多首 都是可以歌唱的 在旧约的时候 人都是歌唱诗篇 可是要注意 神特意在旧约里 给我们看见 发出赞美的人 神都带他们 经过最困难的境地 叫他们的感觉 都最受伤 叫他们在地上的情形 都不顺利 而叫他们 献上赞美的话 三 赞美的性质 这就是给我们看见 赞美在神面前的 那一个性质 是如何的 赞美的性质 就变做一个计 一个牺牲 苦难如果是一件 偶然的事 你就不觉得 赞美的性质 到底是如何 如果是一件 偶然的事 就不是性质的 但它不是偶然的 所以它是性质的 换一句话说 赞美的性质 乃是从苦难中出来的 从黑暗里出来的 为着这个缘故 所以西伯来书十三章 就给我们看见 到底赞美是什么 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做祭 祭就是牺牲 祭和牺牲是同样的字 祭或者说牺牲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死亡 有损失 献祭的人 要有损失 这一个祭 这一个牺牲 要拿来献上 这是一个损失 本来这一只牛 这一只羊 是你的 可以变作你的财物 财产 今天你拿去献祭 你就牺牲了一只牛 牺牲了一只羊 谁要人献上赞美的时候 是一个祭献上去 换一句话说 他要割你 他要伤你 他要磨你 神要把你割得深 而叫你到神面前去 献上赞美 神欢喜人赞美 神的宝座 是设立在赞美上 可是 神怎样得着这些赞美呢 乃是盼望他的儿女 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都带着赞美的计 所以 初信的弟兄 要在神面前 学习做一个赞美的人 前些日子曾讲过 应当在神面前有祷告 今天 他们在神面前 应当学习有赞美 大卫在神面前蒙神恩典 一天七次赞美神 初信的弟兄们 最少赞美神 不少于七次 他们在刚出来 做基督徒的时候 就得看见 赞美是何等应该 你们不要怕这个功课 而不给弟兄姊妹做 总得要他们一天到晚 在那里不断地赞美神 每天至少 要有七次的赞美 若是没有七次 就得补上 当他们一天一天 这样过去的时候 你就看见他们会说 主 我赞美你 我才信主的时候 每到晚上 若是记起 今天只赞美了一次 还缺少六次 就爬起来 好好地赞美六次 有的时候 睡到半夜 想起来了 今天没有赞美七次 就爬起来 好好补足了 再睡 我相信 如果出信的弟兄 能够一天过一天 有赞美 这是很好的学习 很好的功课 这也是很好的 鼠灵运动 让他们学习 清早起来的时候 赞美神 在遇见事情的时候 赞美神 在会中赞美神 在个人的时候 赞美神 总要一天 最少七次赞美 大卫这样做 我们最少不应该 比大卫少 他一天有七次赞美 我们至少 也要一天 有七次的赞美 四 赞美的记是什么 就在这里 这个赞美的记 就来了 你们在主面前 学习赞美的时候 有一天 你要看见说 赞美不来 有一天 你看见说 前天我能赞美神七次 昨天我能赞美神七次 前一个 礼拜我能赞美神七次 前一个月 我能赞美神七次 今天我不能 今天是黑暗的一天 今天是一点光都没有的一天 今天是遭遇非常不好的一天 今天是受了许多冤枉 许多毁谤的一天 你觉得说 替自己流泪都不够 哪里还能赞美神 你如果不学习天天赞美神 你难得有赞美的牺牲 赞美的记 像西伯来书十三章所说的 如果前天不赞美 昨天不赞美 就今天不赞美 也不稀奇 如果天天有赞美 一个月之中 每天都有赞美 到了今天 因着你的遭遇 你的痛苦 你的环境 你赞美不出来 你觉得更自然地表示 是埋怨 不是赞美 更自然地表示 是在神面前不平 而不是感谢 你觉得 主把你带到这一个地步来 是困难的 是痛苦的 你不觉得要赞美 你也没有意思来赞美 你觉得赞美在这一种环境里 在这一种心境里 乃是完全不相配 乃是完全不相合的 但是 就在这里 你们要记得说 耶和华的宝座 没有改变 我的主的名字 没有改变 我的主的荣耀 没有改变 我应该赞美他 当你看见你该赞美 是因为 神是该得赞美的 当你看见你该称颂 是因为 神是该得着称颂的 你在那里看见说 我虽然遇见苦难 但他还是照旧 该得着赞美 我虽然遇见困苦 但我还不能不赞美他 就是那个时候 是你起手赞美的时候 你的赞美 就变作赞美的计 那个时候 你的赞美 就好像是把你最肥的牛犊 牵出去宰了一样 就好像是把你亲爱的儿子 捆在祭坛上一样 你在那里说 主是该得着赞美 该得着称颂的 你是流着泪 在那里赞美 这就是赞美的计 当初信的弟兄 起手做基督徒的时候 总得学习天天赞美 他们得学这个功课 受这个教训 我愿意给他们一个律法 让他们一天最少七次赞美神 给他们看见 信徒应该天天赞美神七次 总不该比大为少 并且迟早你们要看见 这些弟兄 不只要献上赞美 也要献上赞美的计 一天过一天 他一直献上赞美 他不觉得 到有一天 他进入了黑暗 遭遇了苦难的时候 才看见说 我要开其口来赞美神 是何等困难的事 我要大声赞美神 是何等困难的事 也就是在这里 他若赞美神 大声的赞美神 在他里面就有了记出来 有了牺牲出来 里面的感觉 如果受了伤 没有神的感觉那样爬得高 现在为着自己要赞美 是不可能的 但是 为着神的缘故 我非给他不可 他是该得着赞美的 这就是一个记 在这里赞美就变作记 什么叫做记 既是受伤 既是死亡 既是损失 既是丢弃 既是牺牲 你在神面前受了伤 你在神面前死亡 你在神面前有损失 有牺牲 就在这里 你看见说 神的宝座继续地维持着 他的根基继续地维持着 我不能不赞美神 这个乃是非常要紧的事 神欢喜他的儿女 在各种事情上来赞美他 不被环境压住 不在住里面的赞美 能够在各种的情形里 来好好地赞美神 五 赞美是得胜的方法 所以 你们先要看见 赞美是一个记 接着还要看见赞美 乃是我们在神面前 征战得胜的方法 许多时候 撒旦攻击神的儿女 叫他们不能祷告 我想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攻击 许多弟兄姊妹 常对我说这种话 他们常常受攻击 不能好好祷告 我们读许多属灵的书 也常常看见人写着说 撒旦最怕的是 神的儿女祷告 什么时候 神的儿女跪下来祷告 也就在什么时候 撒旦逃跑 这句话 我们听见过许多次 这句话 我们也读过许多次 今天我愿意再说一句话 撒旦最攻击的 还不是祷告 撒旦最攻击的 乃是赞美 我不是说 撒旦不攻击祷告 做了基督徒 一祷告 撒旦就要来攻击 所以和人讲话是很容易的 一祷告就难 撒旦给你那个难处 叫你觉得 祷告没有那样容易 撒旦攻击祷告 撒旦也攻击 神儿女们的赞美 如果把赞美神的话都堵住 都停止 那是撒旦最盼望的 因此 他乐意用他所有的力量 来做这件事 祷告是征战 赞美乃是夸胜 什么时候 神的儿女在这里赞美 请你记得 就在那个时候 是撒旦逃跑的时候 祷告 在许多时候是征战 但赞美乃是得胜 祷告乃是属灵的征战 赞美乃是属灵的夸胜 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进入赞美 也就是那个时候 撒旦要逃 所以赞美是他所最恨的事 若是可能 他要尽他所有的力量 叫我们不能赞美 神的儿女愚昧的时候 就看自己的环境 看自己的感觉 停止了赞美 但神的儿女 如果越认识神 就越要看见说 在菲利比的监牢里 也是可唱诗的地方 保罗 希腊在里面歌颂神 唱诗乃是要将 所有监牢的门都打开 祷告 许多的时候 不容易开启监牢的门 但赞美 很容易把它开起来 在使徒行传里 有两次监牢的门开了 一次在彼得身上 一次在保罗身上 彼得的一次 是教会窃窃为他祷告 后来天使开了门 把他带出来 又一次是保罗和希腊 唱了歌 赞美了 我告诉你们 所有监牢的门都开了 锁都落下来了 禁足就在那一天信主了 全家都得救了 也都快乐了 在这里 有人在监牢里 献上赞美的祭 背上的伤痕还没有好 身上的痛还没有停止 声音都没有 力气也没有 并且加上了手铐脚铛 关在罗马的监牢里 最潮湿黑暗的地方 有什么可喜乐的呢 有什么可唱歌的呢 但是 在这里有人 他的灵是爬得高的 是超越过一切 看见说 神是坐在天上 没有改变 我可以改变 我的环境可以改变 我的感觉可以改变 我的身体可以受苦 但神乃是坐在宝座上的 他是 仍然可以得着我称颂的神 在这里 我们的弟兄 保罗和希拉 就唱了歌 我告诉你们说 这一个歌伤了他 这一种的赞美叫他痛 这一种的赞美叫他有代价 这一种的赞美叫他有损失 这一种的赞美是忌 这一种的赞美 也就是得胜 什么缘故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乃是在那个环境里 赞美的时候 你是爬到那个环境上面去 任何一个时候 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苦求的时候 请你们记得 我们还是在那一个事情里面 还没有出去 什么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苦求 越苦求 就越看见说 你被那一件事情捆住了 那一件事情 乃是在你前面 那一件事情 乃是在你身上 但是 你如果能被神带到 越过了监牢 越过了手铐脚铐 越过了身上的伤痛 越过了关在监牢里的不明欲 越过了那些痛苦羞耻 就在那一个时候 你就发出声音来 歌颂神的名 若不能祷告 就得要赞美 在英文圣经里 是说 Sing praise 不只是唱诗 是在神面前唱赞美的话 在这里有一个人 被神带到一个地步 监牢不成问题 羞辱不成问题 痛苦也不成问题 他在神面前 就能够赞美 当他这样赞美的时候 手铐就落掉 脚铐就落掉 锁都落掉 门也都打开 连禁足也就得救了 许多时候 祷告不成的时候 赞美成 这是基本的原则 你们如果不能祷告 为什么不赞美呢 主摆在我们手里 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我们能得胜 夸胜 就是什么时候 没有法子祷告 你的灵压得太重 苦到喘不过气来 觉得完全受伤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你试试赞美他 能祷告就祷告 不能祷告就赞美 许多时候 我们是想 担子中的时候 就祷告 祷告过去的时候 要赞美 但是 请你们记得 也有许多时候 担子中的时候 要祷告 担子中到 没有法子祷告的时候 就赞美 不是等到担子 没有的时候 才赞美 乃是在担子最重的时候 我们赞美 许多时候 遇见非常的是 苦难非常多 你整个人贪了 你不知怎么做才好 在这样的时候 我就要问你们一句话说 为什么不学习赞美 这是很好的机会 就在那一个时候 你如果赞美 神的灵就做工 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 所有的门都要开 锁都要落掉 唱歌的人才自由 受羞辱 一点自由都没有的人 能唱歌 所有的人 都在你下面 都被你越过了 人所做的一切事 你也都越过了 初心的弟兄们 从起头起 就得有这一种 赞美的计 这时计 不是普通的赞美 在这里痛 在这里难 这个时候的赞美 就变作是一个计 你把你自己 摆在得胜的地位上 初心的弟兄 要常常维持 这一个高超的灵 超越过攻击的灵 这一个乃是没有东西 没有世界 也没有环境 能够把你和你的神隔绝的 祷告 不一定都能叫我们 摸着宝座 但是赞美 无论什么时候 定规叫我们 摸着宝座 祷告不一定 叫我们每一次都得胜 但是赞美 从起头到末了 没有一次是失败的 弟兄们 神的儿女 应当开口赞美 不止在没有事情 没有感觉 没有受伤 没有难处的时候 特别在有难处 有受伤的时候 乃是我们特别要赞美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仰起头来说 主 赞美你 我告诉你们 眼睛可以掉眼泪 口还是可以赞美 心可以伤痛 口还是可以赞美 你可以像你所赞美的一样 爬得那样高 你可以像你所赞美的一样 往上面去 最愚昧的人 是埋怨的人 你越埋怨 就越埋在里面 人越不平 越不顺服 就越在里面气 你越给这些环境 这些困难把你压住 你就越透不过气来 许多人比较进步一点 他们遇到难处 就祷告 祷告 乃是在那里奋斗挣扎 努力地要从那里投出来 你不愿意被困埋 环境要把你埋 感觉要把你埋 你要借着祷告出来 许多时候 祷告能出来 但是 许多时候 祷告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叫你出来 只有赞美能叫你出来 你要献上赞美的计 把赞美当作计的 在那里献上 你就立刻超越过一切 什么也不能够买你 有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东西 在那里压住你 但你一赞美 就出来了 六 赞美与征战 在这里 我愿意和你们 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 我们看见了赞美世纪 我们也看见了 保罗和希腊的事 现在 我们在看历代之下 这是关于赞美的 最紧要的事 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四日清早 众人起来 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必立稳 信他的先知 就必横通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在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 当成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沙那来攻击犹太人的 亚门人 摩亚人 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得胜 乃靠赞美 在这里 你们看见 有一个征战 约沙法 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 是由大国 快到末了的时候 非常软弱 完全不行 摩亚人 亚门人 和希尔山人 起来攻打犹太人 犹太人完全失望 非被打败 非灭亡不可 约沙法是一个复兴的王 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然 在末了时候的由大王 不是那样完全 不过 他还是要神的人 他在那里 对犹太人说 我们应当相信神 所以 他们怎么做呢 不是打伐军兵过去打仗 不是把军队摆在前面去 他们乃是设立歌唱的人 在那里赞美耶和华 就叫这些歌颂赞美耶和华的人 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前面赞美耶和华说 当成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请你们注意 在下一节里的那一个例子 实在的非常宝贝 那里说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杀那来攻击犹太人的 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人 方 就是正在那个时候 正在众人唱歌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起来 击打亚门 摩押 和西尔山的人 我们在旧约里 看见一个大的功课 得胜不是靠着征战 得胜是靠着赞美 许多时候 要学习把仇敌赞美败 不止把他祷告败 乃是把他赞美败 你在神面前信心小的时候 就要多祷告 你在神面前信息一刚强 就能多赞美 许多人在那里看见 仇敌是那么凶 自己是那么软弱的时候 就想奋斗 想祷告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原则 胜利不是靠征战 神的儿女常常有一个试探 就是要征战 常常在那里觉得说 非征战就不能得胜 总是觉得说 那一个人要对付 那一件事情要对付 难处太大 亚门人要想什么法子对付他 西尔山的人要想什么法子对付他 我们所注意的是方法 是人 请你们记得 我们越在那里想方法 用思想越不容易得胜 你这样做 事实你和他都站在同样的地位上 都在战场上 你在这一边 他在那一边都是同等的地位 那一边有军队 这一边也有军队在那里打仗 这是不容易得胜的 但在这里不同 那一边有军队 这一边有唱诗 这不是打仗 这些人不是打仗的人 不是军兵 这些人如果不是相信神的人 就是疯的人 这些人如果不是疯的人 就是信徒 感谢神 我们不是疯的人 我们是相信神的人 初信的弟兄 对于这一个功课 能够从一信主起就学 你们不要以为 要经过多少年 才能学赞美的功课 赞美的功课 从一起投就可以学 初信的弟兄 每一次遇见困难的事 要求神怜悯 禁止你的手作 打仗的预备 叫你心里不想用方法 叫你里面不出计谋 叫你不在外面用手段 多少的征战 都能够借着赞美胜过去 但因为缺少赞美 所没有胜过 赞美神的人 都有圣洁的独立 你如果相信神 就是在困难里 也能够说 我赞美你的名 他们比我高 但是你比他们高 他们比我强 但是你比他们强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赞美神 每一个赞美神的人 都有他圣洁的独立 祷告的独立 不是圣洁的 乃是肉体的 但是赞美的人 有圣洁的独立 一点不要倚靠希望 盼望 是超越过一切 什么都无所谓 你能够在那里 借着赞美 一直到得胜 这是原则的话 是事实的话 方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击杀他们 我如果不错的话 我要说 没有一件事 能够动主的手 像赞美一样 你要教主的手动 祷告不是最快的 赞美是最快的 许多时候 需要祷告 你们千万不要弄错了 以为我们不要祷告 我们是需要祷告 对于初信的弟兄 我们还是鼓励他们 天天好好的祷告 但是许多事情 是需要赞美来胜过的 许多时候 我承认我也有一点经历 我相信 在我所认识的神的儿女中 有好些人 都有这一个经历 有许多人 都是很厉害的受试炼 都是常常受试炼的 我告诉你们说 当试炼厉害 征战凶猛的时候 像约沙法这个时候 好像没有路 完了 那一边的强 和这一边的弱 是不成比例的 一个人好像是被台风卷了似的 你在那里觉得困难 问题是那么大 不是你所能胜过的 那个时候 你的思想很容易注意你的困难 你的眼睛 特别要看你自己的难处 人越受试炼 就越注意他们余生的 有多少寡妇 她瓶里的一点油 手里的一把面 比在仓库里的更要紧 人越受试炼 就越想 它是何等的困难 虽然困难是大到一个地步 没有法子办的 可是人 一直在那里注意他那一个小的 注意他所剩下的是什么 请你们记得 这个时候 是最大的试炼 看自己的时候 看环境的时候 是最大的试炼 人越受试炼 越看自己 越受试炼 越看环境 但是 认识神的人 越受试炼 就越仰望主 越受试炼 就越学习赞美 所以 我们的眼睛 要学习不看自己 我们的眼睛 要学习看主 就在这里仰起头 来对主说 主 你是超越过一切的 我赞美你 我告诉你们说 大声的赞美 从心里出来的赞美 感觉受了伤 而流出来的赞美 是赞美的记 是神所顾念 所悦纳的 没有一个赞美的记 在神面前 是可憎恶的 赞美的记 像祷告一样 就在这里 一下子 往神面前去的时候 你看 见仇 敌给你赞美败了 你感谢 他就失败 七 赞美的基本内容 诗篇106篇 有一句话 非常宝贝 这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的情形 那时 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他们信 他们就唱歌 他们信 他们就赞美 赞美有一个 基本的内容 就是信 你不能空口地赞美 你不能随便地说 我感谢主 我赞美主 这不够赞美 有一个内容 你能够信 你就能够赞美 你有困难 你在那里祷告 你忧伤 你在那里祷告 祷告到一个时候 到一个地步 你心里能够信 我告诉你说 你马上就开口赞美 这是活的路 不是随便说的 每一个人 有事情的时候 总是在那里求主 什么时候 你里面有一点的信 你里面相信神 能够相信神的能力 相信神的伟大 相信神的慈爱 相信神的荣耀 相信神要彰显 他的荣耀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起手要赞美 请你记得 人在他里面有了信 如果不赞美 迟早那个戏要失去 这是我们凭这经历 我正重地说 你里面有信心 你就必须赞美 你若不赞美 过一会 你的信心就丢掉了 刚才你能够信 现在你找不到那个信了 所以 初心的弟兄们要知道 有的时候需要告 祷告到够了的时候 你里面信了 有把握知道 主听我的祷告了 你就得起手赞美主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 不要等到事情行了 才赞美 试信的时候 就要赞美 不是等到仇敌走了 才唱歌 是我唱歌叫他走 不是磨压人 亚门人退了 我们把唱诗的人请来 开感恩会 我们是先开感恩会 然后赶走磨压人 不是所有的仇敌都走了 所以我们赞美他 我们要学习先赞美 你赞美他 你就看见仇敌完全败走 所以这节圣经是告诉我们 需要信 要信 才能有赞美 要先相信 先赞美 然后才有得胜 人的思想 是在乎奋斗 争战 这乃是因为 人在注意仇敌 人的思想 在乎信 在乎赞美 这乃是因为 他注意神 人在那里 不能忘记奋斗 争战乃是因为 人重看了仇敌 眼睛在仇敌身上 但是 如果神的荣耀 充满了他的眼睛 他就能够信 如果神的荣耀 充满了他的灵 他就能赞美 仇敌的伟大 能够变作仇敌的微小 仇敌的紧要 能够变作仇敌的不紧要 要看见说 神是超越过一切 应当得着我的赞美 当我在那里赞美的时候 仇敌就要逃跑了 八 赞美的实际学习 所以 我盼望你们学习赞美 有难处的时候 要学习赞美 要学习说赞美的话 要说出赞美来 要开声赞美 不是光有一个意念赞美 是要出声说出赞美的话来 从没有感觉 说到有感觉 从感觉少 说到感觉多 从一点的信 说到超越过万有的信心 你在那里说 当着仇敌说 当着困难说 当着难处说 站在那里说 主啊 我赞美你 从没有感觉 赞美到有感觉 从感觉少 赞美到感觉多 没有一件东西 能够把仇敌推出去 像赞美那样大的力量 只有赞美 能把仇敌推出去 只有一种的赞美 在神面前是有功效的 就是记 赞美的记 你们知道 记是什么意思 记 就是 我把我所有的一只牛 或者羊 牵到主面前来宰了 当初的时候 以色列人 就是自己没有牛 没有羊 也要把他的东西卖了 点了 当了 来买一只肥牛毒献上 这就叫做记 照样 我今天是把我里面 最好的感觉的话 从我里面挤出来的话拿来 对神说 神 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我告诉你 在这一种情形之下 没有仇敌能站得住 定归要跑 好像得胜的路是这么大 没有一种的得胜是真实的 唯有赞美 是真实的得胜 在这里 我必须和你们稍微分别一下 我们的难处 大概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在环境里 事情里的难处 像约沙法这样的难处 是事情上 环境上的难处 这种难处 是要借着赞美来胜过 还有一种难处 是我们个人的难处 人说话伤了我 人得罪了我 人欺误了我 我里面受不了 我里面过不去 无理的待遇 无理的话 没有原因的恨物 没有把柄的毁谤 这是个人得胜的问题 我告诉你们说 有多少弟兄姊妹 在这里想要得胜 是何等难的事 看见有一个弟兄 或者姊妹 说你不该说的话 给你一个待遇 是无理的待遇 你要胜过 是何等难的事 好像全身都在那里挣扎 全身都在那里不平 全身都在那里埋怨 你觉得说 这是何等的难 赦免是何等的难 饶恕是何等的难 胜过是何等的难 我们的难处 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外面的 事物上的 事情上的 环境上的 这要借着赞美神来胜过 还有一种难处 就是在我们个人里面 关于个人的得胜 当你受冤枉 受毁谤 受逼迫 里面过不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祷告没有多大用处 我自己也祷告过 我也知道 有许多弟兄姊妹 曾祷告过 这没有用 你在那里要抵挡 也抵挡不来 你在那里要挣扎 也挣扎不来 越是说 我不要这些事的压 越不行 你总觉得 这是何等难的事 他这样待我 我不容易胜过 我告诉你们说 为着什么不赞美 请你们记得 这些个人的难处 受到最大的时候 这些个人的冤枉 受得最厉害的时候 人的待遇 最无礼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是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你感谢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你低下头来 对主说 主 我感谢你 你所做的 没有错 我从你手里 接受这一个 我谢谢你 我从你手里 接受这一个 我赞美你 我告诉你们 什么都过去了 得胜 并不是在 自己与肉体争战 一直试试看 我要赦免人 得胜 也不是在 一直花力气赦免人 得胜 乃是在低下头来 赞美主说 主 我赞美你的道路 你所替我安排的 没有错 你所做的 都是好的 当你这样向着主赞美的时候 你的灵超越过了得罪你的人 你的灵高过了你的难处 你的灵高过了你里面受伤的感觉 请你们记得 所有觉得受伤的人 都是缺少赞美的人 你在主面前 如果能够赞美 所有受伤的感觉 会变做赞美的感觉 你要爬得高 如果你在神面前说 我感谢你 赞美你 你所做的 没有错 你在主面前走的路 是这样的一条路 让一切都跟在你的脚后面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也实在就是计 你在主面前 就没有难处 对于任何一个弟兄 都没有难处 对于你自己 也没有难处 所以要赞美 基督徒的生活 是从赞美爬上去的 所以你们自己 要献上赞美的计 也要带领弟兄们 献上赞美的计 赞美乃是超越过一切 我爬起来 摸着主 我告诉你们 主耶稣在地上走的路 就是这条路 你也能够走在这条路上 你一天过一天 不是望着天叹气 在那里受失恋 你是爬在失恋的上面 你一赞美 你就在失恋的上面 你能够一天到晚 在那里受逼迫 受毁谤 人要把你压住 而你在主面前 爬起来说 主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学习接受 学习知道他是神 学习知道这是他做的事 没有一件事 能够叫人成熟 像赞美的记忆一样 你们原谅我说这一句话 没有一件事 能够叫人成熟 叫人变成甜的 熟的 像赞美的记忆一样 你看见不只是圣灵的管制 而是赞美圣灵的管制 不只是主的手 而是在那里歌颂主的手 不只是责打 而是在那里悦纳这个责打 你看见有一个正直的 荣耀的门在那里 因为他会赞美 全部圣经里 关于赞美的事实在太多 没有法子仔细地都说 不过我愿意你们在神面前看见 赞美根本是一个计 我们做神儿女的是应该赞美的 我们要借着赞美走在神的路上 9.赞美乃是荣耀神 最末了 我愿意和你们读一段圣经 就是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神说赞美我的人 就是荣耀我 主在那里寻求我们的赞美 没有一件事能够荣耀神 像赞美一样 我们知道有一天 所有的祷告都要过去 所有的工作也都要过去 所有先知的讲道也都要过去 所有的劳碌也都要过去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天赞美比今天还要增加 这一个是永远继续的 赞美是永远不停止的 在天上 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更要赞美 更要学习知道如何赞美神 所以我想最好的功课 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时候 就起手学习 关于荣耀神的事 我有一个意思 今天乃是我们对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的时候 有许多事情都走了样子 虽然我们看见一点 但是却不能明白 里面的意思到底如何 我们所遭遇的 我们所经过的 不管是里面的感觉受伤 或者是外面的环境困难 我们都觉得说 这是何等痛苦的事 我们不明白里面的意义 我们也不赞美 我相信在天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赞美 乃是因为在天上 有完全的知识 知识越完全 赞美也越完全 有一天 你和我都到主面前去的时候 什么都清楚了 今天你我都莫名其妙的是 到那一天都清楚了 我们那一天 要看见 每一部圣灵的管制 都有它的手在里面 如果没有圣灵的管制 我们要落到什么地步 如果不是这一部给我挡住 我要落到什么地步 有许多的事 千万的是 今天看不见的 乃一天都要看见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要低下头来 赞美说 你没有错 每一部圣灵的管制 都是神花的功夫在我身上 我那一次 如果不是病了 不知道我要如何 我那一次 如果不是倒下去 不知道我要如何 所遭遇的 也许是困难 所躲去的 也许是更大的困难 所遭遇的 也许是灾祸 所躲去的 也许是更大的灾祸 今天我们埋怨 到了那一天 我们要看见 为什么主要给我这一个 今天 我们所经过每一步的路 都是它的带领 到了那一天 我们要低下头来 说 我是愚昧的人 没有赞美 我是愚昧的人 没有在你面前感谢你 到那一天 如果你看见我不止没有赞美 没有感谢 我还在那里埋怨 就不知要多惭愧 在那一天 有的人要惭愧 所以 在今天我们要学习说 你所做的 不会错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说 你所做的 不会错 要学习相信 就会赞美 到那一天 你就能够说 主 我感谢你的恩典 拯救我脱离 不必须的不平和埋怨 主 我感谢你的恩典 有许多埋怨的话没有说 许多的是 如果你能知道的话 你要有更大的赞美 现在要看神的良善 我们要赞美他 因为耶和华是良善的 你要一直在那里说 主是良善的 今天我们先要学习 相信主是良善的 主总没有错 虽然我们不知道 没有相信就没有赞美 能相信就能赞美 像他所说的 凡赞美我的人 就是荣耀我 让我们看见说 他没有错 所以初心的弟兄们 在他们头一段的路上 就要学这一个功课 我是在信主头 二年学这个功课的 我回想二十几年来 我要多多的谢谢主 我里面有平安 因为我知道赞美的紧要 许多时候 虽然失败 虽然埋怨 虽然不平 但是被主一光照 一看见 他是坐在宝座上 还是应当赞美的时候 就过去了 借着赞美所过去的难处 也是何等的多 所以要给初心的弟兄们看见 从起头就要学习 做一个赞美的人 要从里面起来 学习做一个赞美的人 在这里你们能够看见 赞美我的人 就是荣耀我 神是该得着荣耀的神 愿神赐福 给他自己的名 十四 破饼 读经 我们所祝福的碑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邪吗 我们所破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 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 其实说祭偶像之物 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师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习 又吃鬼的言习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 写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它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 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 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今天我们要讲到 主的桌子 或者说主的晚餐的问题 我们先从主设立 晚餐讲起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 所说的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应该翻作 主耶稣被卖的同一页 在英文里是说 Let's see night 希腊文里有同字 是那同一页 主怎样设立晚餐 第一件事 先要看主怎样设立晚餐 在教会里 有一个晚餐 是神的儿女要付的 这一个晚餐 是怎样设立的呢 是主耶稣活在地上 最末了一页 所设立的 要注意这一件事 第二天 他就被定十字架 第二晚 他就到地的中心去 这是主耶稣 活在地上的末了一页 这也是主耶稣 活在地上的末了一餐 他和门徒在一起 这是末了的一餐 你们要看见 这一件事的发生 是他在世界上 最末了的一日 最末了的一页 也是最末了的一餐 虽然在复活的时候 也吃 但这是最末了的一餐 在复活的时候 是吃也行 不吃也行 在做人的时候 所吃的 这是末了一餐 这末了的一餐 是怎样的呢 这里是有一段故事的 犹太人有一个节 叫做逾越节 纪念犹太人 从前在埃及 做奴仆的时候 神拯救了他们 神怎样救法呢 神吩咐他们说 个人要按着 附加取羊羔一只 在正月十四的晚上 应当把一只羊羔杀了 把他的血涂在 门眉门框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犹太人从埃及出来之后 神就命令他们 每一年到逾越节的时候 都得守这一节日 以为纪念 所以 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 对于逾越节的羔羔 这是一个回头的经验 因为有神的拯救 每一年 我都在这里纪念这一个 刚刚好主耶稣 离开世界的这一晚 也是吃鱼月节羊羔的时候 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在吃鱼月节羊羔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因为这是他们的鱼月节 在守了鱼月节之后 主就马上接下去 设立他自己的晚餐 所以 主在这里就是 有意给我们看见 我们吃他的晚餐 要像犹太人 吃鱼月节的羊羔一样 我们先把那一个 拿来对照着看 以色列人是被拯救脱离埃及 所以守于月节 今天神的儿女 也是蒙拯救 所以来吃主的晚餐 以色列人有羔羊 我们也有羔羊 他是神所设立的羔羊 今天 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 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 已经完全归于神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守一个节 像守于月节一样 主耶稣在守节之后 站起来 把饼拨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实在在布饼的时候 用酒是对的 用葡萄汁是错的 绝没有人守于月节 是用葡萄汁的 这是因为外国人进酒 进到主的桌子面前来 所以葡萄酒变成了葡萄汁 我们中国人 没有外国人的风气 在犹太地 都是用葡萄酒 所以 薄饼时该用葡萄酒 不该用葡萄汁 晚餐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称他说 主的晚餐 晚餐 在全世界各地 乃是家庭的餐 在中午的时候 要一家的人 完全在一起不可能 在犹太地 中午的时候 有的人是在放羊 有的人是在打鱼 有的人是在种地 要回家吃饭 是不可能的 都是在外面午餐的多 所以午餐不是家庭的餐 早餐也不是家庭的餐 早餐是想做事 不是想休息 如果不是病人 每一个人吃早饭 都是很匆忙的 晚餐 乃是每天三餐中 最特别的一餐 是家庭里的人 大人孩子都在的时候 共同来用的一餐 同时 一天的工作都做完了 没有工作的思想摆在前面 而是休息的思想摆在前面 晚餐乃是工作都完了 要休息了 没有事情了 全家的人 哀哀咿咿的在那里吃 是这一种的味道 主在这里设立他自己的晚餐 就也是这样 他是要叫他的子民 在全地上看见说 这乃是在神家庭里的一餐 没有工作的思想在里面 不是要你去做事 乃是把安息摆在你面前 吃早饭中饭 你总是想要做事 但是到了吃晚饭 是事情没有了 总是人吃了去休息的时候 例外的不算 所以神的儿女们 是凭着这一种的心情 聚集在一起 来吃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的两个意义 主要我们怎样做这件事呢 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晚餐的基本思想 第一是为着纪念主 同时我们看见 晚餐是有安逸的家庭的味道 不要在纪念主的时候 心里想到许多的事 许多的工作 稍后我们要提起几件事 现在先提起第一件事 第一是为着纪念主 主在这里对我们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就是说 主知道我们会忘记 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是这么大 我们所得着的救赎是这么稀奇 我们还会忘记吗 我告诉你 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是会忘记的 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对我们说 你们要纪念我 你们要记得我所做的事 所以初心的弟兄要看见 虽然你们刚刚得救 你们今天才吃了愉悦节的羊羔 但是稍微不小心一点 就会忘记了主的拯救 所以主说你们要纪念我 主要我们纪念他 不止因为我们会忘记 并且主自己觉得说 他需要我们纪念他 换一句话说 主不愿意我们忘掉他 主是大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让我们忘掉他 他超越过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倍 他不知道是多大的一位主 按规矩他可以不在乎 但是他说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给我们看见说 主是降悲他自己 降低他自己 欢喜来得着我们的纪念 你们要看见 主要我们纪念他 这是他的爱 这是他爱的要求 不是他大的要求 如果是他的大 你忘记他 无所谓 这是他爱的要求 要我们一直地纪念他 因为如果我们不纪念他 我们所受的损失是非常的大 我们如果不是常常纪念主 常常把主的救赎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是很容易在世界里与世界调和 也很容易在神的儿女中起争执 所以我们需要纪念他 我们若纪念他 我们就能得着好处 这也是蒙恩的方法之一 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接受主的恩典 我想 关于主要求我们纪念他的这件事 还应当另注意一点 就是说主做我们的救主 他是想被他自己来做救主的 今天他也是想被他自己来得着我们的纪念 他是想被他自己来救我们 今天他也是将被他自己来问我们 要我们的心 他要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 不忘记他 他愿意我们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的 一直活在他面前 一直在这里纪念他 好叫我们在这里得着属灵的好处 一个人纪念主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世界在你身上力量的继续会不存在 因为你每隔几天就记得说 你是如何接受主 每隔几天就记得说 主如何替你死 我告诉你们 世界在你身上不能存在 就像我们前些日子所记的一样 我的主在这里已经死了 我没有话说 他们如果没有杀我的主 他们还有和我讲话的余地 他们已经杀了我的主 主的死摆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话说 我没有法子和世界再有任何的来往 我没有法子和世界再有任何的交通 这是布饼纪念主的一个好处 布饼纪念主还有一个属灵的用处 就是叫神的儿女不能起纷争 不能有争执 不能有分门别类 因为当你在这里纪念你 怎样蒙恩得救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也在这里 纪念他怎样蒙恩得救 当你想到你这个人的罪都赦免了 你看见另外一个弟兄进来 他也是薄血买回来的 他也是薄血救赎的 你就不能把别的东西拿进来分 你怎么能够在神的儿女中 有分门别类的事 教会这二千年来有多少神儿女中的争执 到了主晚餐的桌子前 兜了了 一切就都过去了 有多少不赦免的事 厉害到不肯赦免的事 甚至有许多的仇恨 因为到主的桌子前就都过去了 因为纪念主 就是纪念你自己如何得救 如何蒙赦免 你不能说主赦免你千万两的债 而你看见另外一个仆人欠你十两的债 你就掏住他的喉咙 这是不可能的事 纪念主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每一个人 当他来纪念主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放宽了他自己的心 包括了神所有的儿女 自然而然就看见 一切蒙主血救赎的人 都是主所爱的 也是我所爱的 在主里面 没有法子有嫉恨 没有法子有话语 没有法子有不赦免 你不能一直和在你隔壁的那一位弟兄 那一位姊妹有争执 当你纪念说 我许多的罪 主都赦免了 而你要和你的弟兄来争执一件事 好像是有权柄的来要求你的弟兄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争执 你要嫉恨 你要不赦免 你就不能纪念主 所以每一次 每一个礼拜 我们聚会在一起 纪念主的时候 主总是叫我们再一次温习他的爱 温习世界的败坏 世界的受审判 温习所有蒙恩的人 乃是主所爱的人 每一次纪念主 都是温习了主的爱 主爱我 为我舍弃自己 主爱我 主为我下的阴间 世界已经被定罪了 世界把我的主钉死了 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我所爱的 因为他们也是主血所买的 我不能恨他所买的人 我心里不能对他们有恨的心 以上所说的几件事 就是纪念主的意义 主的晚餐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主对我们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在纪念的方面 我们再多看一点也好 你们绝不能纪念 你们所不认识的人 你们也绝不能纪念 你们所没有经过的事 假定说 我纪念某一件事 那件事定规是我所经过的 假定说 我纪念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定规 是我所认识的 我不能纪念我所不认识的人 我也不能纪念 我所没有经过的事 所以主在这里对我们说 我们要纪念他 是说 我们遇见过他 我们在各个他遇见过他 我们是蒙他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里 纪念他所成功的事 我们今天是回头来纪念 像犹太人纪念于月节一样 是因为我在以往的时候 有出埃及的事 所以我今天来纪念这件事 纪念是回头看的事 第二是表明主的死 主的晚餐 还有第二个意义 在这里 要读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六节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它来 你这样做 你这样吃主的饼 你这样喝主的杯 乃是表明主的死 晚餐的第二个意义 就是说我们需要表明 表明可以翻作陈舍 或者陈列 意思就是把它陈名出来 陈列出来 就是把主的死摆出来 给人看 今天主叫我们有他的晚餐 不只是叫我们纪念他 并且是叫我们陈列他的死 许多人懒惰不结果子 是什么缘故 是因为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主要叫我们纪念他说 你今天活在世界上 要爱我 要常常地纪念我 要纪念说 这一个杯 是我流出来的血 这一个饼 是我的身体 为你舍去的 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注重的第一点 你们不要放松 要记得 第一是经历 第二才是道理 在道理方面 是怎样呢 这一个饼 这一个杯 就是陈列主的死 把主的死陈列 给我们看 为着 什么是表明主的死 因为血是在肉里 血和肉会分开 这就是死 今天血和肉分开了 血在杯子里 肉在饼里 你看见这一个杯子里的酒 你就看见血 你看见这一个饼 你就看见肉 当一个人身上 所有的血和肉 分开的时候 你只有一句话说 这一个人死了 你不必告诉他说 我们的主替你死了 他只要看见 血不在肉里面 就知道这是死 主不必告诉你说 我替你死 主只要说 你喝我的杯 你吃我的饼 这就是死 因为血在一个地方 肉又在一个地方 这就是死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什么叫做吃饼 旧约明显告诉我们 这个饼是骨做的 我不知道 这一个骨字 在中文应当翻做什么 在英文里是corn 是骨类的意思 主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迦南的时候 要吃臣的骨 就是这一个字 比方说 草这一个字 是一个种类的称呼 数字也是一个种类的称呼 这里或者称它做凉 比较好一点 但是还不够好 换一句话说 你看见这一个饼的时候 就看见这里 已经有碾碎的骨 把骨碾碎了才有饼 你看见杯的时候 就看见 有已经炸过的葡萄 这就明显地 给我们看见 死在这里 在这里 已经有碾碎的骨 在这里 已经有炸了的葡萄 所以 他在说 你们吃这饼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过是一粒 一粒的麦子 若不碾碎 仍旧是一粒 不会成功做饼 一挂葡萄 如果不是炸了 就没有酒 主在这里 托保罗说 你们吃这一个饼 你们喝这一个杯 就是表明我的死 如果骨保全他自己 饼就没有 如果葡萄保全他自己 酒就没有 你吃这一个已经碾碎的骨 你喝这一个已经炸过的葡萄 这就是表明主的死 血和肉的分开 是表明主的死 以人来看 今天神在地上的见证没有了 所留下的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也可以过去 但是十字架的记号 一直地继续着 十字架 也许今天有许多人都忘记了 但是十字架在出信的人中 是一直被纪念着的 我们每一个主日晚上 在聚会的地方 看见主的晚餐 就是看见神 把他儿子的十字架 陈列在教会里 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被忘记都不要紧 主替我们死这件事 是必须记得的 你们也许有父母 儿女 亲戚 是不认识你们的主的 或者你们把他们 带到布饼的聚会里来 他们第一次看见布饼 他们就要问你 这是怎么一回事 布饼有什么意思 喝杯有什么意思 你如果说 这一个杯里的是血 这一个饼是肉 这是说什么 你应当告诉他说 这是说死 因为血在这一边 肉在那一边 血和肉分开 这就是死 你们应当叫许多人来看 给他们指明说 我就是把主的死摆在这里 所以请你们记得 不只是你们出去传福音 不只是在聚会里有传福音 不只是有恩赐的人传福音 并且主的桌子也传福音 把主的桌子摆在那里的时候 如果人不以为这是一个礼节 而知道我们是把主的死陈列在他们面前 我告诉你们 这是全世界整个宇宙里的一件大事 最大的事 拿撒勒人耶稣 神的儿子 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大的事实摆在这里 所以主说要表明他的死 这一个死的表明 他说是只等到主来 我常常欢喜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和晚餐两个字连在一起 特别好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晚餐的好吗 晚餐是我最末了吃的一顿饭 我是天天在那里吃最末了的一顿饭 因为天黑了 我只吃这一个晚餐 我每一个礼拜都吃这一个晚餐 因为天是黑的 天没有亮 请你们记得 二千年来 教会一直没有吃过早饭 我今天在这里吃最末了的一顿饭 现在我们还是看见天是黑的 一直要等到他来 天才亮 到那一天 晚饭不用吃了 谁能再早起就吃晚饭 没有一个人明天早起吃晚饭 到了明天早起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当我们面对面看见我们的主 这件事就过去了 看见了就不用纪念了 所以丙和碑是表明主的死 一直到主来 你如果把晚餐两个字加进去 你就觉得有特别的味道 两千年来 教会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 吃同样的晚餐 虽然年数有两千年 但是这一个晚上没有过去 两千多年 这是一个够长的晚上 我们一直在这里吃晚餐 一直等 一直等 有一天 天一亮 我们就不再纪念了 所以纪念主是第一个基本的思想 第二个 就是我在这里表明主的死 一直到主来 因为主的晚餐 是叫我们纪念他自己 盼望弟兄们 从起头就看见他自己 人能够纪念主自己 自然而然就纪念主的死 人纪念主的死 人的眼睛自然而然就望着国度 有一天 我要到主那里去 没有一件事 比主的死更好 十字架 总是引道再来 十字架 总是引道荣耀 没有一个人 纪念主 为他舍身 而不是扬起头来说 主 我要见你的面 当我见主面的时候 这一切都要过去 所以 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要纪念主 一直彰显他的死 表明他的死 陈列他的死 只等到他来 今天我们没有别的事 就是等主再来 主的桌子的意义 主的晚餐 在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 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纪念主 一个是陈列主的死 但哥林多前书十章里 又给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说 乃是主的言习 十章不是说晚餐 十章是说言习 这一个字 我们欢喜把它翻做桌子 请你们记得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虽然题目是一样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是说晚餐 你们如果吃得不对 就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十章不提晚餐 十章是说主的言习 或者翻做主的桌子 我们在各地所说的桌子 就是从十章来的 因为在英文里 是翻做主的桌子 在希腊文里 也是桌子的意思 虽然这桌子 是指着言习的桌子 不是普通的桌子 但是桌子 总是实在的 你如果翻做言习也可以 可是没有那么重就是 我们的主 在末了一晚 所设立的晚餐里 叫我们纪念他 陈列他的死 一直与他有交通 但是主这样做 不过是一方面 在教会里 还有另外一方面 那另外的一方面 我们称他为主的言习 或者说主的桌子 在这一方面的意义 也有两个 十章十六至十七节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在这里 还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交通 一个意义是合一 主的桌子有两个意义 像主的晚餐 有两个意义一样 第一是交通 主的桌子的第一个意义 是交通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岂不是一同喝煮的杯吗 这是交通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乃是说信徒与主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十章 乃是说信徒与信徒彼此的关系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一章里面 绝没有注意说 我们中间彼此如何 晚餐 乃是说我们在这里纪念主 我们在这里表明主的死 一直等到主再来 但十章不一样 十章乃是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这里着重的点 不是在领基督的血 是在统领基督的血 在这里乃是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 杯是单数的 因此 我绝不赞成在任何的地方 把杯弄作多数 一弄作多数 就把那个意义弄没有了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从一个杯里面 我们一同领受 所以这里面的意义是交通 你们知道 如果不是很亲密的 不能你喝一口 他喝一口 神的儿女 今天一同在这里喝一个杯 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 他喝一口 这么多的人 都喝这一个杯 这就是交通 这一个统领 就是交通 你如果用许多杯子 你就把十章的意义弄掉了 让我非常值得 对弟兄们说 我承认有许多人 对于疾病的问题 有一点怕 比方今天 如果有一个弟兄病了 我们去看望他 一走到他门口 就用手机掩着鼻子 不愿意进去 站在那里说 弟兄 你怎样 你想 那个生病的弟兄 要怎样想 他要想说 你要来看 我就不要怕 你怕就不要来 来又要来看 来了又怕出事情 怕会传染 他要死 就你不来看 我倒还好些 给你看几次 我更要病了 我们喝杯 是表明有交通 但是来喝杯的时候 用手机一直擦 一直擦 那倒不如不喝 你来看病 是表明你的爱心 关心 你来喝杯 是表明交通 但是你不能有交通 那又何必呢 弟兄们 你看见那一个态度 根本是相反的态度 我告诉你们 你如果怕传染 就不要喝 我不是说 这一个杯 不可以用手机擦 有滴出来的可以擦 但是有的弟兄所做的 我说是擦杯 不是喝杯 另一面 讲到爱心的问题 如果有的弟兄姊妹 是有传染病的 他觉得是能传染的 最好在最末的喝 这是他的事 他觉得 为着软弱的人的良心 所以在最末后喝 这是好的事 不过 我愿意弟兄们看见 主的杯是可喝的 我们是一同喝主的杯 在十一章里面 眼睛是指看主 不看弟兄 但在十章里 是颜席 或者说是主的桌子 眼睛是看弟兄 在这一个杯里 乃是看见有弟兄 弟兄们都来这里 我和他们有交通 他喝这个杯 你喝这个杯 我也喝这个杯 好像同用一双筷子 同用一个条羹 我在神面前 是这样和神的儿女交通 那一个意义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那一意义弄掉了 第二是合一 第二个意义是合一 它下面就讲到饼 我们所拨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在这里 马上给我们看见 神的众儿女是一个 在这里 你就看见说 十一章的饼 和十章的饼 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十一章的饼 是告诉我们说 这是表明主的死 主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这是指着 主耶稣肉体的身体说的 十章 乃是指着教会说的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我们就是饼 我们在主面前 要学习看见纪念 表明和交通 也得学习看见合一 意思说 所有神的儿女 都是合一的 像这一块饼 是一个一样 我们只有一个饼 我剥了一点吃 你剥了一点吃 他剥了一点吃 我们个人 所剥来吃的那一点 如果合起来 就是那一块 或者说 我们所吃进去的 是拿不回来的 假定能拿得回来的话 岂不仍然是一块吗 这一块饼 今天是分散在许多人身上 联合起来的时候 就仍然是一块 我们都是接受这一块饼 你得着一点 他得着一点 我得着一点 虽然这一块饼 是分散在个人身上 但是在圣灵里是一个 这一个饼 我们没有法子 叫它回来 肉体的饼 吃了就了 但是在属灵上 还是一个 在圣灵里 还是一个 在肉体里 是不能回头 在圣灵里 是合一的 圣灵把基督给你 基督还是在圣灵里 所有分开的是在饼里 在圣灵里 仍然是一个 并没有分 我们在以往 曾有多次讲过说 神的儿女 去布饼的时候 不止去纪念主的死 不止去表明主的死 并且我们是 借着那一个杯 和神的儿女 有交通 当然不能一个人交通 需要和神的儿女交通 并且承认说 神的儿女 是合一的 所以这一个饼 就是代表神的教会 是合一的 所以 今天如果有一个 主的桌子 他们不能说 我们虽多 仍是一块 那一个饼 就没有法子布 那就不是主的桌子 主的桌子的 基本的原则 是在饼 杯最要紧 但杯还不够 神的话相当清楚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席 又吃鬼的言席 你们知道 桌子就是言席 这里说主的桌子 鬼的桌子 杯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主的桌子 基本的问题 是饼的问题 如果在这里 有神的儿女 聚集在一起 他们乃是把他们那些人 聚集在一起 饼只有他们那样大小 这一个饼就不能破 这就不够 必须这一个饼是代表 那一个城的才够 或者是代表地方的教会才够 若是我这一个饼 就是我这一个地方 除了我这一个地方以外 任何的都不管 就还是太小 不够 这一个饼乃是包括 神所有在地上的儿女 所以你必须看见 这一个饼最少是表明说 神所有在地上的儿女 是合一的 如果我们要设立一个 独立的教会 这一个饼就太小 就不能破坏 布饼的实际问题 在这里 我愿意弟兄姊妹看见 布饼的问题 一共有四个意义 一个是纪念主 这是向着主去的 一个是表明主的死 一直到他来 还有一个是交通 这不是往上面去的 是平行的 是和神的众儿女有交通 还不止我们是合一的 所以每一次布饼的时候 都得把你的心放大 得纪念主 也得心向着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 在布饼的时候 把在公会里的弟兄姊妹 完全忘记 你的心就不够大 所有神的儿女 凡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 都是在这一块饼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 都得有一次被处放大 像饼那样大 我们虽多仍是一块饼 连公会里的弟兄姊妹 都完全在里面 我所剥的一块饼 他们也都在里面 所以我如果不够大 就不行 你总不能有一个意思 盼望有某某弟兄 最好从这里面出去 某种的基督徒 最好从这里面出去 我告诉你们说 这一块饼 不能叫你变作小的人 今天有一个公会的弟兄 来到这里 他到主桌子的面前来 主和他是联合的 他也是在这一块饼的里面 你们是负责的弟兄 你们接纳不接纳他 要记得 你们不是主人 你们好像是替主人请客 至多不过是做招待员 你们不能说 我们不给人剥饼 我们在主桌子的面前 一点全饼都没有 我们只能喝主的杯 因为晚餐是主的 研习是主的 不是我们的 连各地的地方教会 也不是我们的 虽然主的研习 设立在你的地方 像头一天主的研习 是设立在一个楼上一样 这一间楼是借的 主今天也不过是 借你的地方来请客 所以 凡一切被写救赎回来的人 我们不能在行为上 禁止他们 人能够玷污主的桌子 我们不能够玷污主的桌子 我们没有权柄拒绝人 我们不能拒绝 主所接纳的人 我们不能拒绝 属乎主的人 我们只能拒绝 主所拒绝的人 我们只能拒绝 不是属乎主的人 我们只能拒绝 属乎主借进入罪 爬不起来的人 因为他们与主的交通 已经断了 我们与他也没有交通 在各地 我们都得注意 我们是属乎主的人 我们没有法子 运用我们的权柄 所以 每一次破柄的时候 要想到所有蒙恩的人 不要光想到 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地方的桌子 是很小的 没有意思和所有 其他地方的儿女 一同交通 我告诉你们 那一个桌子太小了 我盼望各地的弟兄姊妹 总得心够大 包括神所有的儿女 站在教会的地位上 不是有许多人是可以来的 有许多人是不可以来的 但每一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 多看见他一次 心就多快一次 包括神所有的儿女 我们的心 是很稀奇的事 自己总不会大 总是缩小的 一不小心就缩小了 我们天然的倾向 是缩小的 不是放大的 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 可以让主把我们放大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柄 这样 我们就有祝福 在布饼聚会里 该注意的是 末了 还得提起两三件事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件事之外 在这一个聚会里 有一个特别的情形要顾到的 就是我们乃是蒙主血洗净的人 不是求主洗净的人 我们乃是得着主身体的人 主的肉做了我们的生命 不是求主给我们生命 所以在这一个聚会里 只有感谢而没有祈求 所以说我们所祝福的杯 我们是祝福主所已经祝福的 在主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 所以在那最末了的一夜 吃晚餐的时候 主在那里只有祝福 也只有感谢 头一天晚上是这样 从今以后也都是这样 就是等到他自己禀播完以后 出来的时候 还是唱了诗出来的 所以在这一个聚会里 正常的音调乃是祝福 在这一个聚会里 正常的音调乃是感谢神 赞美神 感谢我们的主 赞美我们的主 在一个聚会里 不是祈求恳求的时候 乃是纪念主 也不是要听到 所以祷告在这里不合适 是打岔的 讲到听到 在这里也是不合适 也是打岔的 如果有直接关于主的事 提起一点 也许可以 也许用不着 其余的讲道 那更是例外了 在这一个聚会里 只能有赞美 只能有祝谢 只能有祝福 只能有感谢 在这一个聚会里 不应该有祈求 不应该有祷告 因为那一个音调是感谢 十一章是感谢 十章也是感谢 所以我们要跟着 这一个走 主设立晚餐的时候说 你们要常常这样行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给我们看见 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剥饼 不多久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也是说在七日的 第一日剥饼 在教会里 有够多的榜样 在神的话语里 也说得够清楚 是在七日第一日 剥饼 逾月节是一年一次 我们是一周一次 并且七日的第一日 是主复活的日子 在主复活的日子 纪念主 是另外的一周 因为我们的主 不是死了 乃是复活了 我们是在复活里 纪念主 七日的第一日 特别是教会的日子 在七日的第一日 最要紧的是 是主要我们纪念他 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这件事上不会忘记 还有来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要配 这一句话 我还得说明一下 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吃的时候非常要紧的是配 在英文里是unworthily 所以要吃的配 这一个字的意思 不是说人配不配 是说态度 如果是人 早不成问题 因为你若不是神的人 怎么能够来 配不配的问题 在这里发生 是说有的人在那里吃的时候 那一个态度不对 我们领受这一个身体的时候 如果随便地吃 不尊重主的身体 就不应该 所以你要劝出信的弟兄们说 你们这些人在神面前 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主要你们醒茶说 虽然我这一个人是对了 但是我在这里吃的时候 要知道这是主的身体 我不能马虎 我不能随便 我不能轻看 我不能放松 我在这里 要做得与主的身体相配 如果主真是把他 自己的血给了我 如果主真是把他自己的肉给了我 我应当怎样恭敬地接受 每一次布饼的时候 要恭恭敬敬 这不可以糊里糊涂地 在那里做 除非是非常愚昧的人 他才能够在神面前 看不起他所得着的 15.做见证 1.教会的见证 这一支蜡烛 有被风吹熄的可能 如果这一支蜡烛 没有被风吹熄的可能 它的光要 继续多少时候 烧到底旧了了 现在 要问出信的弟兄说 你们喜欢你们的光 就是这样延长不了呢 还是喜欢你们的光 就是这样 到底就完了呢 所以 在这里 还有一件事要做 现在的光 是不是比刚才多了一倍 但是 第一支的光 会不会因为 叫第二支的光量而减少 我们知道没有减少 再点一支 会不会叫第一支的光减少 再点一支 它本身的光并不会减少 再点一支 它本身的光也没有减少 但是 这一支的光 它也会继续到它完了为止 如果再点一支 再点十支 再点一百支 再点一千支 这一个光要 一直继续下去 这就是教会的见证 有一件很可惜的事 就是光到有的人的身上 见证到有的人的身上 就停止了 这是最可惜的事 教会是一代过一代 一直传下来的 但是 有多少人没有后代 就断绝了 但是 有的人 还是继续下去 对出信的弟兄 我们不盼望 见证到他们身上 就停止 一支蜡烛 只能烧到 他的光停止了 也照样 一个人的见证 到他死为止 如果一支蜡烛 要他的光 一直继续下去 就要在他的光 没了 只先点着别的蜡烛 这样 第二支可以再烧 第三支可以再烧 第一百支 第一千支 第一万支 可以再烧 如果一支过一支 一直在那里点 这一个光 就能够变满谱天下 而他并没有减少 这样与他自己毫无损失 又能叫见证 继续下去 所以 初心的人 要学习为主作见证 因为这个见证 如果不继续 福音传到你身上 就停止了 你们固然是 已经得救了 有了生命 也亮了 但是 如果你们不叫别人 也亮 到你烧完了 救了 所以 你们要带领许多人 到主面前去见主 不是双手空空地去见主 是要带着许多人 到主的面前去 我曾说过 凡人信了主以后 在第一年之内 不会开口承认主的 恐怕一辈子 也不会开口 我今天在这里 也说同样的话 凡人在信主第一年之内 不会为主作见证的 恐怕一辈子 也不会作见证 除非主有大恩 点灵到他身上 或者有大的福星 我们看见许多人 第一年不作见证 就一辈子不会作见证 一辈子不会带领人归主 所以 要对出信的弟兄说 你们信了主 你们第一次 得着了这么大的爱 第一次 得着了这么大的救主 第一次 得着了这么大的救恩 第一次 得着了这么大的释放 而你们不能为这主作见证 把你们 当作一个 光给别人去点一点 就在你们身上的盼望 少得很 出信的人 第一年不开口 将来总是难以开口 要叫每一个出信的人 在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就起手做见证 就起手带 领人归主 这件事 千万不要放松 过了些日子 想要恢复 已经太迟了 许多做工的人的失败 就是人得救之后 没有好好的安排 结果下一代不行 所以 盼望你们在人得救之后 头几天 头几个礼拜 头几个月之内 就带领他们 往这一条路走 要叫他们 马上对人做见证 带领人归主 你们可以把这个比方 再拉长一点 神的儿子 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点了好几只蜡烛 然后到了保罗 主在他身上 再点着这一只 从那一个时候起 很少 或者说 没有看见是我们 直接在那里救人 你所看见的 教会二千年来 都是一只蜡烛 从头烧到末了光熄了 再有一只蜡烛 又是从头到末了光熄了 但是一直到今天 教会还继续在地上 救赎 救恩 也还继续在地上 这是因为一只蜡烛 把另外一只再点着 一只点一只地往下点 在有的人身上 是点十只 点八只 点几百只 所以虽然第一只烧了 还有第二只继续下去 一只一只地点 你看见光是一直地接着下去 许多人设去他自己 把你们点了 我们不盼望光到你们身上为止 我们是盼望出信的人 一个一个在那里尽他所能地 去做救人的工作 去做见证 带领人归主 在那里能够一只一只地点 叫一代一代的人 能把这一个见证 继续光照在地上 二 做见证的意义 我想 有好些经节 我们特别要读 现在先读四个地方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吃过饭就见状了 扫罗和大马寺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见他 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成为基法 又四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利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腓利是伯赛大人 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腓利找着拿蛋液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前四处是连在一起的 后二处也是连在一起的 从这几竹圣经里 我们可以看见 什么叫做为主做见证 做见证的意义是什么 使徒行传22章15节说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做见证 这是主托亚拿尼亚 对扫罗说的话 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做见证 所以 初心的弟兄 做见证的第一个根基 是在乎看见和听见 你不能见证 你所没有看见的事 你也不能见证 你所没有亲耳听见的话 保罗的特点 是他不向别人 是听见别人所传的 他的听见 是亲耳听见 他是把他亲耳听见 亲眼看见的 见证出来 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 说这一个见证 是什么见证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人所看见的 人就做见证 感谢神 你们在最近的时候 已经相信了主 已经遇见他 相信他 接受他 你们是一个 猛了救赎的人 你们是已经脱离罪孽 得了赦免 有了平安的人 你们知道 相信了主之后 你们是何等喜乐的人 这一种喜乐 是你们从前所没有的 本来罪孽的重贷 压在你身上 是何等重的事 今天感谢神 这一个罪孽的重贷 已经脱去了 你们是看见的人 你们是听见的人 今天你们 对于这一个 该怎么办 今天 你们就要将 这一个见证出去 我们不是请你们 去做传道先生 也不是要你们 从今以后 把职业丢掉了 出来为主做工 乃是说 应该将你所看见 所听见的 向着你的近期朋友 你所认识的人 见证出来 并且应当想法子 把人带到主面前去 三 怎样做见证 再看以上四处的圣经 这四个地方 是相当简单 都是特别指着 做见证说的 一 往城里去说 撒玛利亚的妇人 第一个地方 是约翰福音第四章 撒玛利亚的女人 当她看见主的时候 主向她要水喝 后来主对她讲活水的道 给她看见 人活在地上 没有活水 是不能活 不能满足的 人活在地上 喝这井里的水 还要再渴 你能够多少次的喝 还是多少次的渴 你还是不能满足 还要喝 多次的喝 这一个世界 所能贡献给人的一切 就是我们喝了 还要再渴 所以 今天的满足 不过是一时的满足 等一等还要渴 只有主的水 喝了不渴 因为有泉源 在你里面涌起来 叫你一直的满足 唯有这种里面的满足 才能够叫人 脱离世界上的要求 到这里 你们看见 当主耶稣指明出 我是谁的时候 本来那一个女人 水罐子是最要紧的 现在她把水罐子 丢掉了到城里去 说 看啊 在这里有一个人 把我所有的事 都说出来了 你们要去听她 这就是做见证 这一个女人 是已经嫁了五次 一个丈夫过去 再嫁一个 再过去 再嫁一个 总是不满足 一连换了五个丈夫 就像人喝水 喝了还要喝 总不满足 到了今天 主说 现在你所有的丈夫 还不是你的丈夫 你还是一个 不满足的人 但是 我有活水 可以叫你满足 当她听见这话的时候 当她得着了 这么大的一位主的时候 就把水罐子丢了 到城里去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 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她第一件事 就是做见证 见证什么 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有一个人 把我完全说出来了 这一个女人 素来行了许多的事 也许有一部分 是城里的人所知道的 有一部分 是城里的人 所不知道的 她怕把她的事告诉人 现在却被主都说出来了 她就做见证说 我素来所行的许多事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的 在这里有一个人 把我完全说出来了 所以你们来看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我告诉你们 她一看见主就开口 圣经说 许多人 因着这女人的话 就相信了 从这里 你们可以看见一件事 每一个人 都有做见证的需要 就是做自己的见证 如果主把你 这么大的罪人拯救了 你就必须在神面前 看见说 非开口来所见证不可 在这里 有一位救主把我救了 我没有法子 不开口来承认他 道理虽然讲不出 最少我看见了这一位神 这一位是基督 这一位是神的儿子 这一位是神所立的救主 我也看见我是罪人 被主拯救了 你只要这样讲就够 你只要讲你的感觉就够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不上来 但是你们来看 我这个人是变得多好 我也不知道 这件事是怎么样的 本来我以为 自己是一个好人 今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 本来我不以为是罪的 今天主 把他说出来 给我知道了 现在 我明白 我是什么重的人 从前的时候 我做了许多事 别人不知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从前我也犯了许多罪 但是我一点不觉的是犯了罪 在这里 有一个人把我的事完全说出来 我自己所知道的是 他给我说出来 我自己所不知道的是 他也给我说出来 我只得承认说 我摸着了救主 在这里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连我今天的丈夫 还不是我的丈夫 他说 你喝了这水 还要再渴 你还要再来打水 还要再渴 我所不知道的是 他告诉了我 你们来看 这一位恐怕是救主 这一个恐怕是基督 只有这一位能救我们 我告诉你们说 凡看见自己是罪人的 都应当有见证好做 当你看见这一位主的时候 你也应当有见证好做 请你们记得 这一个女人的见证 是在她遇见了主之后 一个钟头以内的事 是头一天的事 并不是在她过了多少年之后 父父心会才有的 回家去 就立刻做见证 我很妥当地说一句话 如果头一年是哑巴的人 总是一辈子是哑巴的 总是人一得救 就应当出去 把所看见的 所懂得的 去对人说 不要说你所不懂得的 不要讲那么多 那么长的话给人听 只要说你所知道的 有的人可以说 我没有信主的时候 夜里睡不着 现在会睡了 我从前常常气闷 现在无论做什么事 都觉得好得很了 也许有的人可以说 我从前吃饭吃不下 现在吃得下了 许多这一类的事 你所经过的 像睡不着 吃不下 气闷 今天信了主 都过去了 你可以把事实 拿出来给他们看 不必说你所不能说的话 不必讲你所不知道的事 弟兄姊妹 要学习不多话 不可越过你的地位 来说你自己所不知道的话 以致引起人的辩论 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的见证 摆在人的中间 你要看见人 没有话说 二 回家去做见证 一个被鬼附的人 再看马可福音 五章一至二十节 在这里有一个人被鬼附 可以说是圣经里 富鬼最厉害的一个 鬼附在他身上 他就用石头砍自己 看见人就动物 用铁链锁他 铁链被他弄断 住在坟营里 人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 主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 鬼跑到猪的身上去 猪就死了许多 这一个人要跟从主 主不许 主说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族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你对他们去传 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 主替你做了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见证 这个被鬼附的人 他不能住在屋子里 只能住在坟墓里 坟墓是死人的地方 活的人住在死人的地方 他住在那里 人不敢从那条路经过 结果主耶稣 吩咐那些鬼出去 鬼附到猪群里去 猪的数目约有二千 都投到海里淹死了 在那里 有一个人身上 所能忍受的鬼的力量 是两千只猪 所不能忍受的 鬼的力量 在他身上是这么大 是超过二千只猪 所能忍受的 他用石头 砍自己的身体 没有一个落在 鬼魔手里的人 不是用石头 砍自己的 前面是一个 寻求世界快乐的人 这里是一个凶恶的人 主救了他 主对他说 主替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你是怎样的 蒙了主的怜悯 所以你应该回家去 告诉你的亲属 一个人蒙恩的时候 总得让家里的人知道 让附近的人知道 让亲戚灵社和你一辈的人 都知道你是个得救的人 不止告诉他们说 你信了耶稣 并且告诉他们 主替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你就是将你的事 向他们承认 非常实在地向 他们做见证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好像你把别人点亮了一样 救恩不停止 救恩继续下去 如果救恩不停止在你身上 救恩就能得着继续 三 到会堂里去宣传 扫罗的故事 在看史图形传九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扫罗和大马寺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这里的旧字 在希腊文里有一点特别 在中文里看不出 它是一个着重的动词 不过好像是一个虚词 或连代词而已 但这是一个时间的字眼 在中文里可以翻作立刻 所以这里应该是说 立刻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约翰说 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 都是从神生的 扫罗到了这里 就是这样立刻得救了 但是当他一得着光 一跌到马底下 来到大马色城里去的时候 眼睛看不见 软弱得很 后来亚拿尼亚来给他受了劲 他吃了饭就健壮了 过几天 他立刻就去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立刻就去做见证 他这样做有一点难 因为他是工会里的一个 犹太人的工会 是七十个人组织而成的 他是那七十个中间的一个 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 出去要把相信主耶稣的人捆绑起来 送到祭司长那里 但他现在却接受了主耶稣 这怎么办 本来他是去捆绑接受主的人 现在他自己也许要被捆绑了 他逃也得逃去 饿了就算了 但是他反而走到会堂里去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不只是一个会堂 乃是许多会堂 在这里你就看见 一个人接受主之后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为主做见证 那个时候 也许保罗的眼睛有病 等眼睛的病好了 一有机会 他立刻就去做见证 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告诉你们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 都应该这样做 一切不信的人 听见耶稣的名字的也好 连在历史上知道 有一位耶稣的也好 总以为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 世界上的人都承认有一位耶稣 但人只知道 在许许多多世界的人中间 有一个人叫做耶稣 换一句话说 耶稣在你的心目中 不过是那么许多人中间的一个 虽然比较特别一点 但还是平常的人 到有一天 当你得着了亮光 心眼开起来的时候 你得着了一个启示 你找到了一个事实 耶稣是神的儿子 哪怕是半夜三更 你也要跑到人家里去说 谁有一个儿子 给我找到了 神的这一个儿子 就是耶稣 我姑且假设一个比方来说 我们这几天 在外面雇佣了一个小孩子 送信 送菜 你们都和他相当熟 你们知道这一个小孩子 不过是古岭山上的 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孩子罢了 有一天 忽然有一个人 跑来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这一个小孩子 郭公渝 他不是姓国 不是叫公渝 他的父亲是做总统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觉得 这是很大的发现 也许半点钟之内 整个古岭都知道了 郭公渝是总统的儿子 但是 我告诉你们 有一天你找到说 在人的中间有一个人 被人找出来说 是神的儿子 那是不得了的事 你们要看见 那一个关系 当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 承认主耶稣 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是做了一件大事 不得了的大事 他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 因为这是一件大事 在全世界 二十二万万人之中 六千年之中 我找出一个人来说 这是神的儿子 这是什么事 你们不要以为说 你们所说的这一位主耶稣 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 我告诉你们说 你们是在这世界千万的一人中 在六千年中 忽然知道 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实在是一件大事 如果今天在这么多人中 有一个不是人 有人找出来说 他是天使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要觉得稀奇 何况他是神的儿子 不要说在那么多人的中间 就是在这里 在我们这一百个人之中 有人忽然找出来说 某弟兄不是人 他是天使来做人 你们要觉得说 这是何等大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们 天使和我们的主比起来 不知道差了多少万万倍 在这里 没有可比你的 那个比例差得太多 今天 在这里有一个人 骑在马上的时候 还说要杀凡信奉这名的人 但是当他跌到马底下 爬起来的时候 进到会堂里去 却说 这一个人是神的儿子 我告诉你们 他若不是疯子 就是看见了意想 他若不是疯子 就是得着了启示 如果没有的启示 他定规是疯子 但是他不是疯了 他是得了启示 他的确从千万人中 剪出了一个人来说 他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出信的人 你们像保罗一样 已经在千万人中 剪了一个人出来说 这是神的儿子 你们就应当半夜三更 去告诉人说 我遇见了神的儿子 我告诉你们 如果有的人得救了 他还能够坐在那里 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他相信了主耶稣 还觉得并不算是 怎么一回事 并不会觉得 是那么稀奇的 并不会觉得 那是特别的 我就怀疑这一个人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 是超越人的常情的 是特别到 没有法子再特别的 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是多么大的事 你们看见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得半夜三更 去扣你朋友的门 你这样的做 我一点都不觉得稀奇 人应当到山头上去喊 人应当到海边去叫 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在宇宙里面 有一个神迹奇事 就是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在这里有一个人 并刚刚好 眼睛刚刚看见 就立刻到会堂里去说 拿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不是做工的人的工作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 看见一个事实 找到这一个奇妙的事的人 都得立刻到会堂里去喊说 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觉得 每一次当我想到 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这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发现 没有第二个发现 比这个更厉害 把全世界所有的发明 都合在一起 都赶不上这一个 在这里有一个人 是神的儿子 给我们找出来了 这是一件大事 今天有一个某某省长 某某主席 或者一个总统 或者一个元帅 一个国王 从我们中间微行而过 却给你知道了 你觉得你的眼睛厉害 他本来不要给人知道 是微行而过的 现在给你知道了 你觉得这是一件大的事 当神的儿子 微行而过的时候 给我们找出来了 这一个微行的是神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是神的儿子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一件大事 所以当彼得对主说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主耶稣对他说 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当他微行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如果不是父教人知道 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 所以出信的弟兄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你们的相信是一件小事 基督教说信仰 说信心 说相信 为什么缘故 因为这是超越过一切人所有的 世界上没有这一个东西 从人的眼光来看 这是快事 在人世中间 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弟兄们 你们是相信了 你们如果在这里发现 拿在你们手里的信心 是何等稀奇的东西 你们会叫 你们会喊 你们会到街上去 你们会到会堂里去 你们会到聚会的地方去 你们会到每一个地方 一有机会就要说 我找到了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 你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保罗 所做的事 是稀奇的事 你们如果领会 你们所看见的是 何等稀奇 你们也会做同样的事 拿撒勒人耶稣 是神的儿子 这是稀奇的事实 也是极大极荣耀的事实 四 一个对一个做见证 第四处的圣经 是安德烈去找西门 还有肥利去找拿蛋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人信主之后 不只要到城里去对人讲 不只要回家去对人讲 不只要在工会里做见证 并且还要有一个特别的见证 就是一个领一个 安德烈和肥利是一个找一个 安德烈一相信了主 就去带领他的哥哥 彼得来遇见主 到后来才发现 彼得乃是一个更大的恩赐 也许是更大的使徒 但是安德烈是引导彼得的人 他自己先得救 然后去带他自己的哥哥 肥利和拿蛋液的关系 不是弟兄乃是朋友 在这里有一个人 是去带领他的弟兄 还有一个人 是去找他的朋友 肥利找了拿蛋液 把拿蛋液带到主面前 这是一个找一个 佩基注重对付一个 请你们记得 基督教的根基 就是建立在这一个就一个上 前一百年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信徒 名叫哈利佩基 他特别盟主的恩典 开他的眼睛看见说 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不会做 我是最简单的人 我不会带领许多人 但是最少我总能一个对付一个 许多人能够做大的工作 我做不来我就只对付一个人 只注意一个人 老注意他 老跟着他 我只会说 我得救了 你也要得救 抓牢一个 怎么都不放 总得要等他得救才过去 老替他祷告 老和他讲话 结果到他去世的时候 得找了一百多个人信主 何多玛和他的一一团 接着他下去 就有何多玛所发起所谓的一一团 一个就一个的团体 佩基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何多玛从他得了帮助 也这样老是一个一个的盯着去做 总是要等到这一个人得救了 才再换一个 不然的话 老是对付这一个 佩基的意思是 我如果要对付两个不行 对付三个 更没有这件事 我只对付一个 总不肯让他过去 结果到他去世的时候 得着了一百多个 结结实实的一百多个 后来何多玛受他的感动 何多玛是有学问的人 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 他就组织了一个一一团 在二十七个国家之中 都有他们的团体 现在是停止了 从前是救了许多人 他们不管教会问题 只管救人 老跟着一个出信的弟兄 要自己看见 也许我不是大有恩赐的 我出信就像安德烈一样 不过安德烈在他得着主的那一天 就去找他的弟兄 肥利也是在他遇见主的那一天 就去找拿蛋液 这都是当天做的事 所以当你得救之后 立刻就得对你家里的人做见证 可是你如果觉得力量不够 就可以对付一个 老跟着这一个 像中国人所说的 死盯住他一个 总不放 我就是要你这一个 这样做 我们就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四 什么时候做见证 人应该一相信主 就做见证 不管对一个人做见证也好 对朋友们做见证也好 在家庭里做见证也好 或者是到城里面去做也好 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做也好 中午的时候做也好 或者在一个地方做也好 在一带地方做也好 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 是在一带的地方做见证 不管是在会堂里也好 在乡村里也好 这个见证总得做 每一个信主的人 这一个见证总得要做 人在信主的第一天救救人 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不知道在我们中间 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 这个机会是过去了 出信的人要当天就救人 这是神的大怜悯 讲到这里 我记起一个故事 是相当出名的 那一个故事的名字 就叫做敌营长 有一个人叫做刀德 算是前一个世纪 很会救人的人 他得救的时候 是十六岁 情形是这样的 在一个放假的日子 他到一个乡村里去 在那里碰着一个教会里的 一对老夫妻招待他 那一对老夫妻很会做工 就把他引到主的面前去 他本来是一个年纪轻的人 糊里糊涂 那一天他跪下来祷告 得救了 后来他就和那一对夫妻 在一起谈话 那时是他们大家 在一起喝茶的时候 他祷告完了之后 就和他们在一起喝茶 在喝茶的时候 他们就谈起 在我们这一个地方 总得要等那一个 敌营长辉改了 才有办法 他是一直要打人的 实在没有办法 刀德是一个年纪轻的人 一听见这个话 就问敌营长是谁 他们就告诉他 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他家里 预备了一支手枪 谁给他开口讲福音 他就打他 对于基督徒 他就给他们起一个名字 叫假冒为善的人 他看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是假冒为善的人 只要是基督徒 他就要打 所以没有一个人 敢向他传福音 也没有一个人 敢从他住的那条路上走过 因为一从他的路上走过 他就要骂 咒诅得非常的凶 刀德就说 主啊 我蒙你的恩典 今天第一天你救了我 我要去向他做见证 茶没有喝完 就说我要去 德救没有两个终点 就要去向敌影掌座见证 那一对老夫妇就劝他说 这是不行的 我们许多人劝过他都不行 你不要去 有的人给他用枪托打出来 有的人给他用棍子打出来 有的人看见他要开枪 就赶快跑出来 又不能因着传福音 被打而控告他 所以他越打越厉害 并且他又是长官 推武的军人 是律法上保护的人 没有人敢碰他 他说 不 我觉得我应该去 他就去了 一到敌家门口 一扣门 敌影掌就出来开门 敌影掌就说 青年人 你要做什么 棍子拿在手里 他就说 好不好让我说几句话 两个人就一同 走到房子里去 一到房子里 刀德就说 我盼望你能够接受 主耶稣做你的救主 敌影掌就把棍子拿出来说 恐怕你是新来到这一带地方 你是出到这里来 所以原谅你 不打你 难道你在这里没有听见吗 这一个地方 是谁都不许提起耶稣的名字的 走 快快走 刀德就在说 我劝你应该相信耶稣 敌影掌就发火了 到楼上去 把手枪拿下来 很凶地对他说 走 不然我就开枪 他说 我是要劝你信耶稣 你要开枪 只好让你开 不过 当你还没有开枪之前 让我祷告 他就立刻当着敌影掌的面 跪下来 祷告说 神啊 在这里有一个人 不认识你 求你救他 第二次再说 神啊 在这里有一个人 不认识你 求你怜悯他 怜悯敌影掌 一直 一直的祷告 跪在那里不起来 一直说 神啊 求你怜悯敌影掌 求你怜悯敌影掌 当他祷告到五六遍的时候 他就听见 在他旁边有个声音 好像是叹一口气 等一等 又听见手枪放下来 再等一等 敌影掌也跪下来了 在他的旁边 祷告说 神啊 你怜悯敌影掌 五分钟之后 那一个人 相信了主 他就拉一拉 这个青年人的手说 我一生都是听见福音 今天我是第一次 看见福音 这一个青年人 告诉人说 当时我看见他的脸 照就是犯罪的脸 每一横都是罪 每一横都是凶的 但是 光从每一横里照出来 每一横 好像都是在 说神怜悯了他 第二个主日 敌影掌就到礼拜堂里去礼拜 一直到死 敌影掌也带领了几十个人得救 刀德就是有这一股劲 在教会的历史中 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头一天相信主 两三个终点之内 带领了一个出名 不容易对付的人得救 这个敌影掌的故事 是世界出名的 刀德虽然不是很会讲道 但是很会救人 所以 一个出信的人 总要他越早开口 带领人相信主越好 总不能让时间空过去 五 信徒快乐的秘诀 每一信徒 在他一生之中 有两个大日子 是他得着快乐的日子 第一个快乐的日子 是他相信主的日子 我已经接受了主 所以我特别快乐 第二个快乐的日子 就是他第一次 带领人归主的日子 有许多人 头一次带领人 真的到主面前去的时候 耐得快乐 也许比他自己得救 还要快乐 千万不要堕落到一个地步 没有快乐 许多人不快乐 是因为从来没有替他的主 说过一句话 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 到主面前来 圣经里说 只有有智慧的人 才能救人 所以 初心的人 应当在起头相信主的时候 就学习救人 总得学习做智慧的人 在神的教会里 才有用处 许多人到了今天 还没有属灵的窍 就是因为 他不会救人 人救不来 所以一辈子 都是呆得笨的 我们不是劝人 到讲台上去讲道 我们是要 人能救人 许多人讲道行 救人不行 许多人 你把一个人 带到他面前 他就毫无办法 只有能对付人的灵魂 把人带到主面前去的 那才有用 盼望出信的人 从起头就能有学习 绝不能说 一个人有了光 而不照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 有了牙而不长的 有了权而不留的 照样也绝不能说 有了生命 而不想生生命的 谁对于罪人 不能做见证的 恐怕他还需要人 对他做见证 谁没有心意 没有兴趣 要叫人悔改归主的 恐怕这一个人 还需要悔改归主 谁在人面前 为着主没有声音的 恐怕他还需要 听神福音的声音 绝没有有光 而没有光线的 也绝没有有权 而没有水的 总不能有一个人 进步到一个地步 连救人都不救 我不是说传福音 我是说救人 我不是说传福音 我是说做见证 没有一个人 能进步到一个地步 不必向人做见证 所以出信的人 一起投 就要好好的 学习做见证 这是一件 进步不了的事 是一辈子要做的事 当你们再多走一点 前面的路的时候 你们就要听见 弟兄们对你说 你应当做活水的管子 我们应当接在圣灵里 让活水 让圣灵流到我们身上来 但是我说 这也是所有的弟兄说的 就是生命的管子 有两个头 一个头是向着圣灵 向着主 向着生命开的 一个头是向着人开的 但是人这一边的头 如果没有开 活水就永远不会流 没有一个人 能错误到一个地步 以为说 我向着主开就够了 请你们记得 凡只向着主开的 生命的水 还是不会流 要向着主开一个头 向着人 向着世界 向着罪人 也开一个头 那一个头一开 活水就流出来 有许多人 在神面前没有能力 也许是因为 他向着主开的 那一个头没有开 但恐怕有更多的人 在神面前没有能力 是因为他向着罪人 做见证 带领人归主的 那一个头没有开 在这里 我不是说讲台上的 传福音 我个人就看不起那些 在讲台上能传福音 而下了台 不能对付灵魂的人 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讲台上的传福音 绝不能代替个人的 对付人 救灵魂 是一件有智慧的事 只有有智慧的人 才能做 光是在讲台上传福音的人 不一定会带领人 但是有智慧的人 就能得人 所以 那一个见证的头 必须开起来 活水就能在那里流 不然的话 没有用处 以往的时候 也有人做这样的事 我今天也来做 我算了一算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一万个信徒 从今以后 在各地真是同心合意的 好好地做见证 不是在讲台上做 是真的去救人 每一年一个人 带领三个人归主 我告诉你们说 十年的功夫 全世界的人都得救 今天的福音传得太慢 神的儿女 只要有一万个起来 每一个人一年就三个 个个都这样做下去 十年的功夫 全世界的人不够救 因为十年 要有二十三亿六千 五百四十四万人得救 今天全世界 只有二十二亿多的人口 这样你们才知道 今天个人救人的事 是多懒惰 因着这个懒惰 损失是多么大 我盼望年长的弟兄 对于救人的事 总要定牢出信的弟兄去做 总要他们告诉你 什么时候 他们救了第一个人 每一个负责的弟兄 都得有一本账博 记载弟兄们 某年某月某日 拯救了第一个人 第一个得救的人 一定要他们告诉你 如果他们没有告诉你 你要去问他们 问一次不够的话 下一次要再问他 再问他 总要各个人 都在相当的时期之内 带领人到主面前来 如果一个人一年之内 能带领三个 那是大有果效的事 把一半个当作基数起头 全世界的人 十年之内都要得救 一个也不漏掉 所以要给这些弟兄看见 他们的责任该是多大 这不是小的事 这也不是低的事 要给他们看见 这是多么高的事 你们不要以为说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普天下 是难的事 我告诉你们说 神的灵如果 能够在这一代里挑选人 十年就够 圣灵做工 做了二千年 所不能做了的 我们能够跪下来说 主 你做十年 他如果挑选一万个人 做十年 每一个人 一直继续地在那里做 我相信 十年之内 福音要传遍天下 十年之内 人要就完 那是荣耀的日子 所以 我今天盼望说 你们能看见这一件事 这一个世界 虽是这么大 但人并不多 在中国得救的人 的的确确是少 这一件事 实在是最羞耻的事 以人口的比例来说 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 赶不上日本 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 以数量来说 也赶不上印度 印度要比我们多好几倍 但是印度的人口比我们少 他们只有三亿多 我们却有四亿五千多万 所以老实说 在福音的事情上 我们中国是最落后的 让我们看见 在这一个国度里面 福音是第一落后的 得救的人最少 教友也最少 所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应当在主面前看见 我们应当多负起责任来 六 做见证的责任 有许多人没有听见福音 是因为你没有做见证 结果就永远地分开 而不是暂时地分开 那一个分别 真是太大 蔡尔茅士博士 是前一个世纪下半季 讲到最好的人 也是最会救人的人 他讲一个故事相当好 他说 有一次他到一个人家里 去吃晚饭 吃完后 就读圣经 蔡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 很会说话 在那里谈了许多学问上的事 那时 有当地两个年纪很大的酋长 也在那里谈谈 这位酋长也是很有学问的 他们就谈了很久 后来 大家回到房间里去 酋长的房间 刚刚好是在他的对面 蔡博士到了自己房间的时候 就听见对面房间里 有一个声音 好像是什么东西跌下去 他跑过去一看 看见酋长跌在地板上 已经死了 其余的人也都跑来了 蔡博士马上就站起来说 如果我知道有这一件事 我前两个钟头 就不谈那么多的话 我的手指头 要只给他看永远的事 但是 我没有花五分钟的时间 说到关乎这一个人 灵魂得救的事 我没有给他一个机会 如果我知道 现在我所知道的 刚才我要尽我的力量 去告诉他 人需要知道 耶稣为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现在太迟了 刚才我如果对他讲这些话 你们定归要笑我不得时 现在我说这些话 时候是太迟了 吃饭的时候 我所可以说的话 现在盼望你们能听 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信 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 我告诉你们 这一个分别是永远的分别 不是暂时的 何等可惜 这一个人永远不能到天上去 所以 初心的弟兄要看见说 这一个不能放松 总要带领人归主 在我们里面 要有一个意念 就是要带领人归主 最少要他们听见主的福音 并不是要讲道 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念 乃是要救人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当我初心的时候 就有年长的人告诉我 每天应当最少对一个人讲福音 当然许多生病的人不能这样做 没有病的 要鼓励他们 一天至少要对一个人 讲道主耶稣 每一个人应当有记录 应当一年就多少人 或者一年就三十个 或者一年就五十个 最怕的祷告 就是那些摸不着边际的祷告 你到主面前去说 主啊 求你拯救罪人 这是没有边际的 你总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要十个就是十个 要二十个就是二十个 要三十个就是三十个 你说主 我问你要三十个 也不是要三千个 五千个 你把步子记下来 得了一个就记下一个 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以算一算 不够的要补 你说主 你还缺我五个 现在要过年了 你不给我不行 总是劝弟兄姊妹 都要这样的做 我告诉你们 一年的功夫就三十个 五十个不算多 如果讨十个 二十个 是很平常的 总要有专一的数目 来讨 等一等 你看见主所给你的 也是专一的 你说 主 我要二十个 你天天在主面前祷告 有机会的时候 就去做见证 最少一天 总应该对一个人做见证 千万不要想做传道 站在讲台上传福音 总是看见人就做见证 碰着人就做见证 光是在讲台上传福音 根本没有用处 千万要叫年纪轻的人 学习天天去做见证 天天找机会 替主做工 有的人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摆下来 为卓氏奉主 但是 也有许多的人 在他的身上 只有讲台上的盼望 而没有任何其他工作的责任 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要存这种虚空 而又虚幅的盼望 我盼望你们要把这一条路 摆在年纪轻的人的面前 就是要个人带领人归主 至少要一个对一个的去说 你们知道 穆迪是最会救人的 在讲台上 救人也不少 他在美国 是有史以来 最会救人的 肥利是第一个 穆迪可以说是第二个 穆迪有一个定规 无论有讲台也好 没有讲台也好 最少一天 总要对一个人传福音 有一天 穆迪到床上去睡觉了 忽然间想起来 今天没有传过福音 怎么办呢 就起来 穿了衣服去找人 看看钟 不对了 已经半夜了 街上已经没有人了 现在可以到哪里去找人呢 他没有办法 就去找警察 他就劝一个警察说 你要相信主 那一个警察 心里正是非常难受 就很生气的 他说 你这个人 半夜里什么事情都不做 却来劝我相信耶稣 穆迪怕他骂 稍微给他讲了几句 就赶快回去了 但是感谢神 过几天 那一个警察就得救了 我想 初心的弟兄 身体没有病的 最少应当在神面前 立定一个志愿 有机会就去找人 最少一天找一次 我想 如果初心的弟兄 每一个都这样 作传福音的人 带领人归主 不几年 中国可以打下来 很快的可以打下来 前些日子 我们说这话 今天再说 我们不要有其他的组织 其他的团体 只要教会传福音 就什么都不能拦阻 盼望举起你们的火来 去点亮所有的人 让每一个人 都出去把别人点亮 我告诉你们 福音的见证 是从我们的身上 继续下去 直到主来 千万不要到 我们的蜡烛点完了 救了 盼望借着这一只蜡烛 点亮另一只蜡烛 再点亮另一只蜡烛 一年之内 问神要三十个 五十个不算多 每年都要把人 带到主面前来 我告诉你们 这样教会就能有前途 我们要做 从前许多年 所没有做的 在我们面前 有许多工作要做 少年的弟兄 要全提起来 十六 领人归主 我们对于初信的弟兄 已经讲到 相信之后 应该为主做见证 现在 我们应该教他们 怎样带领人归主 如果他们不知道 怎样带领人 就许多的见证 恐怕是白做的 关于这件事 我想我们必须 把它分作三段来说 第一 为着罪人到神面前来 第二 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 和带领人归主的技术 为着罪人到神面前来 一个人亦得救 你们第一件事 不只劝他们 应当怎样去做见证 并且要告诉他们 如何带领人归主 要带领人归主 有几件事是 必须要做 必须要学的 一 应当预备一本步子 第一件事 是要预备一本步子 让神把他 所要救的人的名字 摆在你心里 就像你们刚得救的时候 我们曾告诉你们的 你们以往亏欠人的 应该赔偿 你们记不记得 哪一个功课 那一个时候 你们怎么晓得 应该向着这一个人赔偿 是因为主把那一个人 摆在你心里 叫你记得那一件事 你就非去赔偿不可 第一次记起一件事 过两天又记起一件事 过四五天 又记起一件事 在那里 你对付 你一次过一次赔偿 有的要写信 有的要当面去做 今天也是照样 每一个人 如果要做带领人归主的事 要替主做见证 就要让主 把那一个名字 摆在你心里 自然而然 你心里有负担 会替好几个人 或者好几十个人 祷告神 不是随便坐下来 写一张名单 如果随便写 你要白花许多功夫 所以 在你写名字的时候 最要紧的 要好好的 让主来给你看见 这一个工作 做得好不好 完全是在 起头起的好不好 这一个名单 不是你可以随便写的 你是要专一地求神 给你几个人 当你把这件事 摆在主面前的时候 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自然而然 会记得那一个人 你家里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你所认识的人 自然而然 他们的名字 会到你的心里来 叫你一直觉得说 这几个人 我盼望他们赶快得救 所以要预备一本步子 把那些名字 一个一个写进去 并且要编号头和日期 写明是几时祷告起的 比方今天是7月16号 你就写7月16 第几号 为着某某人 某某人祷告 另外一边 再写一个日期 那一个日期 是在他得救的时候 写进去的 总是这本步子里的人 不写则已 一写进去 就不能出来 只有两条路可以出来 一个就是得救 一个就是死亡 第三条路都摆不进去 除非他死了 就不替他祷告了 算了 算我这一个祷告的 投资投坏了 投错了 一写进去 总是要一直祷告 祷告到他得救为止 这一本步子 总要分成几项 第一项是号码 第二项是日期 第三项是名字 第几号 某一个日期 为着某人 起手祷告 第四项 又是一个日期 就是他得救的时候 如果不幸有人去世了 也可以在第四项上 写他去世的日期 说他去世了 人如果没有去世 又没有得救 总不放他 总不能祷告到 某一个日子算了 停了 我们的祷告 总是要祷告到 他得救为止 我记得一个弟兄 替一个人祷告 记在步子上 整整十八年才得救 所以这是说不定的 有许多人在步子里 有的一年得救 有的两三个月得救 也许有一两个是难的 但是也逃不掉 不过 我们总不要放松 总是要他得救 二 祷告是救人的基本工作 当你们预备好 这一个步子的时候 你们就必须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救人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 在我没有向他开口之前 我必须在神面前祷告过 我要先求告神 然后到他面前去说话 总是我要为着 他先到神面前去说话 绝不能先向着人说话 如果先向着人说话 就没有用处 我在某地 曾看见一两位负责弟兄 他们很热心地 要带领许多人归主 但是 我和他们一接触 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对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为那些人祷告 你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这一个负担 你在人中间 虽然有那一个兴趣 还不够 那一个工作 也做不来 你总得在神面前 有那一个负担 然后你在人面前才能够做 所以 第一件事 你们总得先向神要几个人 主耶稣曾说过 凡父所赐给我的 必到我这里来 你们也记得 是《徒刑传》二章 神天天将得救的人 加给教会 所以我们要问神要人 要向神求说 神啊 求你将人赐给主耶稣 求你将人加给教会 人是从神那里 去求出来 讨出来的 要在你这一边 和撒旦来办交涉 人的心是最难办的 我们不容易 叫他的心归向主 所以问题是说 你在神面前 要好好地先为这一个人祷告 然后你再很仔细地向人说话 因此 祷告是何等紧要 你把人一个一个摆在神面前 好好地祷告过 并且要相信 这样你就能好好地带领人归主 所以 会带领人归主的人 都是认识祷告的技巧 技术的人 一个人如果祷告的答应出了问题 我告诉你们说 你出去为主作见证 也要出问题 盼望出信的弟兄看见 你们的路是这样的 先要替人祷告 然后 采取做见证 关于祷告的问题 祷告得着答应的问题 我们已经说过了 但不知你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清楚 这一个祷告的问题 你们必须要实际地学 如果没有实际地学习 你们就不能马虎地过去 你们在这里 要看见说 每一个善于带领人归主的人 都是善于祷告得着答应的人 今天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姊妹 你对于祷告没有把握 请你记得 你对于带领人归主 也就没有把握 三 祷告最大的拦阻 乃是罪 出信的弟兄姊妹 要注意的 就是你们所知道的罪 必须把它拒绝 你们必须学习在神面前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们知道的罪 必须拒绝 人在神面前 罪的问题一马虎 祷告定规受拦阻 罪总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知道 有许多人 因为容让罪的缘故 他的祷告 就祷告不出去 因为罪 不止拦阻我们祷告 罪也破坏我们的良心 罪这一个东西 有主观和客观 两方面的工作 客观的工作 是在神一边的 主观的工作 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客观方面 罪拦阻神的恩典 和神的答应 以赛亚书59章 我想你们都记得 他说 耶和华的绑壁 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 并非发尘 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灭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神的怜悯 和恩典的能力 是全世界 最有力量的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 能拦阻他 就是罪能拦阻他 罪叫他 不能显现 还有一节 圣经可以注意的 就是诗篇里说 我的心 如果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你们要看见 这是没有办法的 人如果对于罪的问题 没有好好地受对付 他就自然而然地 在神面前有拦阻 没有承认 没有摆在血底下的罪 在神面前 是一个大拦阻 叫你的祷告 不能蒙神地垂听 这是客观方面的 主观方面 最破坏了人的良心 人一犯罪 不管他自己 对自己说什么话 不管他在圣经里 读了多少话 不管圣经里的应许 有多少 不管谁有多少 悦纳人的恩典 他的良心 总是软弱下去 踏不上来 圣经里说 良心像船一样 这一只船不能破 船就不要紧 但是不能破 船小也可以 但是不能破 照样 良心也不能破 一有良心的不安 许多的话 就说不上来 这不止在神面前 有拦阻 在你自己里面 也有了拦阻 我常常想到 信心和良心的关系 信心像货物一样 良心像船一样 所有的货 都在船里面 这一只船一漏 货物也就漏掉了 信心像货物 良心像船 良心刚强 信心也刚强 良心一漏掉 信心也漏掉 这一边向着神求 那一边良心控告自己 神比我们的心大 我们如果定自己为罪 神更定 我们为罪 这是约翰说的 要注意些 初心的弟兄 要看见说 我们在神面前 如果要做一个 会祷告的人 对于罪的问题 总要解决 初心的弟兄 特别要注意血的问题 他们是活在罪里面 这样长久 现在他们刚刚出来 稍微不注意一点 他们就脱不干净 所以要他们注重地做 总得到神面前去 一件一件地承认过 一件一件地 摆在血底下过 一件一件地拒绝过 一件一件地 把自己从里面脱出来 然后良心才会恢复 一有血 良心就恢复 血一洗 良心就没有空杠 自然而然 就能见神的面 千万不要弄到一个地步 你们在神面前软弱了 你们如果在神面前软弱了 你们就不能替人求 所以 罪的问题 是第一个问题 你们要常常注意 天天注意 你们在神面前 有好的对付 你们才能在神面前 好好地祷告 把这些人 带到主面前来 你如果天天 在主面前纪念他们 你就要天天看见 主带领人得救 我们天天催促他 你如果真的信 你如果天天催促 不久 你要看见 你能得着许多人 祷告乃是最大的试验 把这些是摆在 初心的弟兄面前 给他们看见 有一个很大的考试 或者说是一个试验 这是试验说 你在神面前 属灵的情形如何 你属灵的情形 如果是对的 是正常的 没有难处的 你就自然而然 看见这些人 会一个一个地得着 你在主面前 一直地求 过了几天 半个月 一个人得救 两个人得救了 三个 五个人得救了 一个一个地过去 如果过了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你的祷告 还没有得着答应 必定是你的祷告 有毛病 所以你们必须看见 祷告乃是 你最大的试验 试验说 到底你在神面前 有没有病 如果在那里有病 自然而然 你的祷告得 不着答应 如果你在神面前 没有病 你就看见说 总归过了一些时候 有一个人 两个人 要得救 所以 要劝这些弟兄们 都得有一个 步子 摆在那里 如果那一个步子里面 好些日子人不动 你们就要在神面前去拼 在那里有问题 要对付 或者是有罪 像刚才所说的 罪如果存在 你的祷告就出不去 你的祷告 如果能够刚强地存在 罪定规也会除去 如果不是祷告 把罪赶走 就是罪把祷告赶走 因为我知道 初心的弟兄姊妹 最大的难处 还是在罪上 要叫他们看见说 祷告最大的拦阻 乃是罪 所以你们要学习 在神面前 对付那些 不应该做的事 一件一件 在神面前 好好地对付 这样 你才能做一个祷告 常常得着答应的人 四 祷告应当有信心 假定说 他们的罪 是彻底对付过的 良心在神面前 也是很刚强的 你就再对他们说 还有一件事 是紧要的 就是应当有信心 实在说起来 对于初心的弟兄的祷告 就是良心和信心的问题 虽然我们看见 祷告是一件很深的事 但是祷告 对于初心的人 实实在在 只有良心和信心的问题 如果他们在神面前的良心无亏 信心就容易刚强 信心在神面前 如果相当刚强 自然而然 祷告容易得着答应 所以要劝他们信 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信心 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不应当有疑惑 是神叫我们祷告 是神请我们祷告 是神给我们应许说 你们尽管向我祷告 所以我们祷告了 神就不得不答应 他说扣门 我就给他开门 绝没有我扣了 他不肯开的事 他说 寻找的就寻见 绝没有我来寻找了 却寻不见 他说祈求就得着 绝没有我来求了 却得不着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把我们的神当作谁 所以你们必须看见 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 今天我们都是相信主多少年的人 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好像那一个时候的信心 是相当难得的 信心是根据于认识神 认识神有多深 信心也就有多深 我相信神 我应当多多认识神 信心才能放心 所以得救是根据于认识 你们已经得救了 你们已经认识神了 所以可以信 一点难处都没有 你们如果信 神就答应你们 要学习从起头起 就做一个满有信心的人 不是凭着感觉 不是凭着头脑想 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信 你们真是学习 在神面前信的时候 你们看见你们的祷告 就得着答应 关于罪的问题 关于信心的问题 你们必须凭着神的话来相信 因为神的话像献款一样 可以拿来用的 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工作 应许不过是告诉我们 神的工作就是 工作不过是显明神的 应许就是 让他们接受神的应许 像接受神的工作一样 当他们凭着神的话来相信 不住在疑惑里 是住在信心里的时候 他就要看见 神所说的话是真实 他们的祷告 就要得着答应 五 要羡慕做一个会祷告的人 要鼓励出信的弟兄 要叫他们有一个意思 有一个雄心 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会祷告的人 鼓励他们要有一个意思 在神面前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 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能力的 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是神听的 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 神不听 请你们记得 什么叫做有能力在神面前呢 有能力在神面前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他说话神肯听 好像神欢喜受人的影响似的 有的人的确能影响神 在神面前没有能力的人 就是他在神面前说的话 神不理 你总是拖拖拉拉的 在神面前拖了许多钟头 但是神不理你 所以祷告的答应是一切的试验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们试验说 神是会听祷告的神 也试验说 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会不会祷告 你们学习把这些名字 记在布子上 在神面前一个一个的对付 看神多少时间来救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 我说要在初心的人里面 造出一个羡慕来 你们看见吗 要在里面有一个羡慕 要在里面有一个意面 要在里面有一个欢喜 说 我的祷告能够常常被神听 这一个比许多事情都好 我能够祷告 神常常听 这一个比站在讲台上是好多了 我们要求神说 愿意我在你面前 一有什么要求 你就能欢喜听我 我们在神面前 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能够被神信拖到一个地步 你要什么 神就给你什么 这是一件大事 所以盼望你们从头就有这一个盼望 我的祷告神能听 你们就是把这些人摆在那里 把这些名字摆在那里 一号一号地在那里求 如果过一个时期很长久了 还不看见听 你在那里就要办交涉 祷告要得着答应 常常要办交涉 如果在一个时期中 祷告得不着答应 总是有病 你若马虎就要摊下来 在这里你看见这一个步子的需要 这一个步子叫你在神面前 能够知道你的祷告 有没有得着答应 许多人在神面前 根本不知道他的祷告 有没有得着答应 因为没有步子 所以要劝出信的弟兄 用这一本步子 这样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 他自己就会知道 在主面前出事不出事 他自己也会知道 神对于罪的感觉 比你对于罪的感觉 要敏锐得多 也快得多 许多时候 你没有感觉 神已经感觉 有东西在那里拦阻你 所以你的祷告 不能得着答应 当你这样 把步子摆在神面前的时候 过了相当时间 你看见得不着答应 你就知道出了毛病 这一个病 总归是根据于这两件事 若不是良心里有罪 定规是信心出了毛病 特别对于初信的弟兄 其他深的谈不到 只要管他的良心和信心就够 所以要对这些初信的弟兄说 你们的那一个罪 在神面前 总得要对付 要承认 要拒绝 你才能够信 要真实的信 完全的信 相信神 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来做 这样 你们看见得救的人 一个一个又回来 总要叫他们的祷告 得着答应 在他们的生活中 总是一直要有祷告的答应 你们每一天 要划出一个规定的时间来 为着坐待祷的工作 花半个钟点也行 花一个钟点也行 花一刻钟也行 但是 总得有一定的时间 请你们记得 对于初信的弟兄 总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祷告 年长的人 我不说这话 但是 初信的人 一定要有一定祷告的时间 他如果没有一定祷告的时间 他就没有一定的祷告 结果就没有祷告 所以 总得要鼓励他 定规一个祷告的时间 要一刻钟就一刻钟 要半点钟就半点钟 不要心太大 要两个钟点 等一等两个钟点拿不出来 我想 有的人划出半点钟 一点钟 一刻钟 也许就够 总是要划出一个时间来 替你所要祷告的人祷告 总不能放松 六 几个领人归竹的榜样 我在这里记下几个故事 就是许多人 是如何做这个工作的 一 对钟者的女主人 在英国有一个女人 家里有许多钟 怎么办呢 她必须雇一个人 天天来对钟 总不能一架中是十点 一架中是十一点 一架中是十二点 这不是谁听谁的问题 这也不是平均的问题 所以总是要雇人 来把她叫准 有的人家里就常年 包给那些对钟的人 天天来对 她家里也包了一个对钟的人 天天来 她这一个人 也是一个替人祷告的人 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记在布子上 有一天 她忽然想起 这一个对钟的人天天来 我一次都没有向她提起主的名字 我也没有替她祷告过一次 她觉得 主把这一个名字摆在她心里 所以就把它记在布子里 所以录是这样 是主把这一个名字摆在她心里 她就祷告说 神啊 她来对我的钟 让我来对她的灵魂 她为着她天天祷告 起头的时候 没有向她讲 后来就向她讲 那一个对钟的人 总是 是 是 是的 一点都不动 过几天 她再向她讲 她还是不动 因为她是主人 所以那一个对钟的人 对她很客气 但是 总是一动都不动 一直到15个月之后 钟是天天对好的 她的灵魂也对好了 关于祷告救人的事 总得多在神面前花功夫 常常纪念他们 一个一个向着神提起 得救的时间 长一点 短一点不一定 但是 总得祷告到这一个人 得救为止 二 一个烧煤炭的人 在英国 有一个烧煤炭的人 是在船上烧锅炉的 一天到晚 脸是黑的 身体也是黑的 有一天 这一个烧煤炭的人 得救了 她就问带领 她归主的弟兄说 你想 我第一件事 为着主该怎么做 她说 和你一同烧煤炭的人中 主摆在你心里的 第一个人 你就为他祷告 和他一同烧煤炭的 有十几个人 那时 他特别记起一个 他就一天到晚 替这一个人祷告 后来 不知道怎么被 这一个人知道了 起头 他很不高兴 过了好些日子 这一个传福音的人 又到这一个老地方 来传福音 看见有一个人 站起来说 我好不好 也得救 又说 我要得救 传福音的人 就问说 你为什么要得救 他说 一个人老替我祷告 所以我要得救 就是这一个烧煤炭的人 为他祷告 他受不了 所以 他要得救 就是这样 一个带了一个来 三 十六岁的小孩子 有一个小孩子 只有十六岁 在一个建筑公司里 做一点抄写的工作 那一个公司里的总工程师 脾气相当不好 每一个人都怕他 这一个十六岁孩子 得救之后 也学这一个功课 所以就替他的 总工程师祷告 他很怕那一个总工程师 不敢向他传福音 就是天天为他祷告 过了不久 那一个总工程师 就跑来问他说 在整个公司里 二百多人中 就是你和我不一样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缘故 那一个工程师 有四五十岁 他只有十六岁 这年轻的人 就告诉他说 我已经相信了主 你没有相信 就在那一个时候 那一个工程师说 我也要相信 他就把他带到教会里 后来他也得救了 四 英国两个子末 在英国有一种大家庭 常常开起来 给有的客人住 不是旅馆 是很好的人家 接待了许多人 有两个姊妹 在一个家庭里 也接待客人 来的都是上等人 有的时候 有二十个 或者三十个 同时住在那里 他们两个 都是信主的姊妹 他们看见那些来住的人 所谈的话 都是世界上的事 好笑的事 他们所穿的衣服 都是很时髦的 有一天 他们觉得有一件事不对 坐下来谈话的时候 总是谈那些 不相干的笑话 所以就想要胜过他们 但怎样胜过他们呢 他们人多 我们人少 怎么做呢 他们姊妹 两个商量好 一个坐这一头 一个坐在那一头 他们两个 从两头来拉住他们 他们一个一个地 替他们祷告 总是把他们 带到主面前去 第一天 他们吃过饭 在课堂里谈话的时候 一个坐在这一头 另一个坐在那一头 一个一个地祷告过去 一个从这边祷告过去 另一个从那一边祷告过来 总是把所有的人 都祷告过 结果 那许多人都改变了 第一天给他们祷告了 大家都笑不成功 大家也都谈不成功 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天一个人得救 第二天 有一个人的妹妹得救了 就这样 一个人 一个人 被带到主面前去 请你们记得 祷告总不能少 他们这两个姊妹 相当有智慧 我们不坐在他们中间 给他们影响了 我们要坐在两头 我祷告这一头 你祷告那一头 拉着他们 叫他们转不出去 的的确确 他们转不出去 都得救了 所以要对初心弟兄说 要带领人归向主的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替他们祷告 有计划的祷告 有秩序的祷告 天天祷告 列索号码来祷告 不放松的 一直祷告 到他得救为止 如果他不得救 总是不停止 为着神到罪人面前 去和带领人归主的艺术 光是替他祷告 还不够 光是为着罪人 到神面前来 也不够 你还得为着神 到罪人面前去 告诉他 神是怎样的 许多人有胆量 对神说话 没有胆量 对罪人说话 所以 要训练这些年纪轻的人 要有胆量 去对人说话 不只对神说 也要对人说 对人说到主事 怎么一回事 初心弟兄 总得找机会 对人讲到主 不只老替他祷告 另一面还要找机会 给他讲到主的事 你们要对他们 讲到主的事 有几件事 你们总得特别地注意 一 绝不做无谓的辩论 你们在对人讲的时候 必须有一点技巧 特别是初心的人 对人讲的时候 要有一点技巧 第一 绝不做无谓的辩论 不是说绝不辩论 因为《史图形传》里 有好几次的辩论 连保罗也有辩论 如果要有辩论 乃是你和一个人 辩论给另外一个人听 对于你所要救的人 最好越不辩论越好 你不辩论 给你所要救的人听 不和他辩论 在这里有一点技巧 对于你所要救的人 越少辩论越好 因为辩论会把人赶走 不会把人带进来 总是要给人一个温柔的态度 你如果与人争 他就逃掉了 许多人以为说 辩论能感动人的心 但没有这件事 辩论 耶稣晚上非常好睡 吃饭真有味道 我告诉你们 这一个都是不能变的 你就是说 我知道我相信了 耶稣心里平安 我相信了 耶稣我心里快乐 他要说 这是古怪的事 你说我知道 我的快乐你没有 我的平安你没有 二 要抓住事实 你们看见 带领人归主的那一个技术 都是在那一个事实 不是在那一个道理 你们自己去想 去记得你自己得救的时候 是什么种情形 不是道理听通了才信 许多人道理听得很通 不信 没有用 如果一个出信的人 走错了路 想要用辩论 道理来带领人归主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的路就错了 那一条路走不通 救人的技巧 总是抓住事实 一直在那里抓住事实 所以 常常乃是简单的人 能救人 常常那些道理 讲得好的人 反而把人脑子听对了 结果人不得救 我们是要救人 不是要脑子听得对 脑子听对了 他不得救 有什么用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年老的人 他每一次 都是上礼拜堂去 但是不得救 虽然他自己不得救 但是他认为 上礼拜堂去 是一个好习惯 所以他自己 每一个礼拜都去 也要全家人都去 但是回到家里 总是发脾气 全家的人都怕他 什么话都要骂 一气闷 就要骂人 从来没有接受主 但是礼拜堂总是去 你们知道 一个英国的绅士 总是以为 上礼拜堂 是一件好的事 人可以仍然上礼拜堂去 但一回家 就什么脾气都发 有一天 他的一个出嫁的女儿 来看他 他的这一个出嫁的女儿 是属乎主的 当他来看她的时候 带着一个四五岁小女孩 他就把那一个小外孙 也带到礼拜堂里去 从礼拜堂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小女孩子 把他外祖父看看 觉得他的外祖父 不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 走三路上的时候 他就指着他的外祖父说 你相信耶稣吗 老祖父就说 小孩子不要说话 再走几步 他又对外祖父说 我看你不像是 相信耶稣的 老人家就再说 小孩子不要说话 等一等 那一个小女孩 又对他外祖父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 这一个老人没有办法 那么凶的一个人 那一代的人 个个都对他没有办法的 就给一个小孩子 这样问过两三句的话 把他问得救了 就从那天起 他接受了主 请你们记得 绝不是讲道的问题 在这里 有一个小孩子 他的眼睛比许多人都厉害 他看见了他的外祖父 去礼拜堂 和别的人不一样 他说 你不像一个信主的人 等一等再说 你为什么不信主耶稣 就是这样 把他带到主面前 请你们记得 要传福音 要做见证 不要怕笨 所有脑子好的人 都难得救人 我没有看见一个脑子好的人 能够救人的 因为他都是往道理方面走 道理都讲通了 人不得救 这是大有关系的 传福音是需要有技术的 你必须知道神的路 你才会传福音 不然的话 你的道理讲对了 一批的人来听 整批的人出去 他们不得救 许多钓鱼的人 都用直的钩 没有弯的 总钓不着鱼 钓鱼的钩子 都应该是弯的 才能够钩得住它 总不能够用直的钩 钓一个丢一个 这一个也是出信的人 要学的 三 态度要诚恳 出信的人 就是态度要诚恳 不要当作笑话 也不要讲理 就是告诉他事实 你个人在神面前 所经过的那些事实 你就老站在那一个地位上 我告诉你 有许多人 能给你带到神面前来 出信的弟兄 不要学习脑子大 只要注重事实就够 同时 人非诚恳不可 什么事都可以开玩笑 这一个不能 我看见一个人 他常常要带领人得救 他也肯祷告 但是他的那一个态度不对 一面讲主的是 一面讲笑话 开玩笑 两个调不起来 这样 就把什么属灵的力量 都丧失了 就没有法子 带领人归主 所以 态度总得要诚恳 不能嘻嘻哈哈的 要叫他们看见 这是最严肃的事 四 求神给说话的机会 在另一面 就祷告求神给你们机会 对他们说话 如果你在那里祷告 你看见 神要给你机会说话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 领了一个小小的茶经班 召聚许多在柜台上 卖货的女子来 一个礼拜 给他们一次茶经班 做了一些时候之后 她觉得不行 在这些人中间 有一个女子 特别打扮得漂亮 摩登 她根本一点心都没有 很骄傲地在那里 她就注意她 替她祷告 好些日子之后 有一天 她就请她到家里 来吃点心 那一个女子 是盼望有一点社交 所以就来了 那一天 一坐下来 那位姊妹 就像她开大炮 一样一样地劝她 她说 我不能信 我也爱打牌 我也爱看戏 我也爱世界的快乐 我不愿意有这些的损失 所以我不能相信主耶稣 但是那一个姊妹说 人如果要相信主耶稣 是要把牌除掉 人如果要相信主耶稣 是要把看戏除掉 人如果要相信主耶稣 世界的快乐 是一点不能享受 人如果要相信主耶稣 只能这样行 她说 这一个代价太大 我出不起 那一个姊妹说 我盼望你回去考虑 后来 她回去 跪下来祷告 祷告之后 她说 我定归了 我今天要跟从主耶稣 她忽然改变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 她的心就转过来了 她就把她的衣服改变了 也没有那样打扮了 过了一个月 她的一层的一个经理 就请她到她的房间里去说 我看见你这一个月有大改变 恭喜你 她就很稀奇 是怎么一回事 经理就告诉她说 我们曾开过会 本来定归说 如果你再像从前那个样子 再继续一个礼拜 我们就要结你的职 因为你的态度骄傲 又看不起顾客 又打扮得那么厉害 又嘻嘻哈哈的 你在店里头 什么都不顾 就只顾你自己 但是 稀奇 就在我们定归 没有一个多礼拜的功夫 你会忽然改变了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 我就是这一个月 刚刚好相信了主耶稣 这一件事 我一点不晓得 奇妙的是接下去 就在一年之内 在这一个公司里 有一百多位卖货的女子 给她一个一个地 带到主的面前了 有的人的样子 好像不容易说话 但是 你如果为她祷告 主给你机会向她说话 她要改变 本来和她查经的那一个姊妹 怕和她说话 她的态度 好像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非常骄傲 又是打扮得那样厉害 但是 主给她负担 叫她祷告 祷告到有一天 主说 你要和她说话 所以到那一天 就什么都不管 向她开炮 一直说 一直说 所以一面要祷告 一面要学习开口 有许多人 有许多朋友 亲戚 过了多少年 他们都不敢向他们开口 说主耶稣的事 也许有机会在那里等着你 就是因为你怕 机会就过去了 五 以同等的人 就同等的人 我想 按照我们所看见的 以以往的经历来说 主总是以同等的人 来救同等的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所以 探望出信的人要注意 以同等的人 来救同等的人 你们劝所有的护士 要在护士中间做工 劝做医生的人 要在医生中间做工 在病人中间做工 你们要劝所有的公务人员 要在一同做公务员的人 中间做工 所有的学生 都要在学生中间做工 救恩 总是从犹太人身上出来的 犹太人的原则 一直是对的 你总是要向最近的人做工 不必故意到街上去露天不道 总是从家里的人抄头 做大夫的人 向病人做工 做学生的人 向同学做工 做先生的人 也可以向学生做工 做卖卖的人 劝他们对他们 一同做伙计的人 或者他的老板 他的顾客做工 做庸人的 也可以向同座庸人的做工 我记得在上海一个弄堂里 有12户人家 有一个女佣人得救了 他就定规 从他右面第一家做起 果然 右面第一家的女佣人 先得救 后来 右面第二家的女佣又得救 一共12家 家家有女佣人 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有6家的女佣人得救了 那一个姊妹的意思说 我是佣人 我去找隔壁的佣人 因为在菜场上要碰着她 在弄堂里也会碰着她 我就向她做工 许多小孩子 也劝他们 在小孩子中间做工 总是以同等 来找同等为原则 这是最利便的 许多男人 劝他找男人 许多女人 劝他找女人 我不是说 必须同等找同等 但是我说 在我们的经历里 在以往许多年中 所给我们看见的 总是以同等 就同等最上算 最不吃力 最便当 所以出信的弟兄 你们总必须看见 你们自己是什么种的人 就要去注意什么种的人 除非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亲戚 是你家里的人 那是例外 除此之外 总是以同等就同等 小孩子就小孩子 大人就大人 做买卖的就做买卖的 公务员就公务员 这样 你在那里就看见 一般一般的人 要越过越加增 我不是说 没有例外的事 有例外的事 主耶稣的时候 也做例外的事 不过 这一个是比较平常的 如果叫一个 矿工到大学去讲道 无论如何不太合适 不是主不做 这样例外的事 但是你总不能盼望主 天天都做例外的事 比方 今天有一个学问 非常好的人 站在码头上 和那些工人讲道 你觉得总不像 如果把码头上的工人 救了两三个 让他们去救 其他的工人 我觉得非常公道 并且也容易 许多年轻的学生 不要马上到外面 去做什么工 就是让他们在学生中间做工 像福州 有一两位年轻的姊妹 带了三四十个同学得救 总是让他们 以同等的地位 来救同等地位的人 六 天天借祷告 把人带到神面前 初心的人 你们要看 你的同学有多少 要为你的同学祷告 总不能 没有一个人不祷告 你们要看 你们的同事有多少 与你们一同 做护士的人有多少 一同做医生的有多少 病人有多少 你公司里的伙计有多少 你机关里的同事有多少 总是要求 神把一两个特别的人 摆在你心里 主把一个人 摆在你心里 要你救他 你就把这一个人 抄在布子里 又把他天天 摆在主面前 主在你心里 所给你的 你写在布子里 借着祷告 把他带到神面前 要天天这样地做 过些日子 你要看见 一个一个的出来 一个一个的得救 替他祷告之后 你总是要对他讲 一直跟着他 对他讲 总是把主的恩典 主在你身上 所做的事 告诉他 叫他没有法子抵挡 叫他没有法子 忘记主所做的事 这一类的事 初心的弟兄 要天天注意地 在那里做 七 无论的时不得时 都得讲 末后 让我再提一件事 这并不是说 没有祷告就不可做 不是有的时候 你忽然碰着的 就不讲 有的人 你第一次碰着他 你也得讲 总是要抓住机会 总是的事 也得讲 不得时 也得讲 因为不知道 有推从你的手里 漏过去 总是有机会就讲 那一个 是经常的开口 请你们记得 你总是要在那里祷告 有名字的的祷告 也有许多没有名字的 还得祷告说 主啊 求你拯救罪人 不管什么人 姓什么 名什么 求你拯救他 有机会碰着罪人的时候 心里有感觉 就对他讲 我记得一个英国海军军官 到伦敦 去看一个赛会 很热闹的 许多人都在那里看 正好 在他旁边 有一个很贵族的中年女人 也在那里看 这一个海军军官 在心里想 不知道这一个人 认识不认识我的救主 所以就转过来 对他说 请你原谅我 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要问你 你认识不认识我的救主 那一个女人 给他一问 棱住了 稀奇 他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后来 他就讲主 耶稣是我的救主 你认识不认识 我的这位救主 那一个女人就说 这一个我不能说 我不认识 后来 那一个军官 就在解释一点 解说完了之后 他就鼓励他 接受主耶稣 那一个女人 也表示接受 两个人 就跪下来祷告 在那里 有那么多的人 来来往往地看赛会 但是他们两个 就跪在那里祷告 这一个女人 就被带到主面前 清清楚楚地得救了 我告诉你们说 稍微不注意一点 人就漏掉一个 所以 有许多人的灵魂 从你手里漏去 实在不应该 我们今天盼望说 所有做工的人 能布一个网 那一个网 是这样的 叫鱼漏不掉 盼望所有出现的弟兄 个个都在那里做 所有负责的弟兄 和其他的弟兄 也都在那里做 你要看见 有许多人 能被带来归主 要有实际的学习 你们每一次 对付一个罪人 要带领他归主 都得把它 当作一个案件 来研究 像做医生的人 一个case 一个case的研究 你不能对病人 开什么方子 都可以 要学习什么病人 开什么方子 所以出现的人 一起投对付人的时候 要研究 每一次失败 要承认那一个失败 如果主教你带一个人归主 你要问为什么 他听你的话得救 请你们记得 世界上的鱼都差不多 人的脾气都差不多 如果你一个一个 在那里对付 过三个月 五个月 你会变做一个 很有技术救人的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会计 而能做会计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教书 而会教书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医生 而会做医生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护士 而会做护士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抬轿子 而会抬轿子的 照样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不学救人 而会救人的 有许多救人的人 便做有技术的 救人的人 这样的人 都得一次一次 把他所带来的人 来考究 来研究 总要在那里看 为什么某人会接受 为什么我说这一句话 他能接受 为什么老师听得很好 后来跑掉了 为什么掉了很长久 鱼耳都没有了 到底为什么缘故 你们千万不要把 所有的难处 都摆在别人身上 请你们记得 所有会救人的人 都是看自己有什么难处 人就不来 总是在我身上有病 我们不能老等在海边说 鱼为什么不跳到船上来 这不是这么简单的 盼望我们能够看见 鱼掉不上来 是我有病 我不行 要花功夫去看 到底那一个毛病 在什么地方 你不能老在那里等 救人是有技术 在里面的 那一个技术 是在你碰着人的时候学的 失败也能学 看为什么失败 得着也能学 看为什么得着 每一次 一个人得着的时候 都得着为什么缘故 我今天能够在你们面前做见证 你们如果好好的这样去做 你要免具许多难处 有许多人 你得着简直是没有什么难处 你到后来会笑 爱 世界上的人 没有几种 我们想将里面的鱼很多 个个都有个性 我告诉你们 他们一点都不厉害 就不过是几种样子而已 对于人也是这样 你看见某一种的人 只要对他讲某一种的话 总是得救的 你看见某一种的人 只要对他讲另一种的话 定归闯祸 定归不相信 过一些时候 你会看见一件事 欲稀奇 世界上的人 对于相信这一件事 种类差不多就是这几种 我如果对于这几种 能够弄得好 差不多的人 我都能应付 人如果是我祷告不死礼的 我能应付他 如果是临时碰着的人 也能应付 一个人如果在我面前 我有机会 可以向他做见证 我就马上说话 我马上要找出来 他是什么种的人 我自己心里有数 按着这一条路去 这一个人对他说这一种话 他总是得救 总是进来 当你仔细地研究 看人怎样进来 在技术上注意的时候 有一天你要和我一同承认说 救人的人 是有智慧的 是聪明的 你要看见这是事实 初心的人 要做两件事 一件是祷告 一件是开口 每一次有经历的时候 开口的经历 无论对和不对 都在那里 把他集中地来看 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他肯听 要集中地 合在一起来看 如果神能够怜悯你 让你带领人得救 救几十个 一百个 两百个 你就可以成功做一个 相当好救人的人 最好救人的人 要知道用钩子 有的话 能够把人勾得来的 就用它 有的话 把人勾不来的 就有病 就要改 你们要仔仔细细地 在那里考究 然后你们就能成功一个 大有能力救人的人 附禄分单张 在过去的二三百年中 神特别用单张来救人 单张的救人 有一个特别 非常方便的地方 因为人口里讲的 都是有时间的限制 也有人事的限制 你不能一天 二十四个终点 都在那里讲 你讲的时候 人也不一定变当 时间不变当 那些人也不变当 你讲很好的道理 但有的人不在那里 所以 要用简单的方法 令人归逐 单张是非常利便的工具 因为单张 没有时间的限制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能够分单张 不管什么时候 人也能够接受单张 也不管什么时候 人也能够读单张 今天有的人 没有时间来听到 没有时间来聚会 但是单张 没有时间的限制 他在路上 我可以送他看 他在烧饭 我可以送给他看 他在公事房里办公 我也可以送给他看 这是第一便当的地方 许多时候 有人很热心 要为着主做见证 带领人归主 可是不能将福音 传得仔细 不能将福音传得完全 有许多替主说话的人 自己不行 多说一点就不行 话不够 所以 初信的弟兄们 最好的一个方法 乃是除了其他 领人归主的方法以外 应当在有空的时候 尽力量在那里 捡好的单张 拿来分给人 因为这一个 能够做你自己 本人所不能做的 不止 单张还有一个便当的地方 有的时候 我们到人面前去 我们当面和他讲福音 也许不能讲得仔细 有许多严重的话 不能讲得那么严重 在人面前说话的时候 会受情面的支配 会受感觉的支配 单张就不会 不管是什么人 他到人面前去 要说的就说 不管他是如何 活的人传道 总会受人的影响 单张传道 不会受人的影响 我就是这么说 单张对于谁就是这样 所以出信的弟兄 要用单张来撒种 我个人想 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你能到处撒种 像旧约里说的 把种子撒在种水的旁边 我们今天要对三个 五个 十多个人讲 要很花功夫 但是 我分单张 在出信的时候 一天平均撒一千 两千 三千 没有难处 遇见一个分一个 出门的时候 拿了一大堆 遇见一个分一个 真是像撒种一样 撒在种水的上面 一千张 有一个人得救 就够了 所以 出信的人 要学习大量 把单张送出去 神实在 是用单张救人 我知道有的人 到人家的门缝里 把单张塞进去 有的人 专门把单张 丢在信箱里去 我记得 有一个人在路上 接受了单张 又摔掉 第二个人走过来 鞋底里的钉符上来 脚痛得很 找一张纸垫一垫 后来就把那一张 单张垫在鞋底里 回去修鞋的时候 看看这一单张 就得救了 这一种用单张救人的事 很多 也很稀奇 出信的弟兄 有空的时候 要把单张 摆在口袋里去分 这一件事 需要像领人归主一样 好好地祷告 总是要专心地做 分给人的时候 或者说一句话 说两句话 或者不说 总是探望他归主 这一件事 出信的人 如果做 他们可以得着 非常大的帮助 十七 挽回弟兄 有一个问题 是必须解决的 就是人如果得罪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不是我们得罪了人 乃是人得罪了我们 该怎么办 我们做神儿女的人 我们被人得罪了 该怎么办 请看马太福音 十八章十五至三十五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瑞士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 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 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 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要求他 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 进去 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 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在这一段圣经里 特别是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 该怎么做 第一是赦免 第二是劝免 我们愿意稍微在这里注意一下 因为是相当的长 我们没有法子仔细地说 不过要把这一段圣经 先来分析一下 第一段 赦免 第二段 劝免 主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 我们第一个责任 在神面前 是要赦免他 第二个责任 在神面前 是要劝免他 赦免这一件事 在我们中间相当注重 也常常被提起 不过我们所注重的 是要他们多注重劝免的事 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帮助 现在 我们要先来看 第一段 赦免的事 二十一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这话 不止在马太福音里有 在路加福音里也有 在路加福音说到这个的时候 比马太福音这里 稍微有一点不同 对于弟兄赦罪 是无限量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至四节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诫他 他若懊悔 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这话 和马太福音那里 有一点相同 但是又不大相同 主在这一边所说的 好像话更重 不止七次 乃是七十个妻子 就是说 神的儿女 对于弟兄的这一个赦罪 是无限量的 是不讲次数的 诗不止七次 乃是七十个妻子 路加福音所特别提起的点 乃是这样说 有一弟兄得罪你 回转过来说 我得罪了你 主说 你赦免他 他一天七次这样做 你都得赦免他 根本不是这一个懊悔是真的 或者是假的的问题 不管这一个人怎么样 只要他这样说 你就要赦免 他那一边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总当原谅他 他一天得罪你七次 一天七次对你说 我得罪了你 主说 你应当原谅他 假定说 七次不算多 但是如果一天七次 就也不算少 同样的是 一直做七次 同样的人 一天七次回来说 我得罪你 若是他真做到这里的时候 你还会相信 他是诚心认错吗 你要说 恐怕他是口里说说就是了 所以下一节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赦免他这么多次 信心没有了 他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难处 一个人七次来对你说 我得罪你 赦免他到七次 好像说 这是不可信 所以他下面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好像信不来了 没有信心了 神的儿女 在这一种情形之下 还是应该赦免 人得罪我们 我们不应该把罪留在那里 一直记着 要有宽大的赦免 不做寡恩的人 主在这里引一个比方 我们要把它简单地解释一下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 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服败他 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在这里 有几个特别的点 需要注意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我们所欠的 永远是越过我们所能还的 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 乃是一千万的银子 并且是没有法子还的 因为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都得对于自己的亏欠 有正当的估价 他才会对弟兄的亏欠 有宽大的赦免 人如果忘记了 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 是何等的大 那一个人 能够立刻变作 非常寡恩的人 人需要看见 自己亏欠神的数目 是何等的大 才能够看见 别人所亏欠 我们的是何等的少 在这里有一个仆人 在神面前 他所亏欠的是一千万银子 是非常大的数目 他自己是没有法子 可归还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请你们记得 人对于神所有的亏欠 总是无可偿还的 人亏欠我们的数目 和我们亏欠神的数目 是差得太大的 所以主人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就吩咐说 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 都卖了偿还 其实就是把他所有的 都卖了来偿还 也还是没有法子偿还的 所以那仆人救抚 他说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偿还 人在神面前 从来不能清楚知道 什么叫做恩典 人在神面前 从来就不清楚知道 什么叫做福音 人在神面前是以为说 今天我们不能的 将来我总会能 今天我所做不到的 将来我总做得到 所以在这里 你看见说 这一个仆人 如果把他的一切都变卖掉 把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儿女 都卖掉 还是不够的 所以他说 主啊 你宽容我 给我时间 你原谅我 你给我时间 我的存心是好的 我不是要赖债 我乃是说 求你给我更多的时间 我将来都要还清 请你们记得 救恩乃是按着神的度量 坐在人的身上 救恩不是按着人的思想 坐在人的身上 救恩乃是按着神的思想 神的打算 做成功在人的身上 救恩不是按着罪人的要求 而成功在人的身上 福音是神按他的思想来救人 我们欢喜看见人祷告 我们也欢喜看见神听祷告 而不一定听这一个祷告 神听祷告 而不是听这一个祷告 十字架上的强盗求告说 当你降临在你国度里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主听祷告 主却没有听这一个祷告 主说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救恩乃是按着他的思想救人 救恩不是神按着罪人的思想救人 不是罪人的那一个有限的思想 在那里想说 神要怎样替他做 救恩乃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思想来想说 要怎样坐在罪人的身上 所以不是等到德国降临的时候才纪念他 乃是今天就在乐园里 那一个税吏在殿里祷告 他用手捶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 他至多在神面前求神可怜他 神听他的祷告 但是神没有听他这一个祷告 主耶稣说 这一个罪人回去就得着了衬衣 你们要看见说 这是要远超过任何罪人所想的 罪人没有想到称衣 只是求可怜 神说 这一个人是称为义了 意思说 他没有犯过罪 看他好像没有罪一样 看他好像有义 不止他罪得着了赦免 并且他这一个人回去称衣了 所以 你们看见主所做的事 不是按着人的思想来成救他的救恩 乃是按着他自己的思想 来成救他的救恩在人身上 浪子回家也是同样的故事 浪子回家的时候 乃是说 你把我当作你仆人中的一个 当他在远方的时候 没有遇见父亲的时候 他是预备好 回家做仆人的 但是 当他来到家里的时候 没有做过仆人 没有变做仆人中的一个 父亲是给他上好的袍子穿 又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并且把那一个肥牛犊宰了 我欢喜这一个那字 在那么多肥牛犊之中 有一个特别肥的 所以父亲说 把那一个肥牛犊 也是我们大家所都领会的 那一个肥牛犊 拿来宰了吃 并且叫所有邻舍朋友来 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一个儿子 是失而复得 死而复活的 我告诉你们说 神所做的 不是按照我们罪人所想的 在那里做 乃是按照他自己 所想的在那里做 那几个人 把那一个摊子 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 盼望主耶稣医治他 主耶稣听他们的祷告 但是主耶稣 没有听他们这一个祷告 他们盼望摊子行走 但是主耶稣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所以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就是神要做到 他自己痛快为止 所以你们尽管把人 带到神面前去祷告 祷告的行也行 祷告的不行也行 哦 神总是要做到 他自己痛快为止 不是做到罪人痛快为止 浪子只要有口粮 有得吃就够 浪子觉得够 但父亲不觉得够 救恩必须是做到父亲觉得痛快才够 不是浪子觉得痛快就够 所以 人对于救恩的思想 要从神那一边来看 主资恩典 是做到他满足为止 在这里 有一个仆人对他的主人说 你宽容我 让我将来偿还 我尽力量去做 我将来要偿还 也许将来我能够还清 这是仆人的要求 任何的人 在神面前欢喜求恩典的人 主都给他恩典 虽然他对于恩典的认识 非常的小 这一个原则 是我们应该看见的 主欢喜给恩典 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意思求恩典 主都给你恩典 主就是怕人不求 人稍微有一个盼望说 主啊 求你施恩给我 主总是施恩给他 并且 主所欢喜次的恩典 是要做到他自己痛快 你以为讨一块钱就够 你如果有一点意思要 他不是给你一块 他乃是给你一千 神总是要做到他满意为止 因为他动的时候 必须和他自己相衬 你一块钱收得进去 神却拿不出来 他要就不拿 要拿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恩典 是按着他的性情 来做成功的 那一个仆人是说 我将来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磁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你看见吗 这是福音 福音就是这样 福音不是神按着你的意思 替你做事 你说 主啊 宽容我 让我慢慢地还 将来我都要还清 主不是说 你有多少先拿来 后来再还清 我告诉你们 从来没有人求恩典的祷告够大 我一直读圣经 我就有一个大的感觉 就是所有人的祷告祈求 远赶不上主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主 是按着他所有的听我们的祷告 自然而然 他也把我们祷告里面的事也做了 这一个主人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神从来都是做超过我们所想的 所盼望的 这就是神的恩典 蒙恩的人 要学习施恩典给人 不过 神在我们中间 有一个目的 凡需要得着恩典的人 都得学习恩典的工作 凡蒙恩的人 都得学习施恩典 人如果蒙恩典 神就要盼望人施恩典 人如果接受的是 神不盼望他行义 人如果接受的是恩典 神就盼望 他是恩典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 掏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我们所欠的是一千万两的银子 别人欠我们的是十两银子 这是没有法子比较的 当我们对主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必还清 主忘记了将来的还清 主就宽容了 下一半的祷告 他不听 他就宽容了 完全宽容了 今天你遇见你的同伴 就是你的弟兄 他们无论如何得罪你 这都是十两银子 无论他们怎样不行 他们还是十两银子 也只有十两银子 他们虽然亏欠你十两银子 但是他们也对你说宽容我吧 他们也说 将来我必定还清 他们和你是同样的祷告 求你宽容我 盼望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盼望 同样的要求 但是呢 这一个仆人不肯 他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尖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主引这一个比方来给我们看 一个不赦免别人的人 在神面前看 是何等的无理 你们如果不赦免你们的弟兄 你们就是这一个人 像拿单对大卫说的一样 你就是这一个人 你就是他 我们读这一个比方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何等的没有道理 我们觉得说 在这里有一个人 主人免去他千万两的债 别人欠他十两的银子 求他宽容 他却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尖里 等他把所欠的还清 他是何等的公义 但信徒的生活 不是根据公义代人 信徒的生活 乃是根据恩典的代人 不是说他不亏欠你 我告诉你 主也知道他亏欠你 但是 主要给我们清楚地看见 一个信主的人 对于另外一个信主的人 如果有不赦免的事 这一个人 就不是以恩典来对待人 这一个人 在神面前缺少恩典 不是说他没有亏欠你 但是你若把他关在尖里 主马上也要来 把你关在尖里 他的亏欠是事实 你的亏欠也是事实 信徒和信徒 彼此来往的基本原则是恩典 不是公义 你所应该给人的应当公义 这是圣经的教训 但是在别人亏负我们的事情上 我们只有恩典 并不要求公义 在我们亏欠人的事情上 我们要公义 在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上 我们要有恩典 在信徒之中 有人亏欠你 有人得罪你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 你必须用恩典 在这里 主引一个比方说 一个仆人掏住别人的喉咙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要求他 并且是俯服地要求他 他不肯 竟然去把他下在尖里 你们如果不赦免 你们弟兄的亏欠 你们就是这一个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怎样对待你 主也盼望 你怎样对待别人 主没有按着公义向你要求 主也不盼望 你按着公义向别人要求 主是按着连续免了你的债 主用什么良器良给你 主也盼望你用什么良器良给别人 主乃是上尖下流 连摇带暗的来对待你 主盼望你也上尖下流 连摇带暗的来对待人 主怎样对待你 主盼望你也怎样对待你的弟兄 所以在神面前有一样最难看的事 就是说一个得了赦免的人 竟不肯赦免别人 没有一件事比一个猛赦免的人 而不赦免人的更难看 没有一件事比一个猛连续的人 而不连续别人的更难看 没有人接受了恩典 而不给恩典 人必须学习在神面前看见说 主 你如何对待我 我也愿意学习如何对待人 我们是微小到一个地步 我们要学习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别人 我想神对于他的儿女 难得有一件事不喜悦 像不喜悦我们的不赦免人 欠债的人讨债 是神所定罪的 圣经里有许多的事 我们看见我们做的时候 神不欢喜 恐怕其中有一件神最不欢喜的事 就是神的儿女不肯赦免人 接受恩典的人 拒绝给人恩典 这是最丑的事 蒙了赦免而不赦免人 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看的事 欠债的人讨债 这是神所定罪的 亏欠的人 纪念别人亏欠他 这是神所恨恶的 在神面前 没有一件事 比这一个更丑更难看 你们要学习连续人 要学习赦免人 免了债的人 蒙了恩典的人 神所拯救的人 今天你们要学习免别人的债 赦免别人 连续别人 也恩待别人 要仰起头来对神说 主 如果一千万两 你把我免了 我愿意赦免所有今天得罪我的人 也赦免将来一切得罪我的人 如果你能够赦免我 我也要学习一点 要有一点的像你 我愿意赦免别人 一个蒙恩典的人 而不给恩典 一个蒙免债的人 要讨债 这固然是公义 但不止 这也是罪恶 所以 我在这里 愿意给出信的弟兄们看见 说 主人问他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这一件事 神愿意我们向他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归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在这里有一个人 落在神的政治的管教里 神把他交给长情的 落在神政治的手里 要等他还清所欠的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盼望说 没有一个人 落在神政治的手里 人要从心里赦免弟兄 像神从心里赦免他一样 所以我盼望出信的弟兄们看见 如果有人得罪你们 总得在神面前学习赦免 总不应该在那里纪念人的罪 总不应该在那里 要为人讨还 这虽然是公义 但这是罪 神的儿女 在这一件事情上 要绝对地向他的神 神是如何宽大的对待你 神也盼望 你是如何宽大的对待你的弟兄 第二段 劝勉地学习 我相信 有许多神的儿女 已经学了赦免的功课 但是 许多人忘记了 一个人如果犯了罪 得罪了我 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从马太福音 十八章十五节起 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一段的要求 这里给我们看见 我们还应当劝勉我们的弟兄 我们不只是赦免 并且还要有劝勉 第一件事 是告诉他本人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在神的儿女中 常常有彼此得罪的事 你的弟兄得罪你 这不是太多的事 但也不是太少的事 这是常有的事 主就给我们看见说 如果有人得领我们 我们该怎样做呢 你就去趁着 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人如果得罪你 第一件事 不是去告诉别人 也不是去告诉主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人如果得罪你 弟兄如果得罪你 第一件事 是去告诉他本人 这话要弄清楚 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 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所以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 不是要你去告诉别的弟兄姊妹 也不是要你立刻去告诉教会的负责的弟兄 也不是叫你随便拿来做说话的资料 也不是说你在祷告中告诉神 主在这里没有这一个命令 初心的弟兄要弄清楚 有弟兄得罪你 第一件事你要做的 就是去告诉得罪你的弟兄 我相信 神的儿女如果遵守主的命令 在教会里 恐怕有一半的难处能够免去 今天的难处在这里 有一个弟兄如果得罪另一个弟兄或者姊妹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他本人也许还不知道 这一个被得罪的弟兄就替他宣传 东告诉 西告诉 一直地告诉出去 全教会也许都知道了 他本人还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 这乃是弱者 只有弱者告诉别人 没有刚强告诉本人 这是道德上的弱者 只有本领背后来说 没有本领当面来说 有污秽的习惯 有罪恶的习惯 在那里传说事情 拨弄事情 而是不洁净的 我们要对付弟兄的错 但是主不要我们告诉别人 第一个要告诉的 总是他本人 而不是告诉别人 神的儿女 初心的弟兄 你们若把这一个基本的功课学习好 你们就能够在教会里 省据许多的难处 在这里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主说 将他的错处指出来 是要告诉他 怎样告诉他呢 主却没有说 要写信给他 主也没有这样说 不是写信 是你自己要去 在他的背后不能说 有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能说 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说 神的儿女 要弃绝在背后 说他们的弟兄 多少神的儿女 在这里失败了 就是当着人的面说人 这是主的命令 要说 但是要只有他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说 换一句话说 只有你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够说 对付个人的罪 只需要你们两个人 第三个人都不需要 绝对的不需要 所以我盼望你们在神面前 要学这个功课 绝不能在你的弟兄 背后来说话 总要学习约束自己 也不能在大众广听 许多人面前说人 总是在你和他两个人 在一起时 指明他的错 这是需要神的恩典的 你不是在那里说别的事 你不是在那里说别的问题 乃是要把你弟兄的错处 指出来 你要指出他的错来 这是一件非常硬的事 可是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对他说 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把他的错指出来说 你做这一件事是错的 你做这一件事是得罪我的 我告诉你们 这恐怕是神的儿女 所该学的功课之一 人如果得罪你 第一个人该知道的 总是他本人 你总应当到他面前去说 弟兄 你这样做是害了我 你这样做有错 有罪 是你本人 应当到他面前去告诉他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一件事是小到一个地步 不需要去对他本人说 弟兄 你得罪我 就也不需要去告诉别人 我听见许多弟兄说 如果这样做 不是很麻烦吗 我到那里去说 不是有许多事情 天天在那里发生吗 你们如果觉得 这一件事不要紧 很简单 你们如果觉得 这一件事不成问题 是小事情 不需要告诉他 我就要说 这一件事 也不需要告诉任何的别人 你不能对于他不需要告诉 而对于别人需要告诉 要就告诉他本人 要就不说 因为是无关紧要的 总不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哦 这是一个罪 告诉的目的 为要得着你的弟兄 在神的儿女中 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 让这件事情过去 如果要对付 就要对付他本人 要对付的话 我们要记得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这乃是告诉的目的 告诉的目的 不是为着减少 你自己的难处 你去告诉他本人 不是要叫你得着赔偿 你们要看见说 你去告诉他 只有一个目的 他如果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所以 问题不是他得罪我多厉害 问题不是我的损失多大 问题不是 我要得着多少赔偿 我要得着多少挽回 是说这个弟兄 这样得罪我 如果这件事不弄清楚 他在神面前不得过去 祷告不得过去 交通出了问题 所以我要去劝他 如果光是你个人的感觉 受了伤 请你记得 那是太小的事 那不够 你总得在神面前看准了 什么事情 要你和你的弟兄伴交涉 什么事 不要你和你的弟兄伴交涉 如果今天 不过是你的感觉受了伤 你觉得不大成问题的是 你可以过去 就不必告诉你的弟兄 也不必告诉任何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 知道的比你更清楚 教会的长老 也没有你清楚 你是最清楚的人 你知道这一个弟兄 做得不对 你要弄清楚 这一个责任 是在你身上 谁是最清楚的人 责任就在谁身上 有的事情 你知道关系大 有许多事情 是你可以赦免的 但也有 不是你能赦免的 主告诉我们说 如果真的有得罪的事 能叫我们的弟兄 失落的时候 你总得到他面前去说 只有你和他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指明他的错 凡不能马虎赦免的 你就不能说 这一件事 可以马虎过去 因为你可以过去 他怎样能够过去 他在神面前有事情 神没有赦免他 神的儿女 要学习除去教会的难处 不要学习增加教会的难处 总要叫教会合而为一 要除去那一个难处 不要加增那一个难处 我们要学习看见 有弟兄错了 错到一个地步 在主面前出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不是小事情 你如果觉得 要对这一个人说 就要对他说 如果你觉得 没有价值对他说 你也就不去 对任何的人说 有价值要说的 这一件事 在神面前应当拦阻他的 你就找机会 你和他两个 在一起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弟兄 你这样得罪我 不对 你这样得罪我 结果你在神面前 有很大的损失 你这样的说 他如果听 主说 你就得着了 你的弟兄 你就挽回了 这一个人 劝勉的目的是 为着要挽回 劝勉的目的 乃是为着要挽回 劝勉的目的 不是在赔偿 不是要使你自己便当 挽回你自己的感觉 乃是要挽回你的弟兄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今天在神的儿女中 最不顺服的一段圣经 我想 这是一段 最不被顺服的圣经 有的人呢 像我刚才所说 就是对别人说话 话非常多 老在那有传 有的人呢 许多事情不能赦免 老放在心里面 有的人呢 索性都赦免了 什么都不管 请你们记得 主在这里不是这样 宝在那里说 不对 宝在那里赦免 也不对 不肯完全赦免的人 也是不对 这不是说 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可不管了 主说 他如果得罪了你 他就有了拦阻 被得罪的人 反而有责任 他如果得罪你 不是小事可以了的 他如果得罪你 你想到他的前途 凭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你要去对他说 因为只有你清楚 因为只有你这一个人 知道他有错 所以你必须去挽回他 你必须想法子 得着你的弟兄 态度要好 存心要对 目的是要挽回 探望能够得着你的弟兄 你如果存心是要得着他 你就知道如何指出他的错来 你存心不是要挽回他 我告诉你 也许结果两个人相骂了 才了 本来是他骂你 现在是两个人相骂 所以要看见目的是要得着他 不只要指明他的错 乃是要得着他 主不是说 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去辱骂他 主是说 你弟兄如果得罪你 你去对他说 目的是要得着他 态度说话都要对 我告诉你们 目的如果是对的 你就知道 手续要怎样做 你知道你要得着他 你所说的话 你的态度 你说话的方法 你的脸色 你的声音 你的语气 你的灵 我告诉你 你都得要对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得着他 你的目的 不光是要他晓得他的错 请你们记得 任何的仇敌都能知道我的错 但是只有我的弟兄才能得着我 仇敌说的话许多时候是真实的 我们不能说仇敌说的话不是真实的 仇敌说的话虽然是真实的 但他却没有法子得着我 也许有一个人可以来骂你 责备你 但是光是责备你 骂你 告诉你说 你错了 没有用处 虽然他所说的是对的 他的责备是对的 他的骂是对的 他所说的最重的话 也是对的 但是那一个态度 那一个声调 那一个脸色 我告诉你 和要得着你的弟兄差 太远了 你自己知道他的错 是容易的事 你要得着他 又要指出他的错来 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任何的人都能发脾气 人并不需要恩典才会发脾气 绝不需要恩典 人都会发脾气 每一个人都会发公义的脾气 我告诉你 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要叫人知道罪 不是一件难的事 因为仇敌也能够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 但是只有一个弟兄 才能够叫人知道罪 而同时又能够挽回他 得着他 只有一个弟兄的手 才会这样做 你们看见 只有一个人是很嫩的做法 又给他看见他的错 又给他看见他在主面前如何 这是你们的责任 也是初心的弟兄的责任 盼望从起头起 就得学习这一件事 在我里面有很重的负担 就是神的儿女彼此得罪的时候 许多时候多不符合主的话 所以今天要学习 这该是非常嫩的 我们今天要说 一个弟兄好很容易 我想 无论谁要赞美 谁很容易 或者我们发脾气去告诉人一件事 那也很容易 只要放松情感 我们就做得来 但是又要他知道他的错 又要挽回他 又要得着他 这只有满了恩典的人才能做 自己对了 而不惧以为说自己对 自己对了而不骄傲 自己对了而能够谦卑 自己对了而能够温柔 自己对了而能够给人知道人有错 我告诉你 你需要把你自己摆到外面去 你才能够告诉他 如果你把你自己摆在里面 这一件事就做不来 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学习 我们的责任是在这里 不是说放弃 不是说不管 不是说我让他去算了 这不是我的事 我告诉你 这是最难的事 主让他得罪你 就是说 你的主看上了你 挑选了你 把一个大的重担 交在你手里 这也是神选上了你 你是被选的器皿 来做挽回的工作 你不要失败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看见 在教会里 不许可有推诿 你不能有难处 一直推诿 推诿也是弟兄姊妹中的难处 这是完全能把教会的生命破坏 把基督的生命破坏 今天有一个弟兄得罪你 小得狠的是 你赦免他 过去了 里面没有难处 里面没有事 但是 今天有一个弟兄 得罪你到一个地步 不得过去 请你记得 你不能闭起眼睛来 算他没有这件事 因为还是有那一件事 事情是在那里 今天的问题 不是抹杀事情 不是有事情 算作没有事情 有事情 不能算作没有事情 你不能闭着眼睛 算他没有事情 教会的能力 许多都是借着重胆消杀的 身体的生命 许多都是借着重胆消杀的 执事的工作 许多都是借着重胆消杀的 长老的能力 许多都是借着重胆消杀的 所以 我们在神面前 要学习有事情 就得对付 你们看见 这两个里面的关系吗 不然的话 身体里面的难处在那里 我告诉你们 过些日子 在教会里面 要拖不动 因为都是难处 今天在基督的身体上 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难处 就是在这里 东西不是消灭了 东西是遮蔽了 东西没有除去 都在那里遮蔽了 不说就是 一说 这些事情都在 所以 弟兄姊妹 要学习减少教会的重担 有人得罪你的时候 不是闭起眼睛来不管 乃是要对付 不过 态度要好 灵要对 话语要对 脸色要对 存心要对 声调要对 这样你才能够得着你的弟兄 不然的话 这件事还在那里 我很盼望 马太福音 十八章十五节 这一句话 能够被出信的弟兄记得 等到一有难处的时候 就晓得怎样去做 如果挽回失败 就告诉另一个人 十六节告诉我们 如果失败了 怎么做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当你一个人来到他这里 很好的态度 很温柔的话语 很正当的存心 对他说了之后 他如果不听 你才可以去告诉另外一个人 我要很严格地在这里说 这一件事情的告诉 必须要等到他不肯接受的时候 绝不是随便去告诉人 在神的儿女中 如果在两个人之中 实在有难处 如果两个人在这里 是一同跪在神面前 借着赦免忘记 借着赦免谦卑 我告诉你们 无论什么为难的事 都很容易解决 这话若是不小心 传到第三者的耳朵里 这一个病就变作加重了 就很不容易医治 一个伤口就是破了 你没有把外面的东西加进去 还容易医 若是一个伤口已经破了 你告诉第三者 这是等于什么呢 这是等于伤口跌一跤 你把你拿一把进去擦一擦 这是同样痛苦的事 骨头断了 本来也许可以接起来 你把伤口开起来 又把脏东西再进去 这就不容易接起来 就不容易把它挽回过来 所以在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 总得想法子对付 等到这一个问题不接受的时候 那就可以告诉人 那一个告诉 不是为着多话 乃是要叫两三个人来 一同对这一个人说 一同寻求交通 所以当你看见这一个弟兄 不接受你的话的时候 主说 你可以去带一两个人同去 可能是教会的长老 可能是另外的弟兄 就是到那一个时候 你不是在那里随便告诉人 乃是告诉一两个 在主里面有精力的人 有滋望的人 有属灵分量的人 你把你们两个人中间的事 摆在他们面前说 你们看这一件事情是如何 是不是这一个弟兄错 你们看这一件事情怎么样 这两个弟兄要把你们的事 祷告过 看过 用属灵的力量审判过 他们在那里觉得说 这一件事 某弟兄大错 我告诉你们 今天不是你这一个人 如何受伤 你还能带两三个人 去找这一个弟兄说 这一件事是你错了 这一件事 你这样做 你在神面前没有路 你必须悔改 你必须认错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所以这两三个人 定规不是随便说话的人 不要带多话的人去 因为多话的人 他们根本连佩服都不佩服 要带可靠的人 有分量的人 诚实的人 在主面前有精力的人去 有两三个人的口 句句可以定准 每一句话说了 就是这一个情形 你能告诉他说 弟兄 你有错 最后告诉教会 我们教会的原则 就是这样 你个人能够把难处 取消最好 不能取消 就只能寻求清洁 那一个难处 是小到一个地步 无足轻重 你就不必提起 赦免他就是了 不必给外面的人知道 那一个难处 是关系交通的 你就要学习对付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 就带两三个人去对付 他如果还不听 你就只能告诉教会 告诉负责的弟兄 我想 这里的教会 是负责的弟兄 不是你当着全教会聚 集在一起的时候 把这一件事提起来 你告诉负责的弟兄说 在我和某弟兄之中 有这一个难处 但是这一个弟兄不听 你们怎么看 我告诉你们 教会如果在一起 教会的良心在那里觉得说 这一个弟兄有错 他就是错 如果那一个弟兄 是一个弟兄 并且也是活在神面前的 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看法 应该接受两三个人的见证 如果不接受两三个人的见证 最少该接受教会的断案 弟兄姊妹都看我不对 就这一件事 不管我对也好 我不对也好 我总是不对 教会同样的看法 教会同样的意见 就是主的心意 主在这里就是这样做 主知道教会的心意 在这里他应该知道 如果不听教会 如果不听两三个人的话 如果不听一个人的话 最少应当学习柔软 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不以为自己定规的是 靠得住的 人应当接受教会的感觉 如果再不听 怎么办 十七节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这是相当严重的话 换一句话说 所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都不和他来往 在事实上 这一个人是在外面的人 那一个难处 没有对付 所以教会 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 和他没有交通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每一个都应当学习 接受教会的段案 初心的弟兄 你们要看见 马太福音 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的话 是根据于 这一个而有的 十八节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 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就是指着 教会所对付的 这一个人说的 特别是 指着这一件事说的 当然 那一个范围 是包括的更大 但是那一个 在眼前的事 就是这一个教会 如果看你有错 你以为是对的 教会就把你看作 外邦人和税吏 请你们记得 你们在地上 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你们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教会在地上所作的 主在天上承认 所以神的儿女 要学习 接受教会的断案 十九节所说的话 也是根据于 这一段 圣经而来的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明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这就是指着 前一段所说的 两三个人和教会的 那一段 教会看他做外邦人 教会看他做税吏 主说 你们教会在地上 所做的 我在天上也做 有人也许要问说 刚才我叫 两三个人去 有什么用处 请你们记得 两三个人 奉我的明聚会的时候 就有我在中间 你们在地上 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 必为你们成全 请你们记得 两三个原则 就是教会的原则 两三个人 能够同心合意地 做一件事 两三个人 能够同心合意地 在神面前 看一件事 主说 我在天上也承认 马太福音 十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的话 就是根据于 对付弟兄的 事而来的 从两三个人 到全教会 十八节说 全教会 十九至二十节 又看见 两三个人 所以 我盼望弟兄姊妹 要学习 顺服教会的断案 初心弟兄 要学习的功课 今天 我们要给 初心的弟兄看见 一个人得罪你 你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 你要劝他 第二 你要赦免他 这一个人 得罪了你而不承认 就问题 一直要继续下去 这不是你个人 赦免不赦免的问题 你个人 还是赦免他的 但是在手续上 在外面的关系上 神告诉你说 你要看他 做外帮人 难处摆在教会之外 好像难处 不在教会的里面 更好 难处在教会里 就把教会压住 现在把它摆在外面 就在教会里 没有压力 那是更好 今天有难处 来的时候 我们应当立刻赦免他 许多事情过去了 小的事情过去了 人有错 使你到一个地步 你觉得他在神面前 需要挽回 你就该去劝他 去挽回他 如果他认错 就赦免他 过去了 如果他不认错 我们在神面前 必须把这一件事 好好地祷告过 好好地解决他 可是 对于所有得罪我们的人 你的态度要好 我们自己必须清楚 我自己是蒙恩典的人 所以我也要恩待人 我蒙着主赦免那债 今天我不能向 得罪我的人讨债 如果在教会里 能够学习彼此赦免 彼此劝免 我相信有许多难处 可以省去 可以减去 探望说 神恩待我们 叫我们 游异这些事 我们要在神面前留意 在神面前学习 不随便说话 存心要赦免 不是存心在那里 看人的错 如果一直站在 这一个地位上 按着神的话 好好地在那里做 我相信教会 可以省去许多的错 求神施恩给我们 附路挽回弟兄的问题 看他像外邦人 并不是割除 有弟兄问 看他像顺利一样 对于剥饼 有没有关系 我想 在这里没有割除他 弟兄们 就是让他去 你说话 我们不听 你来剥饼 我们也不理你 弟兄们是记下来 看他像外邦人一样 没有到割除的地步 因为是一个人 和一个人中间的事 还没有到 要割除的地步 可是弟兄们 看他像外邦人 你祷告你的 我们不说阿们 你要讲话 你讲你的 我们不理 你要来 让你来 你要走 让你走 就是大家看 你是另外的人 我告诉你们 实在说起来 神的儿女 如果有一致的态度 很容易把她带回来 这样的对付她 目的还是为着挽回 小事不要弄大 大事也不要马虎 教会里 有许多时候 有许多事情 一直摆在那里 很难的不能过去 就是因为 没有这些的对付 教会要洁净 要除去这些的难处 我盼望说 我们不要把小事情 当作大事 负责的弟兄要注意 有许多小事情 不要弄大了 有的事情相当大 就不要马虎 不去对付 把小事情 当着大事 教会的事情 就太多了 把大事情 当着小事 就难处 还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学习 看见什么事情 什么罪 是摸到神面前去 是必须挽回的 有的人 的确需要挽回 他如果没有 受劝免转过来 他在神面前 的确有事情 没有过去 如果教会一马虎 他就没有用 因为主没有让他过去 这一件事 在各地如果注意 教会前面有路 总不盼望弟兄们 做到末了的一步 到了末了一步 那时弄大了 总是应当个人去的时候 就得解决 如果教会的情形好 定归个人 去就解决 不必等到两三个人去 除非有一个人 的确是外邦人 是假冒的弟兄 那你们怎么说 我们知道 就是他有难处 全教会说 他也没有用 这一个人 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 如果他真的是弟兄的话 还是盼望挽回 全教会都看他错的时候 他应该在教会的权柄之下 在全体的权柄之下 你们看见 教会的权柄 是一件很重的事 圣经里 最少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聚会 是教会的聚会 能够断定事情 请你们记得 使徒行传十五章 全章的圣经 给我们看见 教会的聚会 可以办事情 我们必须 从那一章圣经里 得着断案 圣经不相信独裁 也不相信民主 你看见 神在那里 给教会有意见 可以发表 在圣经里 不相信独裁 在圣经里 也不相信民主 在圣经里面的路 就是使徒行 传十五章 不是专制 也不是民主 怎么样呢 总是大家 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的弟兄 都可以说话 这好像是民主 所有的理由 都可以讲 连要守律法的人 也可以站起来 讲我主张 外邦人要受割离 虽然他们是 完全错的 但是使徒们 还给他们讲 换一句话 全体弟兄 都有说话的机会 但是不是全体的弟兄 都断定 虽然弟兄们 有说话的机会 说出个人的意见 但是 所有的弟兄 在神面前 把所有的感觉 说出来之后 长老们 听过了他们的话之后 就要把他们的感觉 说出来 你们看见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 就是这一种情形 所有的弟兄 都说话 守律法的人 也说话 很重的在那里说 后来彼得站起来说话 保罗站起来说话 雅各也站起来说话 负责的弟兄 把他们的情形 说了之后 教会的良心就服了 圣经里 都是同心合意的做 没有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不是民主 我们也不是专制 我们是同心合意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可以说话 说完之后 负责的弟兄说 我看这一件事是怎样 你们看见 在负责的弟兄之中 完全同意彼得所看见的 和保罗所看见的 保释说 这两人是不能相合的 差太多了 一个是外邦人的使徒 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 雅各和彼得 还是犹太人 他们是耶路撒冷负责的人 他们这几位负责的弟兄 都有同一的感觉 这一个感觉 是教会的感觉 是教会的良心 不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是这样觉得 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 都这样觉得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教会的办法 绝不是说可以随便说话 也不是说 在教会里面压住了人 不给人机会开口 但是在断定的时候 是负责弟兄好好地说话 弟兄姊妹 要听负责弟兄所说的 圣灵在这里 如果有权柄 这些事情可以很顺利 圣灵一没有权柄 肉体的意见一多 在这里就没有办法 在这里就没有教会 教会没有法子说话 因为教会自己分了家 因此 我们应该学习符 在教会的权柄底下 18.爱弟兄 读经约翰义书3章14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如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约翰福音乃是四福音中最迟写的 约翰书信乃是所有书信中最迟写的 启示录乃是所有圣经葛卷中最迟写的 换一句话说 约翰所写的福音和书信 以及启示录都是最迟写的 在约翰福音之前 由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讲到主耶稣的好些方面 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 把神的儿子来到地上 那一个最高属灵的点 给我们看见 因为他把犹太人和世界的人 都撇在一边 他给我们认识主耶稣 自己到底是如何的 给我们认识什么人 能够的永生 他一直给我们看见说 信的人有永生 在约翰福音里充满了信 叫我们看见信的人有永生 这是约翰福音的题目 这是约翰福音注意的点 约翰福音的目的是 给我们看见说 人不只靠着悔改 人不只靠着受尽 人不只靠着背十字架 人不只靠着跟从主耶稣 人乃是一信主 就得着永生 别的福音所没有特别注意的 约翰福音是特别的注意 给我们看见 信的人就能得着永生 所以约翰福音就对我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那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换一句话说 谁是出死入生的人 就是听而信的人 谁听了也信了 那一个人就是出死入生的人 在四福音中 约翰所开的福音的门 是最广的 他给我们看见 永生是人一信就得着的 他给我们看见 这等人不是凭着人的意思声的 不是凭着人的血气声的 乃是凭着神的意思声的 这些人是谁呢 就是那些接受他的人 相信主的名而接受的这些人 就为神所生 约翰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的门 并且是特别清楚的门 给我们看见说 信的人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非常稀奇 到了书信 保罗 彼得 和其他的使徒 也来把神的福音 解释得非常清楚 给我们看见说 每一个接受的人 都能得着恩典 书信里所说的 比福音里所说的更清楚 更正直 更明显 到最后 约翰已写书信的时候 他所走的路相当清楚 当在他以前的福音书 都注重在神面前 实际的行为的时候 他注重在神面前的信心 当所有的书信 注重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时候 他注重在神面前 实际的行为 约翰的福音给我们看见 信就能得着永生 比前三本的福音 传得更直 更清楚 所有的书信 都在那里讲信的时候 约翰的书信 对我们说爱 所有的书信 告诉我们说 信的人得着称义 信的人得着赦免 信的人得着洁净的时候 约翰给我们看见说 信的人必须有凭据 所以 出信的人要知道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告诉你们说 信的人有永生 听而信的人就有了生命 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我们今天也要告诉你们说 一个出死入生的人 到底在他里面 有没有什么凭据 今天有许多的人 你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有永生 他定规告诉你说 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 但这是不够清楚的 约翰在他的书信里 给我们看见 人如果说 他自己是有生命的 他定规有凭据 人如果说 他自己是属乎神的 在他自己是属乎神的 在他身上 定规有一个彰显 定规有一个见证 人可以凭着知识在那里说 我信就有永生 人可以把信就有永生 演成一个公式 人可以因听了主的话 知道了救赎的工作 就以为自己有永生 你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有永生 他可以说 因为约翰福音三章这样说 但这靠不住 因为他们的话 是按着公式说的 有的人听见神恩典的福音 尝试在那里 用一种公式 说自己得救了 而实际并没有得救 他可以排一个公式 第一 我听福音 第二 我明白了 第三 我相信了 第四 我知道有永生 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圣经的凭据 但这种的得救 是靠不住的 我们怎能知道 一个人的信 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我们怎能知道 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 是活的 或者是一个公式的 请你们记得 约翰活在世上的时候 他也有同样的困难 恩典的福音 不能不传 人得救的路 非常容易 一个人一相信 就得救 和神一碰头 就得着 这一个不能不传 但是 总有假冒的人 总有混进来的人 总有闲杂杂的人 在保罗的时候 就有假弟兄起来 在约翰的时候 也有假弟兄起来 有人自称是弟兄 事实上不是弟兄 自称是属乎神的人 实在是没有生命的人 他们混进到教会里来 是凭着道理进来 是凭着知识进来 是凭着公式进来 你有什么方法来证明 谁是属乎主的人 谁不是属乎主的呢 约翰书信 就替我们解决了 这个难处 约翰就给我们 一个凭句说 什么种的人 是真的弟兄 什么种的人 是假的弟兄 换一句话说 什么种的人 是有生命的人 什么种的人 是没有生命的人 这个难处 约翰替我们解决了 一 爱的感觉 全部圣经 只有两个地方 用出死入生这一句话 一个地方 就是刚才说过的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另一个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地方 比较一下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那听我话 又信那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里是说信的人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说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里说出 死入生是有凭据的 爱弟兄 就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凭据 许多人 你和他做朋友 许多人 你很欢喜他 许多世界上的好人 你很尊敬他 但是 有一个人 是你母亲生的 是你的兄弟 姊妹 我告诉你 自然在你身上 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 你觉得这一个人 是我的弟弟 是生在我家里的 我告诉你 这一个感觉 你称他做爱 这一个感觉证明说 你是这一个家里的人 在这里 有一个人 他做的事 不一定是你所欢喜的 他的样子 也不一定是你所欢喜的 他的背景 他的家庭 他的学问 教育 地位 和你也许都完全两样 但尽管有千万不同的地方 可是因为相信主耶稣的缘故 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 觉得这一位是你的弟兄 好像比亲弟兄还要亲 这一个感觉就证明说 你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 所以一个人是真信主 是假信主 是头脑信主 是心里信主 是公式的信主 是遇见了主自己 你如果在信里去考究 就考究不出来 你如果到爱里去考究 就很容易考究出来 你如果要分别说 什么信是真的 什么信是假的 我告诉你 连约翰写信最多的人 也不能分别 虽然他是最会写信的人 但他不从信下手 他是用爱来分别 有爱的感觉的人 是神的儿女 没有爱的感觉的人 不是神的儿女 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 自然而然 对于另外一个信主的人 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好像比自己的亲弟兄 还要亲密 有这一种爱的感觉的人 他的信才是真的 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 那一个东西 证明你从前 那一个信心是对的 因为你从前的 那一个信心对的缘故 所以你就有了 这一种说不出来的爱 这一个爱弟兄的心 是很特别的 不是因为别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是弟兄 不是因为他与你投机 所以爱他 投机的人多得很 意气相投的人自然爱 看法相同的人自然爱 但是这里不是这样 在这里有一个人 教育不一样 脾气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爱他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 我也是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是弟兄 我就自然而然和他有交通 对他有说不出来的感觉 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这一个感觉 这一种味道 就是我出死入生的凭据 我如果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二 爱的生命 所以 请你们记得 信心叫你遇见神 信心叫你出死入生 叫你做一个神家里的人 你是重生了 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 信心不止叫你遇见父 信心也叫你遇见弟兄 信心叫你认识神 叫你相信神 叫你得着生命 你一得着生命 就找出来说 与我同样得着生命的人 还有许许多多 就自然而然觉得说 全世界有这一个生命的人多得很 这一个生命 就自然地 要我亲近那些 与我得一样生命的人 这生命 也使我欢喜接近他们 欢喜和他们来往 自然而然 我有一个爱他们的心 我愿意你们特别注意 我们所得着的生命 不是神独生子的生命 他如果给我们独生子的生命 也许我们没有爱弟兄的心 我们所得着的生命 乃是神长子的生命 是神赐给众子的生命 所以自然而然 对于弟兄有相爱的心 这一个爱弟兄的心 就证明我们有生命 信心叫我遇见神 遇见神叫我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叫我爱弟兄 爱弟兄叫我知道 我是出死入生的人 在福音书里是说 信就能出死入生 在书信里是说 出死入生的人 他就会爱弟兄 在这里 你看见神所安排的 是信叫你出死入生 出死入生的人 就能够爱 我们凭着爱弟兄 我们自己就能知道 是出死入生的人 那一个就变作 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 来试验看 神的儿女在地上 到底有多少 所以弟兄要相爱 要相爱才是弟兄 如果不相爱 就不是弟兄 人如果不爱弟兄 这一个人 就不是神所生的 你口里可以说 你是信的 但是在神面前 你的信心就不是真的 乃是假的 弟兄们在神面前 要实在地看见这件事 就是说 爱弟兄 是信心的凭据 我在说 我们没有法子分别 什么种人的信心是真的 什么种人的信心是假的 福音传得越完全 这一种的危险越大 福音传得越透彻 假冒的人就越容易 福音越是传得满了恩典 马虎的人就越多 所以今天总得有一个分别的路 总得找出一个方法来 能知道谁是真的信 谁是假的信 请你们记得 圣经给我们看见 分别真的信心 和假的信心的路 不是在信心里 你不要去考究信心 不要去问到底 这一个信心对不对 真不真 约翰明显地给我们看见 要看那一个爱是如何 不是问信心如何 是要问爱心如何 信心如果是对的 就有爱心 没有爱 就没有信心 有爱 就有信心 你不要到信 那一边去看信 你到爱这一边去看信 就清楚了 不止我们做工的人 要问说 人的信是真的 是假的 有许多出信的人 也在那里问说 我怎么知道 我信主耶稣 是真的信 我怎么知道 我的那一个信 就信对了 我怎么知道 我的那一个信 就不会信错了 我怎么知道 我这样信 就有永生了 我怎么知道 我的那一个信心 就是神所要的 那一个信心 也许我错了 也许我的信心 是一个错误的信心 那我怎么有把握说 我是有永生的人 许多人要知道 他在神面前 实际的情形 到底是如何 这只要问有没有爱 就清楚了 你如果是一个真信神 而有了生命的人 自然而然在你里面 有一个弟兄的吸引力 自然而然叫你爱基督徒 自然而然叫你觉得 基督徒比亲的弟兄还要亲 比最好的朋友还要亲 自然而然有弟兄的吸引力 有一个人是弟兄 你对于他 自然而然有一个 莫名其妙的感觉 你会爱他 欢喜和他在一起 这样 你自然而然知道 你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 这不止神的话语里有凭据 并且在你里面 也知道这是凭据 你没有弟兄 有姊妹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弟兄 他是你的姊妹 你有没有请医生验过血 今天的科学 还没有这一种的发明 假定有的话 你是不是请医生验了血说 是同样的血 所以他是你的弟兄 他是你的姊妹 你怎么知道 他是你的弟兄 他是你的姊妹 我告诉你们 这一件事是不用证据的 只要里面有吸引力就够了 里面有一个天性 自然而然的 莫名其妙的 叫你知道说 这一个人是你的弟兄 这一个人是你的姊妹 就是在你里面 有这一个东西 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只要问这一件事 就够你对于神 其他的儿女 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特别的吸引力 神所给你的生命 不是独立生存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 自然而然 要推你和别的 同样的生命接近 自然而然 要推你和别的 同样的生命来相爱 和别的同样的生命 有感觉 有亲密的感觉 你如果有这一个 你就知道 我是一个 已经出死入生的人 我对于神的儿女 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一件事是相当紧要 三 爱的思想 现在我们要把 约翰一书这一类的 圣经节 特别读一读 二章九至十一解人 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 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 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那里去 因为黑暗 叫他眼情瞎了 清楚吗 一个人是不是弟兄 一个人是不是在光中 一个人是不是在黑暗里 只要看他恨不恨弟兄 就可以定规 在这里有一个弟兄 你也知道他是弟兄 而你在心里能恨他 我告诉你们说 这就够证明说 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在这里有五个弟兄 你说 有四个我都爱他 有一个我恨他 我告诉你说 你不是弟兄 爱弟兄 不是爱可爱的弟兄 爱弟兄 不是爱你所爱的弟兄 爱弟兄 乃是因为他是弟兄 他如果是弟兄 你就爱他 这是唯一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可爱才爱 乃是因为 他是弟兄就爱 所以 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 是弟兄 你知道他是弟兄 你知道他是属乎主的 你还能恨他 就证明在你里面没有生命 因为这里的话是说 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住是住在黑暗里 行也行在黑暗里 换一句话说 在圣经里 不相信有恨弟兄的事 恨本不相信 有这一个可能 如果有一个人 明知道他是神的儿女 你如果还能恨他 你自己只得说 主 我不是你的人 神 我不是你的儿女 我是住在黑暗里的人 三章十节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在地上有两班人 一般人是神的儿女 一般人是魔鬼的儿女 在地上只有两个父亲 一个 神是父亲 一个 魔鬼是父亲 神和魔鬼 非常容易分 今天的困难 是神的儿女 和魔鬼的儿女 怎样分 凭着这里的话 神的儿女 和魔鬼的儿女 也很容易分 因为凡不行意的 就不属神 这一个人在外面不行意 这一个人 就不是属乎神的人 还不止 不爱弟兄的人 也是如此 所以 不爱弟兄的人 就证明说 这一个人 不是弟兄 不爱弟兄的人 就不是弟兄 不爱弟兄的人 就不是神的儿女 不爱弟兄的人 就是魔鬼的儿女 因为在他里面 没有那一个东西 在他里面 没有那一个感觉 所以 你是不是一个弟兄 只要看你里面 有没有爱的感觉 这就是世界上 所说的天性 有那一个天性 在骨头里 在骨髓里 自然而然 有那一个吸引 凡事从神生的 那一个天性的吸引 更深 更清楚 更分明 如果在这里 有一个人说 我是神的儿女 但是他还能恨弟兄 还能不爱弟兄 这就明显地说 他这一个人 不是属乎神的 不是神的儿女 所以 分别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只要看他爱弟兄 不爱弟兄 四 爱的命令 三章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十四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我们所说的这一个爱 不是指着普通的爱 乃是指着 爱弟兄的爱 如果有人在他里面 没有这一个 爱弟兄的心 圣经就指给我们看 他是仍住在死中 今天我对一个人 冷冰冰的 一点感觉没有 我知道他是路人 我知道他和我没有关系 我里面有感觉 我里面有吸引 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兄 当我没有相信主的时候 对于这些信徒 我对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吸引都没有 一点反响都没有 今天我说 我对于这些信主的人 还是没有感应 还是没有吸引 还是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们 恐怕我的信心靠不住 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 我从前是死的 今天还是死的 你们看见吗 信心是用爱心来做凭据的 人的信心靠得住靠不住 乃是看有没有爱生出来 相信神的人 就生出爱弟兄的心来 如果生不出爱弟兄的心来 这就证明他还是住在死中 和不信的人没有分别 三章十五节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你绝不能说 一个人相信主了 还会杀人 恨弟兄就是杀人 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有永生的人 他就不会恨弟兄 不会恨弟兄 就证明说 在他里面有爱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看 什么叫做恨弟兄 在神的儿女中 可以有许多的情形 可是在神的儿女中 不能有恨 今天 如果一个弟兄 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情形 我心里可以不欢喜他 今天 如果我看见有一个弟兄 犯了应该被割除的罪 我也许发怒地对付这件事 这也可以 或者有一个弟兄 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 我把他请来 在主面前很重地责备他 这也可以 如果你听见神的儿女说 我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恨另外一个人 你就不能信他是神的儿女 因为并不需要他恨许多人 只要他恨一个人 就证明说他不是神的儿女 凡是神的儿女 在他里面的生命 是丰富到一个地步 能叫他爱所有的弟兄姊妹 只要有一个是属乎主的 他里面的爱就会出来 爱一个弟兄和爱所有的弟兄 是一样的 因为那一个爱弟兄的心 摆在这一个人身上是这样 摆在那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 这一个爱弟兄的心 对于所有的弟兄都没有分别 只要他是弟兄 我都能爱 不管有多少人都没有问题 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弟兄 你能恨他 你就是没有永生存在里面的人 请你们记得不是恨所有的弟兄 只要你恨一个弟兄 就够证明你缺了那一个爱弟兄的东西 爱弟兄的爱是能爱所有的弟兄的 恨弟兄 只要你恨一个 就证明说 那一个爱弟兄的爱不在你里面 所以今天这一个问题就变作非常严肃 如果有一个弟兄能够没有爱得来得罪另外一个弟兄 要欺负另外一个弟兄对另外一个弟兄 除了恨之外 没有别的 我们只能说神啊 求你怜悯 在这里有一个人根本没有得救 这是相当严肃的事 请你们记得 你每一次要去摸出信的人 到底他有没有得救 你只要问说 这一个人到底爱不爱弟兄 这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恨弟兄 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人用不着杀死全世界的人才是杀人的 人只要恨弟兄就是杀人的 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比方说有一位弟兄坐在对面 我明知道他是一个弟兄 可是我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对于他除了想攻击他 盼望他道之外 我没有别的盼望 凭着这一件事 就证明我这个人 从来没有得着生命过 不是说 我是对许多弟兄都这样 才说我是没有生命的人 只要我对一个弟兄有纯粹的恨 就够证明说 我这一个人不是属乎主的 比方说 有一位弟兄 我和他有争执 但是我不恨他 他所做的许多事情 我反对 但是我不恨他 有许多的事情 我去做 我会伤他的心 但是我能对他说 弟兄 我不是欢喜伤你 我为着要顺服神的缘故 非这样做不可 这会伤你 但是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我不能恨 或者他做一件事 也许我很生气 但我不能恨 我能发怒到一个地步 用很重的话责备他 虽然这样 但是我没有恨 我里面只有爱 就是说我要告诉教会 像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 我的目的 还是为要得着他 还是为要挽回他 如果我做到一个地步 除了拆毁之外 没有一点挽回的意思 这就证明 我不是一个弟兄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 那一个弟兄 所以告诉教会 目的是要得着他 所以 所有的问题 是在光为着拆毁呢 或者是为要得着 我如果告诉教会说 某弟兄怎样可恶 非把他毁了不可 这就证明我 从来没有得救 不是今天没有得救 乃是从来没有得救 我如果一次有了生命 我对于任何的弟兄 都不能拆毁 没有一个弟兄 我能下手害他 杀他 这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不要以为是 简单的事 我们看见过罗马教 我们看见过更正教 我们今天也要看 什么叫做弟兄相爱 保罗说 什么叫做弟兄相爱 像哥林多前书五章的 那一个人 保罗说 你们要把那一个恶人 赶出去 保罗因为他们不赶的缘故 就奉主耶稣的名 把那一个人的肉体 交给撒旦 重吗 重到不能再重 是非常重的事 保罗在神面前 把这一个弟兄 交给撒旦 使他的肉体败坏 保罗为什么这样 乃是要叫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救 所以叫他目前肉体败坏 乃是不要他手永远损失 结果你看见 哥林多前书五章的歌厨 到后书就生出不能后悔的奥会来 请你们记得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告诉教会 存心是为着挽回 哥林多前书五章的歌厨 存心也是为着挽回 当约书亚审判亚干的时候说 我儿 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他对亚干说 这话的时候 是这一种的灵 是满了爱弟兄的心 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存心 就是说 这一个弟兄这样坏 这样不行 把也挤除了 给他去了吧 这就显明 他不知道 什么叫做爱弟兄 压杀龙死的时候 乃是大卫哭的时候 虽然压杀龙是悖逆 但是压杀龙是儿子 当扫罗死的时候 大卫心里难受 当压杀龙死的时候 大卫在那里哭 一个是他以往的君王 一个是他背逆的儿子 这样的儿子死了 还在那里哭 不能不打仗 不能不行罚 但是也不能不哭 不能不审判 但是也不能不流泪 弟兄姊妹们 如果只有审判 没有眼泪的话 就证明说 在这里有一个人 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弟兄 只有定罪 而不感觉难受的 就证明说 在这里有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做弟兄 只有责备 只有毁谤 只有拆毁 就证明说 里面没有爱 只有恨的 你就看见说 在这里有一个人杀弟兄 在这里有一个人没有爱 在这里有一个人恨弟兄 所以永生不存在他里头 我相当严重地说 这一件事 我记得达密写的话非常好 有弟兄写信问他 关于格除的事 他第一句话说 我想 一个罪蒙赦免的罪人 来格除另外一个罪人 这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事 他用horrible这一个字 全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 比这一件事再可恶 再可怕 就是最得着赦免的罪人 来格除另外一个罪人 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态度 你摸着 这是出乎生命的 许多事情要做 但是里面没有恨 人能够恨弟兄 就是杀弟兄 不管那一个恨 有没有理由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说 你要试验一个人 是不是弟兄 你要试验一个人 有没有生命 你就试验看 那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弟兄 有没有纯粹的恨 如果人对弟兄 有纯粹的恨 这一个人 就不是出乎神的人 是从来没有得着生命过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应该做得罪爱的事 不要得罪弟兄 要相爱 要尊重你里面爱弟兄的心 不要把你自己里面 爱弟兄的心伤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神把爱弟兄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能够用他服侍弟兄 帮助弟兄 所以在这一切事情上 我们不要伤爱弟兄的心 应该叫爱弟兄的心 越长越刚强 越长越有力量 三章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什么叫做爱弟兄的心 约翰替我们解释了 我们不容易知道 爱是什么东西 不过 你看见主替我们舍命 最少可以知道 什么是爱 爱叫主为我们舍命 你如果不知道 什么叫做爱 你看主为我们舍命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所以爱弟兄的心 就是说对所有的弟兄 对所有的姊妹 有一种丢掉自己 来侍奉他们的心 舍弃自己 来成全他们的心 我们也应该在合适的时候 为这弟兄来舍命 十七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有世上财物的人 看见弟兄穷乏 而把连续的心塞住了 约翰说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约翰不是说 不能爱弟兄 乃是说 不能爱神 因为什么 因为爱神的心 就是爱弟兄的心 爱弟兄的心 就是爱神的心 人如果塞住了 怜悯弟兄的心 这一个人 爱神的心 也没有了 他不能自己欺骗 自己说 我虽然不爱弟兄 但是我爱神 我虽然不爱弟兄姊妹 但是我爱父母 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 是从父母来的 如果和弟兄没有关系 就和父母没有关系 如果弃绝弟兄 自然爱父母的心 不在里面了 三章十八节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二十三节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这乃是神的命令 相信这一件事已经做了 下面那一个爱 也应当做 神给你那一个爱 神也给你一个爱的命令 神先赐给你那一个爱 神然后给你那一个爱的命令 要你们彼此相爱 今天我们要将神所 给我们的那一个爱 照着神的命令 来彼此相爱 神所摆在我们里面的东西 我们要按着那一个性质 来用它 不应当毁它 伤它 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 五 爱的实际 四章七至八节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有爱的人都是神生的 没有爱的人 就不认识神 神就是爱 爱是从神生的 神自己就是爱 神生我们的时候 就把爱也生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 我们里面没有爱 今天有 从前没有 今天有这一个爱 就是从神来的 神告诉我们说 我也给你有爱 我也给他有爱 所以你们两个 就可以彼此相爱 每一个从神生的人 神都把爱生在他里面 从神生的 就得着生命 约翰告诉我们 这一个生命 就是神自己 神就是爱 所以从神生的 就有这样的爱生 在他里面 你们不要一直注意说 神是灵 永生的生命 是圣洁的 约翰福音 是给我们看见 要圣洁 要分别 谁是神的儿女 谁不是神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就不是神的儿女 但这里是说要爱 在福音书里说 要信 信的生命 是不犯罪的 我们要注意 不犯罪三个字 乃是消极的 圣经没有说 神是不犯罪的 因为不犯罪是消极的 这里说 我们从神得着的 那一个生命 就是爱的生命 爱是积极的 神就是爱 一切从神生的 都有爱在他里面 因为爱是第一张 简在弟兄姊妹里面的 你是从神生的 就有爱在你里面 就自然而然 每一个有爱的人 能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彼此相爱 是稀奇的事 每一个人 主在他里面 都赐给他一个生命 都有爱生在他里面 然后神给一个命令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今天我们只能低下头来说 神的儿女能相爱 这一个生命是新的 是有能力的 因为神先给爱 然后说要爱 因为你们乃是 从神生的缘故 所以你们做了基督徒 就要学习爱弟兄 要学习替弟兄舍命 如果需要的话 要把你一切都摆上 为着你的弟兄 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这给我们看见 彼此相爱和爱神 是如何的 我们如果彼此相爱 爱神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换一句话说 你们如果爱神 你没有实习的机会 也没有实习的地方 今天神把许多弟兄 摆在地上 摆在我们面前 他们就是我们 实习爱神的对象 他们就是我们 实习爱神的地方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爱神的心 在你们里面 就完全了 我们如果爱弟兄 爱神的心 在我们里面 就完全了 不要空口 在那里说爱神 要学习爱弟兄 你们如果能够爱弟兄 爱神的心 在你们身上 就完全了 空口说爱 是虚空的 爱神 是在爱弟兄身上 来彰显的 四章十六节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是第二次 在这一章里面说 神就是爱 换一句话说 神就是爱 神盼望 我们能有 爱弟兄的心 并且住在爱里面 你不要说 我住在神里面 你只要住在爱里面 你若住在爱里面 你就住在神里面 四章七节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就 可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有十八节爱里 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我不知道你们看见 这一句话的宝贝吗 全部圣经 只有约翰一书四章 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样 才能站在审判台前不怕 他把秘诀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住在爱里 住在爱里 就是住在神里 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在审判的日子 就可以坦然无惧 所以你们对于弟兄姊妹 除了爱之外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要爱他们 要得着他们 要使他们得着最高的好处 没有记恨 只有爱 这一种的行为 在你身上 就是一种训练 到了有一天 你整个人住在爱里面 爱住在你里面 你活在地上的时候 也就把所有的惧怕赶出去 你爱 你就不怕 到了审判台前 你站在那里也不怕 这一个生命 能在弟兄中间 做到一个地步 整个除去惧怕 圣灵的这一个果子 爱 在你身上能保留 继续 一直到审判的日子 我们可以 站在审判台前 坦然无惧 因为它如何 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没有惧怕 没有怕死的心 也没有怕神的心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我们已经看见 爱弟兄就是爱神 爱弟兄叫我爱神的心 能够完全 我能够爱弟兄 爱到完全的地步 我能够对弟兄 没有惧怕的心 我这一个人里面 完全改变了 惧怕的心没有了 你看见 两个并行的地方吗 爱神就是爱弟兄 所以呢 不怕弟兄 也就不怕神 清楚吗 爱神 就要在地上爱弟兄 我今天因为爱弟兄的缘故 不怕弟兄 有一天当审判的日子 我就能够不怕神 只有会爱弟兄的人 才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 因为根本没有惧怕的心 这是一件稀奇的事 四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人 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能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 爱弟兄就是爱神 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 你如果要爱神 你就应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那里 所得着的命令 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就是爱的生命 我们不要光注重神的生命 不犯罪的这一边 而忘记了神的生命是爱 而不着重神的生命 是爱的方面 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一边 我们以往已经注重了 今天就请你们也同样的 去注重神的生命就是爱 我们得着了重生 就是神先爱我们 叫我们里面有了爱 叫我们里面有了爱弟兄的心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要学习不得罪爱 许多时候 你能够对弟兄说 弟兄 这一件事 我虽然会伤你 但是 这不是我所乐意的 我这样做 我有我的理由 我为着神 我也为着你 我们总要学习 不做得罪爱的事 或者举一个例子 你受尽的时候 你公会的牧师反对你 假定说 这一个牧师是神的儿女 你今天要受尽 怎么办 你非遵守神的命令不可 但你也非爱他不可 你不能得罪爱 没有一个人 可以遵守神的命令 而得罪了爱 但我不是说 我为着要保守爱的缘故 而不顺服神 这怎么办 你能去对你的牧师说 我读了神的话 我看见我该这样做 我知道这一件事会伤你 所以我来向你道歉 求你原谅 但是我在主面前 非这样做不可 我告诉你 你在那里维持了神的真理 也维持了爱心 不是说你要受尽 就像你的牧师拍桌子说 我顺服 你不顺服 如果这样 你得罪了爱 你虽然没有恨 但你得罪了爱 恨是积极的 恨更厉害 但是消极地得罪 也不可以 我们又要不得罪爱 又要顺服神 今天比方你信了主 有一天你要出来传福音 你的父母不允许 你就与父母大闹起来 你出来传福音是好的事 但是你得罪了爱 你要一面看见 我应该顺服主 另一面要在父母面前 好好地说 我实在愿意顺服你 我巴不得去传福音 我巴不得听你的话 照着你的意思做 但是因为神这样命令 我不能不这样做 这样就可以不得罪爱地去做 有许多弟兄姊妹 事情可以不错 但是冒了一个大险 得罪了爱 你的态度是刚硬的 你从这里起头 变做越过越公义 越过越不爱 所以我们一面要顺服神 一面要在任何的情形中 不得罪爱 我们从起头就要学习公义 但是要不失去爱 你们看见这两边 平均的紧要吗 一个出信的人 一起头 就要看见这一边 一件事情 必须要做就做 但不能做的最爱的是 态度要温柔 就是和人不同的时候 也得温柔 充满的爱 要对他说 弟兄 我巴不得也能够看见 你所看见的 但是神给我看见这一个 我非顺服不可 不和人争 不委屈神的话 也不得罪爱 一面顺服神 一面爱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 许多人就有值得路走 许多人顺服 乃是闹着在那里顺服 有许多不应该有的感觉在里面 这都是神的儿女失败 没有见证的地方 六 爱的绝对 五章一节 烦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烦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这里的话非常宝贝 你如果爱生你的神 你就必爱神所生的 这是极其自然的 你不能说我爱神 而我和弟兄没有感觉 这是不可能的事 五章二节 我们若爱神 人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在这里 你看见一件特别的事 就是说 我们爱神 我们定归守他的诫命 这不稀奇 我们爱神 也要爱人 许多时候 好像我们不能守他的诫命 爱神 就定归遵守他的诫命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们爱他的儿女 就遵守诫命 比方说 我们觉得应该受尽 许多神的儿女 就对我们说 你如果爱我们 就不应当去受尽 你如果去受尽 就要伤我们 许多人说 你不应该脱离公会 你如果脱离公会 你就伤了我们 我如果爱神 我就要脱离公会 我如果爱弟兄 就不能脱离公会 但是约翰的话 非常稀奇 他说 我们若爱神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神如果有命令 你如果不遵守 你不能说 你爱神的儿女 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 神指示 他应该受尽 他如果爱神的儿女 他就应该受尽 不是不应该受尽 反而应该受尽 因为你如果不受尽 许多神的儿女 就再也不拣选受尽了 他们如果能够拦阻你 他们就更能够拦阻自己 他们就没有机会 顺服神 所有神的诫命 你如果遵守 从此就知道 你爱神的儿女 因为你走这条路 神的儿女 就也有路走 因为你走顺服的路 其他的儿女 就也有顺服的路走 你如果以为 要伤他们而不做 他们就没有路走 所以你要学习爱神 而遵守他所有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你爱神的儿女 我宁可遵守神 所有的命令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把神的儿女 都带到这条路来 今天有没有一个人 因为父母 不许你信主 所以为着 爱他们的缘故 而不信主 你如果这样做 并不是爱 你信了主 虽然他们生气 但是你开一条路 叫他们也能信主 所有的问题 都不是在事实上 是在言语上 态度上 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 千万不要得罪他们 顺服神的命令 听从神的命令 是应该的 可是在态度上 在言语上 要不得罪他们 总是要他们看见 你是不得已 而这样做的 你不是故意这样做 乐意这样做的 是神这样说 所以你这样做 你们的态度要对 应该从起头起 学习不辣不硬 是充满了温柔 我们相信 有许多人 能被吸引往这条路来 请你们记得 爱所得着的人 比恨所得着的人 多得多 恨把人赶走 爱吸引人 所以要学习爱 不要恨 十九 洗脚 读经约翰福音 十三章 一至十四节 于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 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 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律人 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万有 浇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 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大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机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 手巾擦干 哀悼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脸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早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 布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布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上姐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在约翰福音里 特别给我们看见 水如何是生命 第四章说 我们得着了生命之后 那一个生命 怎样在我们里头 成为泉源 一直涌到永生 第七章另外给我们看见 谁怎样要像活水的江河一样 从人负中流出来 到了第十三章 水又有一个功用 水不止在我们里面 一直涌起来 叫我们满足 水不止加我们能力 做活水的江河流到别人身上去 水并且能给我们新鲜 给我们新的感觉 给我们新的帮助 凭着人的头脑来看 第十三章似乎用不着 第四章 第七章已经够了 里面有泉源 外面有江河了 还要什么 似乎用不着别的了 但是我们想想看 你重生了 是不是有的时候 好像觉得还没有重生一样 在道理上 也许你知道主所赐的水 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 一直涌到永生 但是有几天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一个活水的泉源不涌了 你是不是口里说满足了 没有要求了 但是在有些日子里 你的里头并不觉得满足 你是不是里面觉得有缺陷 里面觉得有要求 里面觉得不满足 里面觉得没有东西 一直涌上来 也没有东西流到别人身上去呢 弟兄姊妹们 因为我们属灵的情形 有的时候不免枯燥 不免沉闷 所以必须有第十三章的水 洗脚的需要 十三章一节说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第五节就说 主用水洗门徒的脚 可见主耶稣洗脚的动机 不是因为门徒有罪 乃是因为 他爱属乎他的人 并且 这爱不是起头的爱 乃是结局的爱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最后加上 这一个洗 爱就显得完全了 所以洗脚是必须的事 因为洗脚是主爱到底的表示 是主爱到底的工作 是关乎我们做基督徒结局的事 所以我们如果要在主的面前 好好走前面的路 就要知道如何受别人的洗脚 也要知道如何洗别人的脚 换句话说 我们要有受别人洗脚的经历 也要有为别人洗脚的经历 主对彼得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那一天主耶稣 如果不给彼得洗脚 就与彼得无关吗 有关 彼得是洗过澡的人 早已有关 一直到永远是有关的 但是 主如果不替彼得洗脚 在交通方面 彼得就好像无分一样 就好像摸不着主一样 我们要记得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所说的洗脚的问题 不是把罪当作对象 而是把生命和能力 拿来做对象 是生命新鲜的问题 在小亚西亚一带地方的人 不大穿袜子 并且他们的鞋子 是有孔洞的 所以他们一走路 脚就免不了沾染尘土 等到他们事情做完 回家休息的时候 就去洗脚 我们要注意 这里的脚被尘土弄脏了 不是因为犯罪 乃是因为脚碰着地 是没有方法不沾染尘土的 主耶稣在这里 没有责备门徒 不该把脚弄脏了 反而因为他爱他们 到底的缘故 就为他们洗脚 因为脚上有尘土 并不是罪的问题 如果是罪的问题 主耶稣就不能这样 对待他们了 他不能马马虎虎地 对付罪 认识神的人 都知道基督徒 是不可犯罪的 但是也都承认 基督徒走在世界上 是没有方法 叫他的脚不脏的 当我们还没有走到 西耶路撒冷兢兢的 街道上的时候 我们不管多么小心 不管多么花功夫 我们的脚总是会 沾染尘土的 因为我们的脚 又是沾染尘土的缘故 我们属灵的情形 就变作暗淡了 就不那么新鲜了 因此 我们的脚就需要洗 好让属灵的情形 得以恢复过来 主题门徒洗脚 就是对付这一种 暗淡不新鲜的问题 不是对付罪的问题 罪的对付 那是用血来洗净 我们必须有了血 才能坦然无惧地 到神的面前去 但是还不够 我们虽然都在 血的洁净之下 但不一定都有灵的新鲜 所以我们还得有水的洗净 人用水洗过一次 总是觉得新鲜舒畅 自然而然就精神恢复了 血的洗 叫你在神面前能站住 水的洗叫你觉得新鲜 叫你觉得舒畅 叫你觉得有精神 我们要知道 撒旦的能力是寄托在罪上 撒旦的能力也是寄托在死上 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 撒旦的权势是寄托在死上 撒旦攻击神的儿女 若不是叫他犯罪 就是叫他发死 所以我们不只要保守清洁 并且要保守满有生命 这不是说你重生的那一个生命要死掉 要再去得着 这乃是说你的那一个生命 在你里面会发死 虽有若无 我们往往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以为只要在消极方面 没有罪就够了 殊不知在积极方面 如果不显出生命来 还是不够的 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若不是叫我们犯罪 就是叫我们暗淡 叫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多大意思 好像冷得很 好像离深远得很 好像我们和神中间有了一层隔膜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又没有犯这个罪 又没有犯那个罪 但是你里头好像冷得很 就是不新鲜 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这种情形就叫做死 许多基督徒就是缺少属灵的精神 他们没有特别的不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罪 但是总觉得没有精神 觉得冷得很 觉得起不来 我们要记得 没有一个暗淡的基督徒 是能够与撒旦征战的 不止罪是叫你失去征战的条件 并且暗淡也是叫你失去征战的条件 所以我们不只要保守自己脱离罪 也要保守自己脱离暗淡 这一种暗淡的情形 可以用具体的事来证明 当你来聚会的时候 有多少次是带着生命来的 或者你一点属灵的精神都没有呢 或者说你有多少次是积极的 有多少次是消极的呢 凡不是积极的都是死亡 在聚会中 不止讲话的人要有生命 连听话的人也要有生命 许多人到聚会里来 就是那样暗淡得很 疲倦得很 没有属灵的精神 这样的人如果一多 那个聚会的担子就太重了 大家都要觉得背不起了 所以每逢聚会的时候 不止讲话的人需要用生命来供应教会 实在每一个来聚会的人 都应当用生命供应教会 我们没有一天是可以被动的 什么时候你在聚会里是被动的 你就是把一个担子给教会挑 我们要知道 撒旦在教会里 做工作特别用的工具是死亡 撒旦就是要消耗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摸着死亡 但是主要保守我们 叫我们脱离死亡 当我们属灵的情形暗淡的时候 就需要用水来洗 所以主耶稣不只要我们一次洗澡 并且要我们多次洗澡 一次的洗澡叫我们得着生命 多次的洗澡叫我们恢复生命的新鲜 人洗过澡就有生命了 阿利路亚 我们都洗过澡 如果没有洗过澡 就不是基督徒 有一天 他不止用血来洗我 并且用水来洗我 叫我得着神的生命 在那里摸得着神 摸得着主 那个时候 真是叫我觉得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真是叫我摸着了属灵的实际 叫我觉得主耶稣的死不是2000年前的事 好像就是今天的事 叫我觉得主耶稣的死不是在各个塔 好像就是在这里 哦 时间打破了 空间也打破了 只有属灵的实际 那个叫洗澡 但是 有多少基督徒继续有那种洗澡之后新鲜的感觉呢 有许多人说 我如果能不失当初的爱心就好了 有许多人说 我如果能像我才得救的那几天就好了 这意思就是 我不如刚洗过澡之后那样新鲜了 因此就需要洗脚 洗脚就是要把你带到洗澡的情形里去 洗脚能叫你有生命的新鲜 洗脚能叫你有新的感觉 洗脚能叫你有新的能力 洗脚能给你属灵的复兴 这是洗脚所给你的 洗脚不止叫人干净 洗脚并且叫人畅快 洗脚之后 人就舒服了 人就精神振作了 洗脚就是要恢复我们属灵的新鲜 就是要叫我们满有生命 弟兄姊妹们 洗脚是要紧的是 生命的恢复 属灵精神的恢复是要紧的事 彼此洗脚 主耶稣替门徒洗完了脚之后 又命令说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这给我们看见 洗脚的工作是教会继续要做的 洗脚是我们彼此要做的 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有一天你觉得你属灵的精神好像衰败了 你觉得你属灵的精神好像低落了 你自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罪 就是觉得累得很 一点精神都没有 你到一个弟兄家里去 他很会讲道 他讲道给你听 但是你给他越讲越冷 你走了 你又到一位弟兄那里去 他和你一同祷告了好久 你也觉得没有用处 又走了 等一等你遇见一位弟兄 他也没有讲道 他也没有和你一同祷告 他不过和你一同谈一谈 就是那样和你谈一谈 在他是无心的谈 在你是无心的听 结果你有精神了 你有力量了 你听他说了几句 就能唱诗了 你进去的时候是悠悠愁愁的 你出来的时候能说阿里路亚了 刚才要说也可以说 但是勉强得很 和现在的说完全两样 现在是摸着生命了 这一位弟兄用生命供应了你 他洗了你的脚 洗脚就是在教会中 彼此用生命供应其他的肢体 我们在工厂里 或者在学校里 做了一天的事 上了一天的课 觉得累了 属灵的精神提不起来 读圣经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祷告也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就是这样的时候 也许你到聚会里来 也许你回到家里去 你碰着了认识主的弟兄 你和他一碰 你觉得有精神了 你觉得碰着神了 他用生命供应了你 他洗了你的脚 就是当你与生命接触的时候 你属灵的精神恢复了 你好像又亮了 这就叫做彼此洗脚 在基督徒互相的帮助中 没有一件事比彼此洗脚更宝贵 没有一件事比以生命 供应别的肢体更要紧 如果有一个基督徒 有属灵的疲倦 有属灵的软弱 他到聚会里来 来的时候是那样的累 回去的时候仍是那样的累 这个聚会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 必须将生命带来 不然就是增加聚会的重担 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都要将生命带来 好教弟兄姊妹们能摸着生命 叫他们一碰到生命 那一个属灵的暗淡就过去了 它就发亮了 它就新鲜了 有一次讲到的聚会 有一位弟兄刚来的时候 觉得暗淡得很 他问自己 有什么特别的罪没有 没有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 没有 但是他属灵的精神 怎么都提不起来 他就祷告说 主 我需要生命的供应 后来有一位弟兄祷告 那一个祷告就供应了他 他就亮了 这一个就是彼此洗脚 所以凡事被动地来到聚会 什么都不管 只是坐在那里 不盼望有什么事发生 不盼望帮助一个人 这就不是彼此洗脚 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 我到聚会里来 我是想要帮助人 我是要人得着益处 存心帮助弟兄 不一定要怎样做 最要紧的就是 我不要带什么重担到聚会里来 有的时候 我们实在觉得 没有多大力气 灵性实在振作不起来 那我可以盼望 弟兄姊妹给我洗脚 叫我摸着神 叫我得着属灵的帮助 不过要小心 不要每一次都带着担子来 如果五百个弟兄 有四百个带着担子来 那就太重了 聚会在神的面前有价值 或者没有价值 摸得着生命 或者摸不着生命 都是看生命多呢 或者是担子多 这一个责任 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如果许多人的灵 是开起来的 自然聚会没有难处 许多人的灵性 就自然得着振作 如果许多人 都是冷冷地坐在那里 这一个聚会 就拖不动 被动是教会中 最重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来聚会 可以不祷告 可以不花功夫预备的 所有的人都得有祷告 都得有等候 每一个人 要用他的生命 叫聚会的帮助 教会的聚会 必须互相帮助 才能都得着帮助 互相帮助 就是彼此洗脚 主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们必须记得 今天洗脚的工作 是交给教会 这不是说到主面前来 不能得着新鲜 这乃是说 主的命令 是要我们彼此洗脚 我们要洗别人的脚 自己先得是新鲜的 如果神在我们身上 常常有新的作为 我们对于别人 就能常常有新的供应 如果别人碰着我们 觉得我们和五年前 一样的情形 一点没有新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可怜的 在我们身上 若是要隔了几年 才有新的东西 隔了几个月 才有新的东西 那是可怜的事 我们要在神面前积极 主动 不是停在那里 有一位姊妹 受了主特别的造就 在她身上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每一次碰到她 你就看见 神在她身上 有新的作为 你就碰到新鲜的生命 许多时候 你好像摸不着主的同在了 你在属灵方面 觉得疲倦得很 好 你去找她 在她面前坐几分钟 那个疲倦就没有了 你觉得 有东西从她里面出来 你就觉得生命来了 弟兄姊妹 我们要羡慕 做一个生命的供应者 你千万不要失望 以为你这个人口才不如人 圣经的知识不如人 你要知道 你如果活在生命里 你就能用生命 供应别的肢体 有些人 在刚得救的时候 她在祷告聚会中祷告 也许话语很声色 但是别人 碰着她就亮了 别人得着她的供应 可是 她做基督徒 做得长久了 反而缺少生命的供应 她做了几年基督徒 知识是增加了 道理是增加了 却缺少生命的供应 因为生命的供应 不是在乎知识 乃是在乎新鲜 我们宁可知识少一点 道理少一点 却不可失去了生命的供应 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 脱离不能供应生命的情形 求主教 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 如果我们是活在主面前 摸着了生命 每一次 当我们碰着人的时候 就能用生命供应别人 就能替别人洗脚 叫人得着生命的新鲜 叫人得着属灵的恢复 我们也要记得 洗脚是彼此的 我们在主面前 要学习供应别人 同时也要学习 从别人身上得着供应 所以要谦卑 好受别人的帮助 你要洗别人暗淡的部分 也愿别人 能洗去你暗淡的部分 就是这一个 彼此洗脚 彼此服事 彼此供应 叫我们得着造就 得着帮助 叫我们能走前面的路 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节的话 很宝贵 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围到迫切 这给我们看见 希拉和提摩太对保罗 有了生命的供应 不是希拉和提摩太会 讲道给保罗听 乃是他们来一来就够了 保罗就围到迫切了 保罗原是一直在会堂里 讲道辩论 努力做工 但是希拉和提摩太一来 保罗就味道迫切起来 保罗就更有精神 因为保罗从他们身上 得着了新的供应 真的 有许多人 只要你和他碰一碰 就得着生命的供应了 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这一个 神能用我们做一个 将生命供应人的人 要长久做一个供应别人的人 基本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长寿十字架对付的人 我们天然的生命 必须被主破碎 如果在我们里面 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我们就只能以知识供应人 只能以口才供应人 却不能用灵供应人 不能用基督的生命供应人 我们的知识 口才 如果比我们的灵还大 我们给人的印象 就是我们的知识 口才 不是我们的灵 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面前 与主接触 与主有交通 然后才能用生命供应人 我们要记得生命的供应是自然的 不是人制作的 不错 要用水来洗 但是 这水不是用人工打来的 这水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流出来的 你如果活在生命里 就自然有生命的供应 自然用生命洗别人的脚 叫别人碰一碰就摸着主 就觉得主 就与主更亲密 我们要达到这一个 要求主赐恩给我们 二十 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读经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 我要把这的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住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 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种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祭坛是向着神的 帐篷是向着世界的 神对于他儿女们的要求 就是要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祭坛 在地上有帐篷 有祭坛就必定寄居在帐篷里 有帐篷就必定还要回到祭坛去 绝没有有祭坛而无帐篷 也绝没有有帐篷而不回到祭坛去 祭坛和帐篷是连在一起的 是人没有方法分开的 祭坛的生活 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这给我们看见 祭坛是根据余神的显现 没有神的显现 就没有祭坛 谁也不能将他自己奉献给神 而他是没有遇见神的 谁也不能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 而没有神的显现的 奉献不是由于人的劝勉 不是由于人的催促 乃是由于神的显现 如果神没有向人显现 那就没有一个人 是能自动把他所有的都摆在祭坛上的 没有一个人 是能自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 人即使盼望将他自己奉献给神 但是事实上人凭着自己没有一点东西 可以奉献给神 就像有的人所说的 我要将我的心奉献给主 我的心却不去 人这一边不能到主那一边去 如果有一天 我们遇见主 那一个遇见 就自然而然产生奉献 只要你遇见神一下 只要你看见神一下 你就不是你自己的 神是遇见不得的 人一遇见神 人就没有方法为自己活着 我们要知道 奉献的能力是从神的显现来的 是从神的启示来的 口里讲奉献的人 不一定都是奉献的人 教训人奉献的人 不一定都是奉献的人 明白奉献道理的人 也不一定都是奉献的人 只有看见神的人 他才真是奉献的人 亚伯拉罕遇见了神 就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保罗在路上遇见了主耶稣 就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所以 生命的转机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定规 生命的转机 不是因为 我们要为神做这一个 要为神做那一个 生命的转机 乃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 遇见神的结局 就是叫你完全掉一个头 你不能再继续走你从前的路 神给我看见了他自己 我就得着了能力 舍去我的自己 神给我看见了他自己 我就没有办法 不得不弃绝自己 神的显现叫你活不了 神的显现叫你不能为自己活 神的显现里面有无穷无尽的能力 那一个显现把你一生的道路都改变了 基督徒为神活着的能力 是在乎看见神 哦 不是我要立志是 奉神就能是奉神 不是我要祝祭坛就能祝祭坛 乃是要有神的显现 感谢神 神如果显现 神可以用不着说话 但是感谢神 神显现的时候 许多时候也说话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的显现给我们一个新的产业 神的显现立刻给我们看见 今天圣灵赐下来 在我们里面作制的 将来就是我们的产业 今天在圣灵里所得着的一部分 将来要完全得着 当神的计划成功的时候 我们要得着完全的产业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亚伯拉罕就住了一座坛 这里的坛不是献赎罪祭的坛 这里的坛乃是献凡祭的坛 赎罪祭是为着我自己赎罪 凡祭是将我自己奉献给神 这里的祭坛不是指着主耶稣 怎样替我们死说的 乃是指着我们怎样将自己奉献给神说的 这里的祭坛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一类的祭坛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慈悲预备了主耶稣替我们死 神的慈悲预备了十字架 将我们和基督一同钉死 神的慈悲预备了十字架对付了魔鬼 神的慈悲预备了生命活水在我们里面 神的慈悲也要将我们带到荣耀里去 是因为神猪般的慈悲 所以你要将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献凡祭有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如果是有力量的人 你可以献一只牛做祭 你如果没有力量献牛 就可以献上一只羊 你如果没有力量献羊 就可以献上斑鸠或是除鸽 但是不论你献牛献羊 或者献斑鸠除鸽 总要把全只献上 你不能献上半只牛或者半只羊 神所要的都是整个的 神不要一半的奉献 神不要不完全的奉献 反济放在坛上做什么用呢 是要把它完全烧了 人以为奉献给神 就是为神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神的要求乃是焚烧 神不是要一只牛去为他耕地 神乃是要这只牛放在坛上烧了 神不是要我们的工作 神乃是要我们这个人 要我们把整个人都献上 为着他烧了 祭坛的意思不是做工 乃是为神活着 祭坛的意思不是忙碌 乃是为神活着 所有的活动不能代替祭坛 所有的工作不能代替祭坛 我完全为神活着 这才是祭坛的生活 新约里的祭 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 不是像旧约里那样 烧一次就完了 我们是天天在祭坛上烧 而又是活的 是一直活的 又是一直烧的 这是新约里的祭 神对亚伯拉罕显现一下 亚伯拉罕就有奉献 你看见了神 你也就要完全奉献 人不可能看见了神后 还是冷冷地坐在那里 遇见了神 接下去就是祭坛 知道了神的恩典 接下去就是奉献 看见了神的慈悲 你就成了活祭 蒙了主的光照 你就要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亚伯拉罕没有听过这些道理 亚伯拉罕没有受过人的鼓励 但是亚伯拉罕看见了神 亚伯拉罕就立刻为着神住一座坛 哦 弟兄姊妹 奉献是自然而然的事 一个遇见神向他显现的人 绝不会没有意思为着神而活 神一向他显现 他就完全为着神 亚伯拉罕是如此 教会二千年来 每一个遇见神的人也是如此 帐篷的生活 祭坛的结局是引到帐篷去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八节就这样说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从今以后 亚伯拉罕是住在神的家里 伯特利 从今以后 他起手支搭帐篷 并不是他出来的时候没有帐篷 可是神不提起帐篷 等到他有了祭坛之后 神的话才给我们看见帐篷 什么叫做帐篷 帐篷的意思是流动的 是不扎根的 神要借着祭坛来对付你的自己 神要借着帐篷来对付属乎你的东西 亚伯拉罕有祭坛 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神 那么 是不是从今以后 亚伯拉罕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了 不 亚伯拉罕还有牛 还有羊 还有许多东西 但是 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的人 换句话说 祭坛所余生的东西 只能保留在帐篷里 这是一个原则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得放在祭坛上 但是还有余生的东西是留下给你用的 那一个东西并不是你所有的 乃是在帐篷里的 我们要记得 若没有经过祭坛 就连帐篷里都不能摆进去 但是经过祭坛的不一定都烧光 许多东西一摆在祭坛上就被火烧了 就没有了 许多东西一奉献给神 神就拿去 神就不留给你 但是有的东西摆在祭坛上 神还留给你用 这些从祭坛上留下给你的东西 你只能保守在帐篷里 亚伯拉罕的生活 一直是祭坛的生活 到有一天 他连独生的儿子都摆在祭坛上了 神怎么做 神没有把以撒收去 是的 你摆在祭坛上的 的的确确神收去 神不能让你为自己活着 神不能让你凭着自己的喜好活着 神不能让你凭着自己的能力活着 祭坛是把你所有的收光 但是摆在祭坛上的东西 神不一定都把它烧了 有许多东西 像以撒那样 虽然你摆在祭坛上 但是神在把那一个给你 不过 在你手里的这些东西 你不能再以为是你的 这些东西 你只能放在帐篷里 有人要问说 如果我将我一切所有的都给神 是不是说 我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 是不是说 我所有的钱都得拿出来散光呢 如果我奉献给神 那么我家里只能有多少把椅子 有多少张桌子 我只能留下几套衣裳 有的人的确为着这些问题 在那里作难 我们要记得 我们有两种生活 一种是在神面前的生活 一种是在世界里的生活 在神的面前 我们所有的确都在祭坛上 但是在世界里活着 许多物质的东西还是需要的 我们活在这里 还得有一 十 住 我应该把所有的都奉献给神 完全为着神活着 但是 如果神说这一个可以留着的话 好 我就留着 我们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 乃是用帐篷的原则来对付 这些东西是为了我的需要而留下的 我如果不需要它 我就可以舍弃它 我可以用这些东西 但不能被这些东西摸着 这些东西可以在我手里 也可以不在我手里 可以加添 也可以减少 这就是帐篷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没有经过祭坛的东西 是我们所不能用的 放在祭坛上的东西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收回的 神在祭坛上所留下的东西 是要用帐篷的原则来守住的 第二个祭坛 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说 从那里 它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它在那里又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这是亚伯拉罕第二个祭坛 祭坛引到帐篷 帐篷又领你回到祭坛来 有了祭坛 就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经过祭坛而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是放在帐篷里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抓住你的 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是平安的 你能坦然无趣地对神说 我没有一样是不给你的 这样帐篷就必定会领你回到祭坛去 如果你的东西长了根 你搬也搬不动 放也放不下 你被它抓牢了 你就不能有第二个祭坛 当你在祭坛上奉献的时候 你把一切都给了神 神是要把有的东西留下给你用 但是你自己不能拣选哪个是放在帐篷里的 哪个是放到祭坛上之后还要拿回来的 你的一切都得放在祭坛上 神所留给你的你就放到帐篷里去 每一件放在帐篷里的东西 必须先问过神 神说可以留才可以留 没有一件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定规留下的 所有的东西都要先经过祭坛 先问过神 然后才可以放在帐篷里 放在帐篷里的东西 随时可以回到祭坛去 什么时候神说 这个东西你不必留下 你立刻可以把它拿去 如果你把那个东西抓在手里说 这是我的 你就缺少了一个祭坛的心 缺少了一个奉献的心 这样你就不能回到第二个祭坛去 你就不能说 神我是为你活着的 神要我们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 然后把它所留给我们的都摆在帐篷里 摆在帐篷里之后 才有第二个祭坛 最可贵的就是第二个祭坛 我们何等容易 因为受了一次的鼓励 发了一次的热心 所以奉献了 可是过了三年五年 我们在世界上收集了许多东西 我们就不能回到祭坛去了 如果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帐篷的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有第二个祭坛 这是何等的宝贵 哦 东西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的那个奉献到底怎样 祭坛和帐篷的恢复 亚伯拉罕也有失败 他曾离开了祭坛 离开了帐篷 下到埃及去 可是 后来他恢复了 他是怎样恢复的 创世纪十三章三至四节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肢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祝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回到祭坛和帐篷 这就叫做恢复 今天有没有谁是失败了 有没有谁是跌倒了 有没有谁是便捷了 有没有谁已经下到埃及 有了自己的要求 有了自己的盼望 有了自己的羡慕 有了自己的追求 如果有谁要走恢复的路 就要回到祭坛和帐篷来 神的话给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的恢复 就是再回到帐篷的地位来 也就是再回到祭坛的地位来 恢复就是回到帐篷来 恢复就是回到祭坛 亚伯拉罕回来了 后来怎样 第十八节 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曼利的 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西伯伦是与神交通的地方 永远的交通 继续的交通是在那里 亚伯拉罕到西伯伦来居住 在西伯伦再住一座祭坛 跪着神 我们要记得 如果要与神交通 就永远不能脱离祭坛 求神资恩给我们 叫我们在他面前 看见奉献的紧要 叫我们活出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二十一 祭司的职份 在圣经里 有一个职份 称作祭司的职份 这一个职份没有别的 就是有一般人 从世界里完全分别出来 专门以示奉神为事 这一般人 除了是奉神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职业 再没有其他的本分 这样的人 在圣经里称他作祭司 祭司的历史 从创世纪起 神已经有他的祭司 麦基喜德 是神的第一个祭司 麦基喜德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已经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 专门为着实奉神 从创世纪起 一直到以色列国立国之后 都有祭司 从主耶稣来到地上 一直到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 还是有祭司 祭司继续在地上 是这样长久的时候 圣经还给我们看见说 主耶稣升天之后 乃是在神面前做祭司 换一句话说 主耶稣乃是在那里 完全是奉神 在教会的时代里 我们看见 祭司的职份 仍是一直的继续 并没有停止 到千联国起头的时候 第一次复活的人 他们是做神 和基督的祭司 并且要和基督 一同做王一千年 换一句话说 在一千年之中 神的儿女 还是在那里 继续做神的祭司 也继续做基督的祭司 对于世界方面 乃是做王 对于神方面 是做祭司 这一个祭司的职份 没有改变 他们乃是为 这是奉神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祭司的字眼 才不存在 到那一个时候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神的仆人 他们所做的 没有别的 就是是奉他 在西耶路撒冷城里 他的仆人们 都是是奉他 换一句话说 神的儿女 还是在那里 是奉神 所以 在这里 你们看见 有一件事 是相当奇妙的 就是 祭司的职份 是从无家仆 无史中 无历史的 麦基喜德起头 一直到千禧年 而在意义上 是一直到永世 祭司的国度 按我们从圣经里 所看见的 好像只有麦基喜德 一个是祭司 但是 神的目的 不是只要一两个人 做祭司 神的目的是要 他所有的子民 都做祭司 当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来到了西乃山 神要摩西 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归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 以色列民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乃是 祭司的国度 这一句话 好像有一点 不大容易明白 神为什么说 你们是 祭司的国度 没有别的缘故 意思就是说 全国都是祭司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一个国家里 没有普通的人 全国都是祭司 我告诉你们说 这是神的目的 神奸选 以色列人 做子民的时候 神只有一个目的 摆在以色列人面前 这一个国 与全世界的国不一样 这一个国 乃是祭司的国 就是说 在这一个国里的人 都是祭司 意思说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职业 就是为这事奉神 神欢喜 在地上挑选人 是奉他 神欢喜 在地上 有人专门 为着他的 事活在地上 神要他 所有的儿女 都做祭司 都是奉神 以色列人 到了西乃山 神通知他们说 我要设立你们 做一个祭司的国度 我告诉你们 这是非常好看的事 我们称英国 为海军国 称美国 为金元国 称中国 为礼仪的国 称印度 为哲学的国 但在这里 有一个国 称为祭司的国 这是非常好看的 这一个国里 没有一个人 不是祭司 男人是祭司 女人是祭司 大人是祭司 小孩是祭司 这一国的人 除了是奉神之外 不做别的事 这一国的人 除了献祭 除了以示奉神 为职业之外 大人小孩 都没有别的事 这是稀奇的事 在神告诉他们说 我要设立你们 做祭司的国度之后 到了下一章 神就对摩西说 你到山上来 我要将十条戒 写在两块石板上面 给以色列人 摩西到山上 去有四十天之久 神在石头上 亲手写十条戒 就是第一条 不可敬拜别的神 第二条 不可造偶像 好像神把戒命 一条一条的 在那里写 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在山底下的百姓 见摩西 持言不下山 不知道他 遭了什么事 就对亚伦说 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亚伦听他们的话语 就收集许多的金子 造了一只金牛犊 百姓就拜金牛犊 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他们就起手拜偶像 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他们在那里 大大的快乐 因为 今天他们能够 有看得见的 一个金子打成的神 摆在他们面前 摩西所带领他们 认识的神有一点不便当 因为不知道他住在那里 要找他不容易 今天连敬拜他的摩西 也找不到了 现在很好 有一个看得见的金牛犊 可以敬拜了 换一句话说 神设立他们做祭司 而他们在 没有做神的祭司以前 他们已经做了 金牛犊的祭司 神要他们做 祭司的国度 他们没有做神的 祭司的国度 他们就起手是奉偶像 是奉金牛犊 他们在神之外 另外有神 在神之外 另外有敬拜 人对于神的观念 都是这样 人总是要想办法 自己造一个神 自己在那里敬拜 人欢喜敬拜 自己手里所造的神 人不接受神造物的权柄 人不接受神造物的地位 祭司的支派 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 神对他说 你下去吧 摩西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就是十条件 摩西下山挨进营前 一看见他们的情形 就冻烈鹿 把两块板摔碎了 摩西站在营门中说 凡属耶和华的 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 并离社 不管是谁 只要是你所遇见的人 都要杀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拜金牛犊 不管他们对你个人的关系是如何 总要拔出刀来就杀 许多人觉得 这一件事太严重 谁能够忍心下 手杀自己的弟兄 谁能够忍心下 手杀自己的朋友 十二个支派里 十一个支派都不动 他们觉得说 这一个代价是太重 结果呢 只有立位之派 他们拔出刀来 从营这一边 一直杀到那一边 再从营那一边 一直杀到这一边 那一天被杀的约有三千 这些人都是立位人的弟兄 立位人的亲戚 立位人的朋友 在这里 请你们特别注意 在这一个金牛犊的 事发生了之后 神就立刻对摩西说 从今以后 以色列国不能再做祭司的国度 话虽然没有这样说 但是 从此 神是把祭司的职份 赐给立位的支派 本来祭司的职份是 赐给以色列国的 今天祭司的职份 只给立位支派的亚伦家 从此以后 以色列国里 就有两种不同的人 一种人乃是神的子民 一种人乃是神的祭司 神的目的 本来是要每一个神的子民 都做祭司 神没有意思 把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分开 神是要全国都是祭司 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是一个 谁是神的子民 谁就是神的祭司 你只要是神的子民 你就是神的祭司 做子民 就是做祭司 没有一个人做了子民 而不做祭司 可是因为许多人贪恋世界 顾念人情 放弃忠心 侍奉偶像 结果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就分开了 人如果不爱主 胜过爱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姊妹和一切的 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许多人不能应付这个条件 不能付上代价 所以 从那一天起 在以色列国里 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分开了 本来是祭司的国 从今天起 变做祭司的支派 本来是祭司的国 从今天起 变做祭司的家 祭司是一家的事 而不是一国的事 在立位支派里面 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 是合一的 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祭司 但是在另外的 十一个支派里面 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子民 他们不能做祭司 这一个是非常严重的事 一个人相信了主了 一个人做了神的子民了 而这一个人不做祭司 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祭司的制度 从出埃及起 一直到主耶稣 来到地上的时候为止 除了立位支派以外 没有一个支派的人 能够做祭司的事 连他们要献祭给神都不能 还得请祭司替他们献 连他们到神面前去认罪都不能 认罪都要祭司替他们认 连他们要从世界里 分别出来都不能 他们没有权柄 可以用一个手指头 摸着告犹 只有祭司能用告犹 替他们抹 才能分别 一切属灵的事 他们都不能办 都得请祭司替他们办 所以在旧约里 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 神是远离的 神不是每一个人 所能接触的 在旧约里 你看见一个 祭司制度成功了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做居间的制度 人不是直接到神面前去 神的子民 要到神的面前去 需要经过祭司 神的子民 不能直接和神来往 神是借着祭司道人 这一边来 人也得借着祭司 进到神面前去 神和人中间 要经过一个 居间的阶级 人不能直接到 神面前去 神也不能直接 到人面前来 神和人中间 有了一个 居间的阶级 神本来的目的 没有这一个需要 神本来的目的 是要直接到 祂子民的中间来 他们也是直接的 到祂面前去 今天却变作 三种的人 子民经过祭司 到神面前去 神经过祭司 到子民中间来 神和人 不能直接的来往 都变作是间接的 祭司的更改 从摩西的时候起 一直到 主耶稣来的时候 差不多 一千五百年之久 神的子民 不能直接到 神面前去 只有 一家的人 做祭司 人总得经过他 才能到 神面前去 人如果 直接到神面前去 马上就死 在那一个时期里 祭司的职份 是非常大的职份 人不能直接到 神面前去 需要经过 祭司才能 这一个祭司的职份 是何等高贵的职份 是何等大的职份 没有祭司 人不能到 神面前去 忽然新约来了 人也能得救了 人也能蒙救赎了 忽然间 我们听见 有话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彼得告诉我们说 整个教会的根基 是基督 他乃是将人 所丢弃的石头 变作房角的石头 你们也都是活石 被联络建造起来 成为属灵的宫 而你们呢 你们是神圣洁的祭司 这里忽然从天上来了 一个声音 告诉我们说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都是神的祭司 凡是活石 凡是与属灵的 殿有关系的人 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祭司 你在这里忽然看见说 神有一个英许 是一千五百年 来放在一边的英许 今天把它拿起来了 以色列人所失去的 就是教会所得着的 普遍的祭司职份 是从以色列中丢掉的 今天到了西约的时候 忽然从天上有一个声音 告诉我们说 又有普遍的祭司职份 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都叫他们做祭司 到启示录一章 也有同样的话 六节又使我们成为一个国 做他父神的祭司 不是国民 本来整个以色列国都是祭司 后来没有了 今天呢 教会是一个祭司的国 以色列人在金牛犊面前 所失去的 教会从主耶稣 又完全地得着 今天教会全体都是祭司 神所定规的祭司的国 完全恢复了 神在以色列人中 所得不着的 神在教会里要得着 今天教会乃是祭司的国 教会全体都是祭司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乃是说 全体蒙神恩典的人 只有一个职业 就是为着实奉神 我曾对年轻的弟兄说过这话 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 做医生的人 医生是他的职业 做护士的人 护士是他的职业 做教员的人 教书是他的职业 种地的人 种地是他的职业 做买卖的人 买卖是他的职业 请你们记得 你做了基督徒 你的职业就完全改过 所有的基督徒 只有一种职业 就是为着实奉神 从今以后 我便做神的祭司 不一定我都是在外面忙碌 劳苦 我是在神面前 是奉神 都是为着属灵的目的 所以 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 只有一个职业 就是是奉神 本来做医生的 从今以后 不能盼望做有名的医生 做医生 不过是为着维持肉体的生活 但是实在的职业 还是在神面前做祭司 一个做教授 或是做教员的人 不能盼望做有名的 特殊的教授 或者教员 乃是要追求 好好做神的祭司 我教书不过是副业 我主要的职业 乃是要是奉神 所有做工的人 做买卖的人 种地的人 做任何事情的人 都不是为着这些事 实在只有一个职业 就是是奉神 所有的弟兄 都得当天 把那一个职业打破了 从你做基督徒起 盼望你在里面 没有雄心 没有大志 你不能说 我盼望从这里 做一个特殊的人 我盼望在那一条线 那一个范围里 做一个特殊的人 你做基督徒之后 要像保罗一样 只有一个雄心 就是要讨主的喜悦 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 世界上的职业 就是这样打碎了 我没有意思 做出人头地的人 我只预备在主面前 做一个是奉主的人 祭司的荣耀 当我信主不久的时候 一直觉得说 我如果要劝一个出信的人 好像要花相当的力气 好像我要请他们 我要求他们 我要劝他们 在这里好好的是奉神 我告诉你们 神的眼光 和我们的眼光 完全不一样 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 神把祭司的职份 从他们身上拿走 从神的眼光看 是奉他是最大的利益 也是最高的荣耀 人如果失败 人如果跌倒 神就将祭司的职份 从他们身上拿走 神没有意思 要劝人 要求人 要讨人的喜欢 人能够做他的祭司 是人的荣耀 不是他的荣耀 所以请你们记得 有人在那里 献上烦火的时候 就死了 有人在那里 走到圣所去的时候 就死了 有人在那里 献祭的时候 就死了 换一句话说 除了祭司之外 神不让第二个人 到他那里去 从神的眼光来看 做祭司是他的信任 做祭司是他家荣耀给人 做祭司乃是他高台人 高举人 如果有人在那里 凭着自己的意思 以为说 我也要试试看 结果一碰就死了 当约跪到的时候 人的手去扶持 马上就被击杀 有许多人以为说 我如果奉献自己 来围着神 好像高台了神似的 这十几年来 我看见了许多复兴会 我难受 好像是求人来 是奉神似的 有许多人 拿出一点钱来 他们好像是 优待了神似的 有许多人 奉献自己出来做工 也好像是 优待了神似的 有的人 把世界上 一点地位丢掉 好像是高台了神 好像说 像我这样的人 也来是奉神 有的人放弃了 一个小小官职 好像是高台了主 好像说 像我这样的人 也是奉主 我告诉你们 这是瞎眼 这是愚昧 这是黑暗 如果天上的神护照 你做他的祭司 来世奉他 我们爬都要爬到他面前 因为这是我们 极大的荣耀 是神高举了我们 这不是说 世界上有人能够 把什么给神 这乃是说 神肯悦纳 神肯接受 就是我们的荣耀 像我们这样的人 也可以是奉神 这是极大的荣耀 这实在是恩典 这实在是福音 福音不只是主耶稣救我 福音是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从今天起 也能够是奉神 这是福音 这是极大的福音 祭司的持守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 不再有限制的祭司职份 只有普遍的祭司职份 以色列国有一个失败 今天教会不能再失败 以色列国已经有一次失败 就是神的子民 与神的祭司分开 我们要求神怜悯说 今天在教会里 不能再将神的子民 和神的祭司分开 今天在教会里 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祭司 有一个子民 就得有一个祭司 在我们中间 有多少位弟兄 就必须有多少位祭司 个个都得到 神面前去献上属灵的祭 个个都得到 神面前去献上赞美的祭 个个都得到 神面前去办属灵的事 这不是一个挑选的职份 是个个都得到 神面前去 是奉神 一个教会 如果不是 个个都到神面前去的 就不是教会 今天如果弄到一个地步 祭司的职份不普遍 请你们记得 就没有教会 以色列国的人失败了 教会不应该再失败 2000年来 祭司的职份 从来没有大国子民的地位 这2000年来 在教会的历史中 许多时候 你看见 子民的地位 又和祭司的职份分开 在神和他子民的中间 又有一个居间的阶级出来 这一个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 和尼格拉党的教训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清楚 再不能有一个居间阶级的存在 你不能在这里接受一个阶级 就是许可神的儿女和神之间 有祭司做居间阶级 这一个绝不能接受 你必须看见说 什么叫做教会 教会就是说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 不是说 有一个人 有几个人 我们请他做伪伴 办理属灵的事 就是说 神借着他们对我们说话 我们要借着他们 到神面前去办属灵的事 这种居间阶级 是教会所不能接受的 请你们记得 我们和公会的争执 不是形式的问题 乃是基督教内容的问题 今天你看见 在这里有一个居间的阶级 这些人是是奉神的 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教友 他们是专门是奉神的 其余的教友 虽然是神的儿女 却要借着他们到神面前去 今天在外面许多组织里 根本许可 这一个居间阶级的存在 但我们不能接受居间阶级 因为新约里所给教会的恩典 我们不可像以色列人那样 把它来丢掉 因此 我们要取消居间的阶级 要取消居间的阶级 我们就得各个都做那一个阶级 各个都做那一个阶级 那一个阶级就自然取消了 怎样能把三个阶级变做两个 怎样能把三方面变做两方面 神 祭司 子民 这三个怎样能变做两个呢 没有别的 只要你跪下来说 主 我愿意侍奉你 我愿意做祭司 所有神的子民都做神的祭司 三方面就变做两方面 居间的阶级 是从属世来的 是从肉体来的 是从拜偶像来的 是从爱这世界来的 如果所有的弟兄们 从起头就能拒绝世界 就能拒绝拜偶像 就能把自己奉献给神说 从今天起 我活在世界上 就是为这世奉神 这样 居间的阶级就自然取消了 如果弟兄们个个都看见说 我的职业没有别的 就是为卓士奉神 大家的职业 没有别的 就是为卓士奉神 所有的子民都是奉神的时候 居间的阶级就出去了 救了 所以我盼望你们能看见 一起投就不应该 让一个居间的阶级存在 只有失败 跌倒 跟从自己的意思 行事为人 才会有居间的阶级出来 自然而然 就有一部分的人 是是奉主的 有一部分的人 是不是奉主的 不是奉主的人 就料理属世的事 是奉主的人 就料理属灵的事 不是奉主的人 至多像料理属灵的事的人 捐几个钱而已 有的人或是做买卖去 或是教书去 或是做医生去 都是各管各的事 各走各的路 对于是奉神 好像根本与他们没有关系 有的人要做一个好基督徒 怎么做呢 一个礼拜花出一点时间 来做做礼拜 如果有钱 就捐上一点钱 你看见有这样的人 就将神的子民和祭司分开了 今天我们要看见 不做基督徒则已 要做基督徒 就得一切都拼上 要做基督徒 就得做祭司 祭司的复兴 请你们记得 以色列国的危险 在这二千年之中 都是教会的危险 从主耶稣离开世界不久的时候 一直到写启示录 和启示录之后的时候 所有神的儿女 都是神的祭司 是儿女就是祭司 是子民就是祭司 一点难处都没有 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 都没有难处 虽然有零碎的难处 但是没有团体的难处 虽然零零碎碎的 有人是儿女而不做祭司 但是以团体来说 是儿女就是祭司 没有多大难处 一直到罗马接受基督教之后 许多人就混了进来 相信了足有属世的好处 因为和皇帝是同道 和该撒是弟兄 本来的命令 是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 神的物要归给神 今天乃是说 该撒的物和神的物都归给神 这的的确确是基督教的大得胜 因为康士坦丁相信了主 结果从那一个时候起 教会逐渐发生大改变 有许多人相信了主 不像从前那样了 从前有罗马的逼迫 十次的逼迫 基督徒殉道的有多少万 这个时候 要假冒作基督徒不大容易 今天两样了 今天相信主是时髦的事 因为一信主就与皇帝同道 当今在朝的是我的弟兄了 这一个情形一改变 许多人都陆续进来了 在这里 你看见子民增加 而祭司并未增加 要混进来做基督徒 能 要混进来是奉神 绝对不能 所以到第四世纪的时候 教会就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在那一个时候 因为这些人进入了教会 好像是不信的 又好像是半信的 也好像是信了 但是又把世界的权柄 拿在手里 这样的人到教会里来 他们并没有意思是奉主 最多是得救 是奉主是不可能的 自然而然 就有几个属灵的人起来 办教会的事 一般人就说 你们去办吧 你们去是奉主 我们乃是属士的人 这一个字是从第四世纪 才起手用的 我们做属士的事物 你们去做属灵的工作 结果就变足有许多人 是是奉神的 有许多人 是不是奉神的 在第一个世纪里 在使徒的时候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是是奉主的 到这时候 是说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到世界里去 我们做我们的事 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仍然保守 有的时候 我们拿一点钱出来 这就算做基督徒了 让这些属灵的人 去办属灵的事 从那一个时候起 教会也像以色列国一样 也拜了金牛犊 也有了一个居间的阶级 神的子民不都是祭司 有一些人 虽然做子民 却不做祭司 一直到今天 罗马教的神府 还称作祭司 在中国是称作神府 实在他们 是称作祭司 这些国家的教会 继续在罗马教之后 也称他们的牧师 做祭司 你们管属士的事的人 是子民 管属灵的事的人 是祭司 又再一次 在教会里 把祭司和子民分开 我愿意弟兄姊妹们 看见一件事 就是在末后的时候 神要做恢复的事 也要走恢复的路 我相信 在这末后的时候 神要把他的众儿女 都带到这一个地位 神要在这里恢复 神要走这一条恢复的路 在教会里 基本需要恢复的那一段路 没有别的 就是神的儿女 全体都能做祭司 神是子民 就是祭司 在今天有祭司 就是有一天 到了国度的时候 还是有祭司 神还是要祭司 要他的子民 全体都做祭司 祭司的侍奉 所以 我盼望弟兄们看见 你们一来做基督徒 就是做祭司 要做基督徒 就得这样 不要盼望有人替你做祭司 你自己要做祭司 在我们中间 没有居间的阶级 没有人替你做属灵的事 没有人替你做工 不要在我们中间 生出工人的阶级来 神如果怜悯我们 自然而然看见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在那里做工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在那里传福音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在那里是奉神 祭司的职分越普遍 就越看见有教会 祭司的职分一不普遍 我们就失败了 我们的路就走得不好 像我们这样 贫穷 软弱 瞎眼 残废的人 主如果肯接受 我们做祭司 是我们的荣耀 在旧约的时候 这些人是不能做祭司的 所有残废的人 瘸腿的人 有任何疾病的人 都不能做祭司 今天我们这些人 是下贱的 污秽的 黑暗的 残废的 像我这样的人 神也能叫我做祭司 他是主 我曾说一句话 我爬都要爬来 我跪都要跪来 我要用膝头走路 说主 我乐意侍奉你 我甘心乐意 做你的仆人 我能到你面前来 是你高抬了我 我告诉你们说 做祭司 就是说亲近 做祭司 就是说没有距离 做祭司 就是说能够直接进来 做祭司 就是说不必等别人 做祭司 就是能摸着神 如果有一天 在各地的聚会里 全体的弟兄子 都在那里侍奉 在那里 就的确有神的国 有祭司的国 因为全国都是祭司 我想 这是最荣耀的事 盘网说 偶像从我们中间 彻底地除去 在神面前 任何的代价都付上 必为人乃是付上了代价 忠心 不管自己的感情 这样的人 才能够得着祭司的职份 弟兄姊妹们 要明白祭司的职份 总得明白 就约理神 怎样看待祭司 神荣让你来 神不叫你死 我告诉你 这就是极大的事 陈舍饼 只有祭司能吃 祭坛 只有祭司能侍奉 圣所 只有祭司能进去 只有祭司能献祭 别的人 一进去 就是死 所以 神的悦纳 是祭司职份的根基 神今天肯悦纳我 难道我今天不进去吗 当初有人进去会死 今天神说你可以来 而我们不觉得要来吗 这是稀奇的事 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 我能蒙恩来事奉神 乃是神给我最大的恩典 我想认识神的人 都要说 我能蒙恩来事奉 比我蒙恩德就更妙 桌子底下的狗 可以吃桌子底下的饼 但是不能是 奉桌子上面的主人 蒙恩德就是简单的事 但蒙恩事奉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的 今天在教会里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也可以来事奉 而你不觉得 是多蒙恩典的话 我告诉你们 这是愚昧的事 今天的基督教 乃是承认 有居间阶级的存在 今天流行的基督教 把神的祭司 和神的儿女 还是分了阶级 我告诉你们说 盼望在我们中间 没有任何的阶级 如果在那里有一个人 有两个人失败 但并不是有那一个原则 今天在流行的基督教里 那一个原则是被接受的 在原则上 今天基督教 是落到像以色列人一样 子民和祭司是分开的 愿意我们不要落在 以色列人的制度里 探望神恩代我们 二十二 教会的侍奉 一个教会 外面的立场对了 里面的内容也对了 仍是不够 它还必须有侍奉 必须有教会的侍奉 教会的侍奉 在历代是被人忽略的 就是在今天 我们对教会的侍奉 所认识的仍是不够多 教会的侍奉 就是属灵的配搭 就是信徒在生命中 在圣灵里的配搭 教会的侍奉 就是众信徒 在圣灵里互相做肢体 成为一身 各按各职 各尽其功用 而有的属灵的举动 不是个人单独的举动 乃是全体信徒配搭的举动 不是个人单独侍奉 乃是全体信徒共同侍奉 不是一个牧师 加上一个传道 再配上几个长老 和执事的侍奉 乃是全体信徒 都有份的侍奉 一个教会 如果是正常的 就应该有多少人得救 就有多少人侍奉 在新约里 所有得救的人 都是祭司 所以 所有得救的人 都应该侍奉 如果在一个教会中 只有少数的人 或只有一部分的人侍奉 那个教会 还是有毛病 还是软弱的 必须全部的人都是奉 教会才是刚强的 一 身体的侍奉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 教会的侍奉 必须是身体的侍奉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十四 至十九节 又二十八至三十节 身子远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摄若角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 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摄若尔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 聚个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翻方言的吗 各个肢体 都有他植分上的侍奉 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乃是圣灵按着身体上的需要 给他们各种各样不同的 恩赐和植分 主给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植分 乃是为着供应整个身体的需要 主今天在身体里 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植分 主自己知道 他不会给一个身体都是眼睛 他不会给一个身体都是脚 他不会给一个身体都是耳 主要给身体有各种不同的植分 来供应整个教会 这一个身体如何需要许多的肢体 教会也需要许多不同的植分 特别是为着侍奉 特别是为着属灵的侍奉 你在这里看见 有的是话语的侍奉 有的是行异能 话语的侍奉和超然的侍奉 两种都摆在这里 神迹的侍奉和话语的事都在这里 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 一个教会必须是有余地 给所有的肢体都能够侍奉的 那一个才是教会 这是明显地给我们看见 教会乃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连不俊美的也在内 都有属灵直事上的用处 个个都在那里是奉主 身体上不可能有许许多多肢体 是没有用处的 你们要在这里看见说 每一个人在身体上都是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用处 每一个肢体在神面前 都该有他的侍奉 这才算做教会 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 以福所书四章 就看见在那里有三样不同的地位 在这里有话语的直分 也有神迹的直分 都是为着身体的兴旺 各肢体都有他直分上的侍奉 你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你们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你们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你们就得在神面前 有你们的侍奉 我们着重一个普遍的侍奉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单独的侍奉 你们非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在那里是奉不可 各个都得侍奉 我盼望神所有的儿女 各个都带到这一个地步 都要在那里侍奉 因为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用处 我们不盼望有一个人不是奉 不能容让包办制度的存在 如果一个地方的肢体不能侍奉 有一个制度 把整个身体的是托给眼睛去办 那定规不是身体 手不做事 叫眼睛做事 脚不跑路 叫眼睛跑路 口不吃东西 叫眼睛吃东西 鼻部闻味 叫眼睛闻味 这叫什么 这不叫身体 这叫怪物 如果你们碰着一个团体 如果你们碰着一个制度 那一个制度乃是说 一个人两个人 包办了整个身体的事 任何其他的肢体都无需侍奉 而这一个身体会往前进的话 我告诉你们说 那一个地方定规不是教会 并且那也是不可能的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个人 全身什么事情都不做 专门托给一个肢体去做 或者托给两个肢体去做 耳朵也不听 叫眼睛替他听 鼻子也不闻味 叫眼睛替他闻 手不做事 叫眼睛替他做 脚不走路 叫眼睛替他走 什么都叫眼睛做 一个肢体做了所有的事 我告诉你们说 你就明显地知道说 这不是基督的身体 在这里有病 有大病 所以弟兄们看见 在教会里 所有在神面前有职份的人 做肢体的人都要在那里侍奉 个个都要在那里侍奉 而没有包办的制度 没有一个肢体或者几个肢体 代表所有的肢体来做事 如果有那样的事发生 你就知道 这不是基督的身体 凡没有余地给肢体是凤的 那一个制度定规 不是身体的制度 在身体里面 眼可以非常忙 口可以非常忙 脚可以非常忙 手可以非常忙 而一点不抵触 如果口 脚 手 鼻都不动 就有毛病 眼睛动 口动 手动 在一个身体里 能够有佩搭 这就是身体 如果有的人是凤 有的人不是凤 有的人做祭司 有的人不做祭司 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做祭司 你就明显地看见 这不是身体 这一个原则 这一条路 要给弟兄姊妹看见 二 肢体各尽其直 再看罗马书 十二章四节至八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 或做直视 就当直视 或做教导的 就当教导 或做劝话的 就当劝话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还有一件事 是在身体里 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 个人所懵的恩典 不一样 因为个人所懵的 恩典不一样的缘故 个人在神面前 所得着的恩赐 也不一样 刚才所读 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所注重的 乃是话语直视 和神奇的直视 那一个 乃是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的范围 这里呢 也有话语的直视 但是 还有教会里 服侍的直视 或者说 好像所谓的 立位人的工作 有的人施舍 有的人治理 有的人怜悯人 有的人劝话 在这里 你看见 有话语的直视 又有立位人的工作 直视 都应当专一地侍奉 身体 不应该没有余地 给所有的肢体来侍奉 这一个 我们在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已经看见 在罗马书十二章 又给我们看见 每一个有恩赐的 不管是话语的直视 或者是服侍的直视 那一个命令 乃是要专一地做 换一句话说 不应该干涉别人的事 践踏别人的脚 你走路的时候 不要把别人的脚跟踏了 你走你的路 你按着绳索 给你的恩赐来做 讲预言的人 就是讲预言 不要管别的事 劝话的人 就管劝话 不要管别的事 治理事的 就在教会里 好好地治理 不要管别的事 人的天性欢喜 做别人所做的事 弟兄们要看见 各个都应当侍奉 各个应当专一地侍奉 专一地做他所该做的 罗马书十二章这一段 乃是给我们看见 每一个人 都应当专一地侍奉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都应该知道 他能做什么 都应该知道 主所给他的恩赐是什么 知道了 就当专一地去做 不管别的事 各个在那里注意的做 各个都在那里注意的时候 就是身体 身体不能让一个肢体失职 我们不能让肢体坍台 眼睛如果不看 全身就黑暗 脚如果不走路 全身就不能走 眼睛应当看 脚应当走 你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 就是非常小的 也盼望你不把这一个恩赐 藏起来 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 可以把一千两银子的原则 带进来 你所得着的 就是一千两也要用 你们要看见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每一个肢体 不管你所得着的是 大的恩赐也好 是小的恩赐也好 是五千的也好 是二千的也好 是一千的也好 每一个人都应当把所有的拿出来 侍奉 如果有人不专一的侍奉 把他的一千两买起来 就不成功做教会 身体上如果有几个肢体不动 就叫身体大大的吃亏 领一千两银子的人侍奉 就是教会 教会能兴旺不能兴旺 不是在乎说 领五千两银子的人出来不出来 是奉不侍奉 完全的责任都在那一千的人身上 历史历代以来 所有的难处都不在五千的人身上 而在一千的人身上 一千的上好就好 一千的人埋了就完了 一千的人的难处 就是埋在地里 结果你看见在教会里死的重量 不知道多重 五千的人背负一千的人 死的重量 不知道多重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有教会 所有一千两的人都拿出来做买卖 所有一千两的人拿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地方就有教会 你们自己要注意 教会做得好不好 不只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更是看你们有没有力量 叫所有一千两的人都拿出来 今天教会所有的难处 都是在有一千的人身上 主给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的恩赐多过五千 教会二千年之久 也许得着一个五千的人 但是教会天天能够得着五个一千的人 任何神的儿女就是非常不行的 还是有一千 把五个一千摆在一起的时候 就等于一个五千 今天如果在教会里 所有一千的人都拿出来 在我们中间 就用不着有这么多大的恩赐 就是这些一千一千的出去 我告诉你们 整个世界要被打倒了 所以你们自己要在这里看清楚 不是说你们自己能做多少功 也不是说你们自己能背负多少重担 乃是说你们能叫所有的弟兄姊妹 所有一千的人都出来做事情 都出来侍奉 这是这几年来 我们所特别看见的路 就是各个一千的都得出来侍奉主 如果只是你一个人 一天忙到晚 就算不得教会 如果你一天忙到晚 也叫全体一千的都在那里做 都在那里忙 是教会在那里侍奉 是教会在那里传福音 是教会在那里做 是身体在那里活动 而不是几个肢体 代替身体在那里活动 这样中国就起手有教会的见证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光是有一个地方 有人在那里聚会 就叫做教会 基督的身体才是教会 基督的身体要靠着所有的肢体 都在那里活动 问题都是在一千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盼望 只有一个负担 就是各地方的工作 不是注重在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人身上 而是注重那些少有恩赐的人 按着人看不行的人 只有一千的人 盼望各个一千的人都从地里头出来 要告诉他们 手筋是擦汗的 不是包银子的 各个的手筋都应当擦汗 没有一个人的手筋可以包银子 我告诉你们 有一天 所有一千的都起来奉事主的时候 你就看见在我们中间有身体 在我们中间有教会 今天所有的难处 就是五千的人包办了一切的事 二千的人包办了一切的事 一千的人都在那里懒惰 要给一千的人看见 不错 你们虽然只有一千 但是你们去做 这就叫做身体 这就叫做身体的生活 他们只能从这里起头 不能从那么远起头 让他们学 一天过一天 按着他们所能做的去做 各个都能是奉神 没有一个人能把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这样你们就要看见 有基督的身体 身体的生活 从一千的人身上 才充分地表现出来 三 让个个都有机会侍奉 一个教会 能不能站在教会的地位上 也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个地方 给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有工作的机会 能不能让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有事奉神的机会 有一件事你们必须注意 就是信的人得了生命 他的性情要是奉神 他的天性要是奉神 你不给他机会是奉神的话 就定规出毛病 就要变成宗太 他新的性情要是奉 而在你们中间不能侍奉 他就要另外寻找一个侍奉的地方 许多宗太是从工作得来的 有许多的人要是奉神 但是没有出路 他就另外去寻找出路 就变成宗太 这个身体你必须给他工作 给他有机会发展他的功用 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 乃是给我们看见 你有什么种的恩赐 你只做到你的恩赐为止 千万不要做到比你信心的程度还要高 要留下地位给别的弟兄来做 请你记得 你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别的弟兄就没有工作了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别的弟兄就没有事情了 你把所有的道都讲了 别的弟兄就没有道讲了 所有教会里最好是一个人做一分 不能一个人做两分 更不能一个人做全分 每一个弟兄都安排一分给他做 要给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有机会是奉神 像你有机会是奉神一样 身体岂止有一肢体 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底下接着说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奇妙的地方 就是保罗在这里反问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使徒吗 神在这里问说 是不是都是 因为有先知 要占祭神的教会 有教师 要占祭神的教会 有行义能的 要占祭神的教会 所以主问说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整个教会 都是行义能的 还不是教会 整个教会都会讲到 还不是教会 整个教会都做先知 还不是教会 其都是得着恩赐医病的吗 是有专门医病的团体 但是我们就是 各个都会医病 我们还不是教会 其都是说方言翻方言的吗 就是各个都会说方言 翻方言 还不是教会 主这个起字 意思就是 不都是 也得有使徒 也得有教师 也得有帮助人的 也得有治理士的 各种各样的合在一起 才是教会 但是我们非常稀奇 有许多的弟兄 就是欢喜一种工作 有的弟兄 就是以为 他那一种的工作最要紧 如果每个弟兄 都是医病的弟兄 那么使徒 先知 教师 都没有用处了 所以 负起教会责任的地方 就要让做先知的人 有机会讲道 做教师的人 有机会教训 有医病恩资的人 有机会医病 说方言的人 有机会说方言 治理的 都有机会治理 教会在工作上 对任何的弟兄姊妹 都不能限制他 这样才是教会 不然的话 就是宗太 而不是教会 因为你不给他 机会是奉 他就要另外寻找出路 年轻的弟兄 有肉体的掺杂 只能用权柄对付他 主绝对没有意思 叫一千的人 把一千都埋起来 从主的眼光来看 最大的恩赐 不过只有五千 最少的恩赐 有一千 教会如果把一千的 都拿出来用 就能抵得上 多少个五千 如果只有你们几个 在那里做 教会就爬不起来 这并不是说 这一千的人 刚刚信主不久 没有肉体的举动 许多地方 要叫他听话 要叫他顺服 另一面 还得用他 千万不要因 对付肉体的缘故 把恩赐都对付了 所有工作的弟兄 在各教会 带领别人的人 总得让每一个弟兄 都有机会侍奉 罗马书十二章 所说的恩赐 比哥林多前书 复杂得多 说预言 做执事 教导 劝话 施舍等都在内 所有一千的 都有机会彰显的时候 宗太就出不来 带领别人侍奉 以福所书第四章 也有差不多的话 第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 恩赐是不一样 第十六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神在这里的意思 乃是所有的肢体 都活动的时候 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 如果所有的弟兄姊妹 不能都起来有事奉的话 基督的身体 就不能建立 各处的负责弟兄 总要记得你的工作很忙 而弟兄姊妹都不忙 你就大失败 你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做得多就好 你如果能带领 别的弟兄姊妹做事 我告诉你 主更喜悦 你带领别的弟兄姊妹做事 过于你自己做事的多 问题是在 你对自己到底怎样看 如果你认为 你自己做得好 能建造基督的身体 你就做下去 如果你有意想 就能看见 教会的事 不是你一个人能办的 你之多不过是 教会的一分子 基督的身体里 每一个肢体 都有他们的工作 你带领他们做 你就摸着什么叫做 基督的身体 你们必须看见 你们不能替弟兄 姊妹们做 你们绝不能代替弟兄 姊妹做 不管你自己多完全 你的事做得多好 你的恩赐有多大 你如果不能带领弟兄姊妹做 这个地方还不是教会 岂都是手吗 一千只手 一百只手 是怪物 不是身体 我也可以进一步问说 岂只有一只手吗 你总不能说 这一种工作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 我们必须看见 基督的身体里面 包括的比我多得多 个个能从元首接受恩典 不一定经过我 主的恩典 可能叫我诧异 这个恩典有多大 主如果恩待 能叫他们在我之外 接受恩典 能叫他们不经过 我蒙神的祝福 主在教会里 能兴起各种各样 做工的人 我们要带领 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做工 我们不要把他们 都弄得像我们一样 一个地方 如果弟兄姊妹 不能做工 只有几个弟兄 在哪一个地方侍奉 请你记得 这和工会 一个人的侍奉 差不了多少 一个人的是 奉是神所厌恶的 几个人的侍奉 也是神所厌恶的 全体的是 奉才是神所悦纳的 神的爱是说 每一个 你把个个 都带起来做的时候 那么你才看见 这是教会 这是教会的侍奉 四 全体都应当学习侍奉 弟兄姊妹 对于教会的事物 都应当相当的关心 也应当相当的清楚 什么事情 大家都得下手 在那里做 比方 像聚会地方的整洁 会所的备 蚊帐 备单 怎样料理 都是立为人 侍奉的性质 贫穷的弟兄姊妹 应该怎样照顾他们 这都是立为人的工作 或者外部的弟兄姊妹 来往的接送 这都是立为人 性质的工作 你们在神面前 能够看建立为人 性质的工作 是相当的多 教会的执事室里 有许多的工作 也是立为人的工作 一个人是奉神的时候 一面要有祭司的工作 另一面要有立为人的工作 两个都应该做 一面你在那些属灵的 是奉上有份 一面你在事物上也要做 请你们记得 私体返和他们几个人料理饭食 这就是执事的工作 立为人的工作 门徒出去分饼 把十二个篮子 把七个筐子的饼 线拿回来 这些事都是执事的事 犹大的管钱 也特别是执事的事 主耶稣在叙家的井旁 打发门徒去买饼 这也是执事的工作 这些事也都是 基督徒工作里的一大部分 这一类的事 是教会在神面前 全体都要好好的学习的 立为人的工作 在这里我想 我可以提出一个意见来 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 有许多弟兄姊妹有空 也有许多姊妹在家里 一点空都没有 又得烧饭 又得管孩子 为什么在立为人的是凤梨 没有弟兄起来 负责料理这些事 真是安排人到弟兄家里 到姊妹家里 帮他们的忙 负责的人可以对他说 在我们中间有两个姊妹 一个礼拜帮助你洗两个钟头的衣服 这也是立为人的工作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西里尼的寡妇缺少照顾 就有话说 这就是教会 虽然不是属灵的事 是事物的事 还应当做 有好些事情 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思想 一 整洁的工作 二 会所里面的陈设和招待的工作 三 还得有一般的弟兄姊妹 专门管剥饼和受尽的事 剥饼的饼和杯要有人管 也要有受过训练的人来管 受尽的人上来 下去 换衣服等等 都是他们的事 四 在我们中间信主的贫穷的人 应该怎么样的周济 五 周济还未信主的穷人 或者有水灾火灾的时候 教会要起来顾念他们 六 外来的弟兄和出外弟兄 接送的事 七 管账的人 八 管火石的人 九 直视市里的人 十 管车辆的人 有汽车 有交通车的地方 必须有人专门管这些事 十一 要有人管轮毒来往的信件 十二 在这里 最少还有一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没有事情给他们做 所以 我相信 也许关于周济贫穷的弟兄姊妹 做合他们家里的事 连洗浊 连缝补都在里面 我总是盼望 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事务上要背负一个重担 总不要让有的人做 有的人不做 因为教会的侍奉 总是全体的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的弟兄姊妹有空 能够替别的弟兄姊妹 做一点家务的事也好 每一个礼拜到另外的弟兄姊妹 家里去效力一个钟头 替他们做一点 零零碎碎的事 特别是那些做太太的姊妹 有钱有地位的姊妹 让他们到有的弟兄姊妹 家里去洗洗 补补倒是好的事 不要专门有人替他们做事 而他们自己不下手作 如果他们肯到困难的弟兄姊妹 家里去 亲自下手作 这就像基督徒 事务方面的事 大概是这么多 那一个原则 你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清楚 总是全体弟兄姊妹 都要有属灵的侍奉 全体弟兄姊妹 也都要有事务的侍奉 无论多做少做 总是盼望大家都能做 都要尽力量地做 这一件事 如果能够安排得好 就能够叫教会一步一步地做 我在说 弟兄们 你们自己必须看见 你们的责任是相当的大 你们的事情是相当的忙 你们要在那里做 做到一个地步 把弟兄们也带到这一个地步来 弟兄们也来的时候 地方教会就有根基 别人一看 就要知道 在我们中间有教会的见证 我们是各个人做事 各个人在事务的事情上有份 各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有份 要叫一千的人都去做买卖 我在这里要对负责的弟兄说 你们有一个天然的习惯 就是欢喜用二千的人 教会的历史都是这样 五千的人自己会爬上去 不要管他 一千的人无奈他和 还没有讲两句话 又埋起来了 二千的人最便当 本领也有一点 事情也会做 又不埋 但是你们在各地 如果只能用二千的人 不能用一千的人 你们是完全失败 我在福州也这样说 我在上海也这样说 今天我再说 什么叫做教会 教会就是每一个一千的人都出来 所有一千的人都有事务上的侍奉 所有一千的人都有属灵上的侍奉 你不能摇头说 这一个人没有用 给你两个没有用 三个没有用 教会完全了 你完全失败 你看他没有用 他就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如果你能对他说 凭着你自己你是没有用 但是主给了你一千银子 主叫每一个一千的人都去做买卖 主能用他们 你如果不能用一千的人 就证明你是一个在主面前 不能做首领的人 所有没有用的弟兄姊妹 都得把他们带来用 这就是做工的弟兄的工作 做工的弟兄 不只是要来用那些有用的弟兄姊妹 并且要叫一切没有用的弟兄姊妹 便做有用 那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说 主没有给一个人少过于一千的 在主的家里 没有一个仆人能够蜕变说 主一点都没有给我 我愿意你们知道这一件事 所有神的儿女在神面前都是仆人 是儿女就是仆人 或者换一句话说 是肢体就是恩赐 是肢体就是执事 如果我们以为有一个人 主不能用他 我们就根本不认识神的恩典是如何的 我们必须彻底地看见神的恩典 神说这一个人是我的仆人 我能不能站起来说他不是 今天如果让你到全教会里去挑选 也许只能给你挑出三个五个来 但是神说所有的人都是仆人 神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是仆人 我们就能够让他们侍奉 弟兄姊妹们 从今以后 我们在工作上能不能有路 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就看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到底怎么说 到底我们说 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是几个人出去做呢 是几个特别有恩赐的人出去做呢 或者是所有主的仆人在里面都有份 全教会都在这里侍奉 这就是所有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 就什么都没有 基督的身体是活的 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道理 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活的东西 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学习这一件事 只有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有功用的时候 才有基督的身体 是每一个肢体 都在那里有功用的时候 才是教会 今天难处是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继承了 罗马教神府的制度 我们继承了 更正教牧师的制度 一直到今天 我们一不小心 在我们中间 也会做出一种 居间的制度 我们在神面前 包办的一切是奉神的事 光在那里传基督的身体没有用 你必须让它有功用 有工作 是基督的身体 你就不要怕它没有功用 是基督的身体 你就能够信 主在各地 要叫每一个肢体都起来做 我如果讲的没有错 我怕时候已经到了 我从各地所收的信 我从各地所听的消息 今天各地都已经预备好了 全体要出来 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要跟上去才行 我不盼望今天在我们中间 有一个弟兄出去 不是带领弟兄姊妹侍奉 而是代替别人侍奉 我盼望你们到了一个地方 在起头的时候 你带领十个 八个人在那里侍奉 过了些日子 他们要带领六十个 八十个 一百人在那里侍奉 等到你再到这一个地方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千个 两千个 完全在那里侍奉 我告诉你们 这是对的 你如果必须用五千的 来压二千的 用二千的来压一千的 我告诉你 你不是主的仆人 你如果必须用五千的 来代替二千的 用二千的来代替一千的 你不是主的仆人 你必须叫五千的 起来侍奉 叫二千的 起来侍奉 不止 还要叫 所有一千的 都起来侍奉 你所以为没有用的 也要叫他们 起来侍奉 这样就有荣耀的 教会起来 我宁可在福州 看见那些 简简单单的乡下人 都在那里侍奉 我不盼望 只有三个五个 突出的人 在那里讲道 我不佩服突出的人 我喜欢一千的人 主如果恩待我们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保罗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彼得 但是主没有这样做 全世界都是充满了 一千的弟兄 一千的姊妹 这些人怎么办 你们今天把这人 摆在什么地位上 如果神真是 对付我们自己 对付我们的工作 对付到一个地步 叫我们出去 给一千的人有路 给一千的人有侍奉 教会要再一次看见 什么叫做弟兄相爱 非拉铁非要出现了 五全体的侍奉与权柄 今天不只是 要有上面的管理 也要有弟兄相爱 我相信权柄 我也相信弟兄相爱 没有权柄 教会没有法子前进 你遵守我的道 这是权柄 没有弃绝我的名 这是权柄 非拉铁非有这个权柄 但是非拉铁非 自己是弟兄相爱 所有的弟兄都出来 在爱里侍奉 到那一天 我告诉你们 我们就起手知道 什么叫做教会 不然的话 像这一种的情形下去 我们还是拖在 罗马礁的尾巴之后 我们还是拖在 更正教的尾巴之后 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 非拉铁非的弟兄 和教会的权柄 两条路 恩赐与权柄 今天 我想两条路 是够清楚地 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主在中国 能够把我们打破 前十年 前二十年 前三十年 走的路 要完全掉过来 你们的看法 不能像从前一样 要打碎 要打破 第一 你们不应该看 这一个弟兄 有用就用 不能用就放弃 在教会里 不能有一个肢体 是被放弃的 这不是主所走的路 主今天 如果要恢复 他的见证 就得叫 所有一千的人起来 全体属乎主的人 都是身体上的肢体 个个都得起来 个个都得有他的作用 这样 你们就看见 有教会 今天你们 在山上往四围去看 你差不多 要说教会在哪里 基督在哪里 好像主不在这里 教会也不在这里 我再说 你们出去 千万不要 轻开一千的人 千万不要代替他们 千万不要压住他们 要相信 从心里面相信 要叫他们去做事 神如果能够放心 叫他们做仆人 你也应该放心 叫他们做仆人 第二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怕他们肉体的活动 这两条路 总是在教会里要建立的 一个是权柄 一个是恩赐 一千的人 都要能来有事奉 有工作 有果子 你说 一千的人 带着肉体来怎么办 我告诉你们 肉体是要解决 解决是用权柄 权柄是代表神 这完全是两件事 恩赐是恩赐 权柄是权柄 一千的人 是要用他的恩赐 有肉体的 要用权柄来解决 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做事 把肉体带进来 你要说 弟兄 你那个不行 你那一个不能带进来 你对他说 这一个态度不对 我们不许 你有这样一个态度 他给你这样一说 明天回家去了 什么都不做了 你就得去找他 对他说不行 那一个你还应当做 虽然肉体又进来 你还要让他做 不过你得再对他说 这一个你应当做 那一个我们 不许你做 总是用权柄对付他 这是一个最大的试探 一千的人 主一用他 他的肉体就马上进来 肉体和一千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要拒绝肉体 我们要用那一千 今天的情形是 我们埋肉体 他们埋一千 教会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能这样 要用权柄对付肉体 也要叫一千的 还能拿出来 也许他们说 我做又不行 不做又不行 那叫我怎么办 你说 是的 做也不对 因为是肉体进来 不做也不对 因为你把一千埋了 一千要进来 肉体不能进来 在教会里面 如果能够维持权柄 又把肢体的功用 统统带进来 你就看见 在地上要有荣耀的教会 恢复的路也就容易 我不知道 主摆在我们面前的日子 还有多少 我相信 我们的路要越过越清楚 我们要把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力量 都摆进去 叫全体弟兄姊妹 都起来侍奉 到那一个时候 教会就要起头 主就要来 所以 求主真是怜悯我们这些人 恩待我们这些人 叫我们能做得好 让圣灵支配每一个人 来侍奉 我盼望弟兄姊妹 看见 教会的立场 在地方上 也在圣灵的权柄上 圣灵的权柄一进来 意思就是说 全体的人 起手学习 除去自己的意思 顺服神的权柄 全体起手 学习侍奉 神的教会 救出来 教会 不是说我个人的意见 不进来救了 乃是说 在积极方面 各个都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 人一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 圣灵的权柄 马上起手支配 而使每一个人 都起手侍奉 各个都是奉 你们这些负责的弟兄 尤其是在各家负责的弟兄 你们原谅我说 这几句话 你们在神面前基本的责任 是你们自己要侍奉 但是 这个不够 你如果只能自己下手做 而不能叫别人做 你是一个失败的人 圣灵要支配每一个人 都侍奉 在消极方面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进来 在积极方面 让圣灵支配每一个人来侍奉 圣灵的权柄 意思乃是说 圣灵从每一个人都走得通 圣灵能支配每一个人 所以 只会自己侍奉 不能把事情摆在别人身上的 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责任不拿在手里 能分给弟兄姊妹做的 这是神要用的人 你不要以为事情来的时候 你多做是对 事情一来 自己赶快做好 拿在手里不分出去的 是拦阻圣灵的工作 事情总得出去 不应当留在自己的手中 把事情留在自己手中的 总是一个拦阻 事情应当不沾在你身上 因为圣灵的权柄 在教会里自由的时候 不是说你做不做 乃是必须让圣灵有自由 能出去 圣灵的权柄 在全身体中都运行 都活动 都出去 才叫教会 工作总要分出去 分出去是一个原则 总归一件事 一到你身上就分出去 一件事一个人做可以 五个人做也可以的 宁可分做五个人做 总要自己做 也必须带别人做 你这样做 乃是训练弟兄做 乃是带领别人做 好让个个都学习侍奉 我和长寿弟兄两人 有一个长时期的仰望 何谈话 我们更相信 以往所看见的 神在以后的日子中 定归要走上移民的路 所以每一个弟兄 都要学习受训练 你不能盼望 将来移民到南昌 而盼望在南昌的教会 替你训练 我们现在就要训练他们 我只怕弟兄姊妹 在神面前没有学习 到移民的时候 这个弟兄不能出去 那个弟兄也不能移民 所以各个对教会 都要有一点学习 我们在神面前 要多多学习全体的侍奉 这样神从我们身上 就有路可以出去 二十三 猛头的问题 读经 《各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至十六节 我称赞你们 以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 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 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 然而赵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 是何疑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 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今天我们要提起的 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就是蒙头的问题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至十六节 没有一次提起弟兄的问题 也没有一次提起姊妹的问题 在这几节圣经里 你所看见的 乃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在这里 你根本寻不到 在基督地位的问题 这里乃是提起 神在创造里安排的问题 在这里不是说 我的父和我是一个 乃是说 神是基督的头 在这里并不是 父和子问题 乃是神和基督的问题 神和他的受高者的问题 这不是父和子中间的问题 这不是神格中 三二一的父神和子神的问题 这乃是说到 被神差遣而来到地上 受神告犹 做神的基督的那一位 神和他的关系的问题 这不是神格中的事 这乃是神和他的受高者的事 蒙头的问题 乃是神和他的受高者的问题 蒙头的问题 也不是基督和他教会的问题 不是说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要蒙头 请你们记得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在这里是说 基督乃是个人的头 在这么多人之中 基督是头 虽然是这么多的人 但是基督是头 基督的做头 不只是指基督做教会的头 基督的做头 乃是指基督做个人的头 所以 根本不是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乃是指基督和个人的关系 所以 这不是指神的儿女 和神的儿女中间的关系 不是指弟兄姊妹的关系 不是指教会里弟兄什么种的情形 姊妹什么种的情形 这里乃是说 男人做女人的头 我们要把根本的问题解决了 才能知道什么叫做蒙头 一 神在宇宙中的两个制度 我愿意把问题带到相当远的来看 不然就不容易明白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这一章需要认识神的人 和认识圣经的人 才能明白 因为这一章相当难读 在这里 有一件事 我们要先看清楚 就是神在他的宇宙里 有两个制度 一个制度是恩典 一个制度是政治 恩典制度 我们所说的教会 我们所说的得救 我们所说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说的做神儿女 都是神恩典制度里的东西 一切关于教会的 一切关于圣灵的 一切关于救赎的 都是恩典制度里的东西 你看见说 在神面前 百夫掌蒙恩典 菲尼基的女人 也蒙恩典 彼得蒙恩典 玛利亚也蒙恩典 拉萨路可以复活 玛大和玛利亚可以侍奉 在恩典的制度里 男女的关系是这样的 政治制度 在圣经里 还有一种的制度 我们称它做神的政治 这一个政治制度 根本和恩典的制度不一样 神政治的制度是独立的 是另外一个制度 在这一个制度里 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而行事 一 造男造女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创造男人 也创造女人 这是神政治里的东西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先造男人 后造女人 这也是神政治里的东西 神要怎样做 神就怎样做了 这是独立的旨意 神要这样做 神就这样做了 神后来定规说 所有的人都做女人的后裔 连主耶稣也做女人的后裔 这也是神的政治 没有一个人和神商量这件事 二 赐食物给人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神将果子赐给人做食物 这是神的政治 在洪水以后 神将动物赐给人做食物 这也是神的政治 三 变乱语言人的语言 本来只有一种 人造了巴别塔 为要显出人 联合的能力来 所以 神在巴别的地方 就变乱了人的口音 不要人说同样的话 这是神的政治 等到五旬节的时候 神把他的灵字下来 叫人说起方言来 这也是神的政治 四 分成多民 到巴别塔的时候 地上的民 分作许多的民 多民的民是民族的民 不是国民的民 这也是神的政治 后来 神在这么多的民中 又挑选一个单独的民 就是以色列族来属乎他 这是恩典 但是 在人类中间有民的分别 这是政治 五 国家出来了过些日子 这许多民 变做许多国 圣经里的历史 给我们看见 国的起头 比民的起头慢 先有民族 后有国家 每一个国家 有一个王管理他们 这也是神在政治里 所许可的 这也是神在政治里 所设立的事 六 以色列人立国 当以色列人 在世世纪的时候 还不过是一个民族 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 到萨摩尔的时候 还是一个民族 像其他的民族一样 因为还没有王管理他们 等到有一天 以色列民也要有王 像其他的民族一样 他们要从恩典里 出来到政治里去 他们说 我们也要有王 像别的民族一样 神警戒他们说 如果有王 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 七 扫罗做王后来 神简选扫罗 做他们的王 扫罗一被拣选 神政治的制度 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起头 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存在 乃是说以色列人专一地 把自己放在政治的底下 以色列人就不能随便地 抵挡他们的受高者 因为他是国王 所以虽然扫罗在恩典方面 离开了神 但是在政治方面 他还是王 你们要看见两条不同的路 才能看见两种不同的情形 以恩典来说 扫罗是失败了 但是在政治方面 他还是王 所以大卫不能抵挡 神所设立的权柄 二 恩典与政治制度的 合一和成全 这一个一直继续道主耶稣 你自然而然地看见 在那里有神 这两方面的工作 神恩典的制度 一直继续在世界上 同时 也有神政治的制度 继续在这世界上 基司和先知 乃是站在恩典的这一边 来维持恩典的制度 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领袖 乃是站在神政治的这一边 来维持神政治的制度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一方面 他是做救主 来拯救人脱离了罪 这一个乃是在恩典制度 底下的工作 另一方面 神是要主耶稣来到地上 借着十字架的工作 来设立他自己的权柄 来设立他的天国 来叫诸天在地上掌权 一直要把鬼魔的势力毁灭 一直要把国度带进来 一直要把新天新地带进来 那一天 恩典和政治的制度 要联合成为一个制度 就是说 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恩典制度和政治制度 要联合成为一个制度 就是说 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恩典的制度和政治的制度 两个要合一在主耶稣身上 它就是两面的做工 一面他站在恩典的制度方面做工 另一面 他又站在政治的制度方面做工 神的政治 不是从造人才起头 神的政治 是从造天使 就已经起头了 这在圣经里 是相当清楚的 撒旦在那里做陈星的时候 撒旦在那里掌权的时候 这一个政治的制度 已经起头了 一直到了人被造 婚姻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丈夫和妻子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家庭的设立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父母和儿女的关系 也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这些基本的机构 都是神在他政治制度里所设立的 现在我要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 就是一切在这一个世代里蒙恩的人 有一个基本的功课 要学 就是说 绝不让恩典打岔神的政治 我要很严重地说这句话 绝不让恩典在我们身上来打岔神 在政治里所定规的 神是叫人来尊重神的政治 不是叫人来废弃神的政治 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政治 我们在神面前就要是一个不法的人 我们根本没有看见一个教会之外 还有一个国 所以你们必须看见政治的制度 恩典的制度 乃是未要成全政治的制度 不是政治的制度来为着恩典的制度 反而是恩典的制度来成全政治的制度 许多人有一个基本的错误 就是糊里糊涂 以为能够借恩典来把政治摆在一边 神在恩典里的工作 你没有方法用它来改变神的政治 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恩典的赦免 不能改变神政治的赦免 你在恩典的赦免里 不管得着多少 都不能改变政治的赦免 神的政治是另外一个原则 从起头到末了 神总要带进他的政治制度 恩典就是与政治相配的 今天因为人在政治的制度底下不服 在政治的底下反叛 所以才有恩典制度进来 恩典制度使你被拯救 被挽回 叫你能够顺服神政治的制度 恩典反而是为着辅助神政治的制度的 三 要学习认识神的政治 亚当被赶出伊甸园 你们记得亚当犯罪的事 神造了伊甸园之后 就造亚当和夏娃 神叫他们看守 这简直是把伊甸园完全地给了他们 伊甸是快乐的意思 他们住在快乐的园子里 但是他们两个犯了罪 犯罪之后 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 有一位拯救的主要来 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 虽然有一个救赎的应许 但亚当和夏娃 还是被赶出离开伊甸园 你看见 拯救是主的恩典 但这并不拦阻神赶出的政治 神不只把亚当赶出伊甸园 并且用基禄搏守住伊甸园 叫他们两个不得回去 这是神的政治 神的政治和神的恩典 是两个东西 恩典给人救主的应许 正值把人赶出伊甸园 人从今天起 不能再在伊甸园里 这是相当清楚的 以色列人不得进迦南 以色列人到了家底斯巴尼亚 他们不肯进迦南地区 结果神就不给他们进去 以色列人懊悔了 自己要进去 一天之中被迦南人杀死了许多 以色列人在那里哀哭呼叫 但是神不能让他们进去 曾有一次不进去 就不得进去 神在政治上 不让人随便做 神有他的政治 摩西的士摩西用仗 打了磐石两次 没有尊耶和华为胜 结果就不得进迦南地 虽然神怜悯他 把他带到皮斯加山上 但是他不能和神的子民 一同进到迦南地 虽然他能够和神 一同在皮斯加山上 看迦南地 但是不得进去 从山上看迦南地的范围 是神的恩典 但是不得进迦南地 这是神的政治 大卫的士大卫犯了罪 神恩待他 怜悯他 赦免他的罪 并且神还恩待他 叫他从这件事以后 和神有特别的交通 可是刀剑永不 离开他的家 这是神的政治 巴拿巴和保罗分开 巴拿巴与保罗分开 是为着马可的缘故 马可是巴拿巴的亲戚 马可在半路上不顺服 不听话 巴拿巴还是愿意带他 明显是因为有亲属的关系 从此 巴拿巴与保罗分开 把马可带到居比路去 在这里 完全是肉体的关系 在里面做工 我承认 巴拿巴到后来 也许还被神用 还做了好的工作 但是 从那个时候起 圣灵从圣经里 把他的名字取消 他的名字还在生命册上 但是不再记载 《使徒行传》上 这是神的政治 在神的政治里 不能让人行走 他自己的路 恩典的制度是一件事 政治的制度 又是一件事 人越谦卑 在神政治的制度里 越上级 千万不要以为说 你因为进入了神恩典的制度 你就能废弃神政治的制度 恩典没有法子废弃政治 并且恩典是叫人能顺服政治 我严重地说这话 恩典乃是给我们能力 叫我们能顺服政治 恩典不是叫我们造反 来推翻政治 神的这两个制度 是互相成全的 恩典不能废弃政治 只有愚昧的人才说 我蒙了恩典 我可以放松 可以随便做 这是愚昧人做的事 一个人在恩典之下 看得越清楚 他做仆人 就更像仆人 他做主人 就更像主人 也照样 一个人在恩典之下 看得越清楚 他越会做丈夫 越会做父母 越会做儿女 越会做国民 越会服在权柄底下 人越接受神的恩典 越会知道说 我怎样来维持神的政治 我没有看见一个 真认识神恩典的人 反而是毁坏神政治的人 四 蒙头和神的政治发生关系 蒙头的问题 是属乎神政治的问题 蒙头乃是与神的政治 发生关系的 你们若不知道神的政治 我没有法子 劝你们蒙头 如果不知道 什么叫做神的政治 就不知道蒙头的关系 是何等的大 如果看见神的政治 知道在神的话语里 所启示的 有一个叫做 神的政治制度 就要看见 蒙头和神的政治 发生极大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至三节 我称赞你们 以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所以这里乃是神的政治里的问题 在这里不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乃是神与基督的关系 如果用一句金世代人的话来说 基督就是神的代表 不是说父和子的关系 因父和子的关系 是神格中的关系 这里不是说在他神格中 有什么种的性质 乃是说在职份上 在神的安排上 在神的政治上 神是神 基督是基督 基督乃是神所差来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神是神 主耶稣是被差来的基督 这一个神和基督 就是神政治里的一件事 基督本来是和神同等的 是他甘心乐意做基督 做被差遣的 神乃是高高在上做神 基督乃是被差遣 来做神的工作 这是神政治里的第一件事 神的目的是什么 神是要设立基督做头 所有的人都得顺服他 他是万有的元首 他在万有之间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而造的 所以他是个人的头 众人都要顺服在他底下 这一个在神的政治里 也是基本的原则 基督是个人的头 不是恩典制度里的东西 乃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照样 男人是女人的头 也是神政治制度里的东西 神在他的政治里 设立男人做头 和神在他的政治里 设立基督做头一样 和神在他的政治里 设立他自己做头一样 这乃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神在这里自己做头 神设立基督做头 神在设立男人做头 这是神政治的三个大的原则 神是基督的头 不是说神大 基督大的问题 乃是在神的政治里 神是基督的头 在神的政治里 基督是个人的头 在神的政治里 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是神所设立的 这是神所定规的 腓立比书二章是够清楚的 主耶稣在他基本的性质上 他是与神同等的 但是在神的政治里 他乃是基督 因为他是基督 所以神是他的头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 他承认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父告诉我的 我来不是行我自己的意思 乃是行差我来者的意思 我不过是基督 我不过是被拆来的基督 我不敢凭自己说话 我乃是听见了才说话 我不敢凭自己做事 我乃是看见了才做事 他今天是站在政治的里面 神所定规的是 神是神 他是基督 基督要听神的话 虽然子神不必听父神的话 以基本的位格来说 子神和父神是同样大小的 是同等的 也是同尊的 可是在政治里 他不站在子神的地位上 他是站在基督 受差遣的地位上 神的政治 要有一天被认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基督是他的头 这是神在政治里的定规 基督要做个人的头 今天只有教会知道 世界的人不知道 有一天 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 基督是头 他是造物中的第一个 在受造之物中 他是初熟的果子 所有受造的人 都要服在基督的权柄下 照样 神定规 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一件事 也是在教会里才知道的 你们看见这一点吗 今天只有教会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也只有教会知道 男人是女人的头 我们已经看见 恩典不能推翻神的政治 我想 我们所学的功课 越过越清楚 恩典是为着扶持神的政治 不是为着破坏神的政治 没有一个人 能愚昧到一个地步 利用神的恩典 来干犯神的政治 神的政治 是不能干犯的 神的手 一直要在那里 维持神的政治 今天 人不能因相信的主 就推翻父亲的权柄 今天 人不能因相信的主 就推翻主人的权柄 今天 人不能因相信的主 就推翻政府的权柄 今天 我们不能说 我是基督徒 所以不必纳税 我是基督徒 所以不必完凉 没有这件事 你越是基督徒 越要维持神的政治 今天我们在世界里 是要维持他的见证 所以他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 三种不同的元首 神是元首 基督是元首 男人是元首 根本不是弟兄姊妹的问题 根本是政治里的东西 不是恩典里的东西 恩典是说弟兄姊妹 但是在政治里 神另有定规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独立的心意 神定规 他自己做元首 基督做顺服的 神定规 基督做元首 个人做顺服的 神定规 男人做元首 女人应当有顺服的记号 五 蒙头的意义 四至五节 反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反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在这里 我要给弟兄姊妹看见 什么叫做蒙头 蒙头的意义是说 我服在神的政治底下 我接受那一个地位 我绝不敢说 我蒙了恩典 我可以取消神的政治 我连想也不敢想 我反而接受这一个 基督如何接受神做头 个人也如何接受基督做头 照样 在代表上 女人也如何接受男人做头 蒙头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我没有头一样 我把头遮了 好像没有头 请你们记得 在实行上 女人蒙了头 但在实际上 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 个人在基督面前是蒙头的 可是在实行上 神只要求女人 在男人面前蒙头 这是一件稀奇的事 这是相当深的原则 发生了极大的关系 并不是小事情 我常常觉得说 有的弟兄 有的姊妹 根本没有法子 和他讲蒙头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神的政治 你要明白 什么是神的政治 你才能明白蒙头 问题是说 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 所以我在神面前也蒙了头 我把头遮了 看不见了 不显露了 神是我的头 在事实上 神是要每一个人的头都蒙起来 基督是我的头 我的头要不出来 我的头要不看见 我的头要不显露 在这里 我要对坐基督徒的女人说 神定归男人是女人的头 今天在不认识神权柄的日子当中 只有在教会里 主要求这样的事 所以 这便做是做不做基督徒的问题 神在教会里 要求基督徒接受 神在政治上所定规的制度 六 姊妹们的责任 所以 姊妹们的蒙头就是说 她在神面前 是站在基督在神面前的地位上 也是站在 个人在基督面前的地位上 而蒙头的 神叫女人蒙头 乃是要把神的政治 在地上彰显出来 也只是女人 神才叫她蒙头 女人的蒙头 不止为着自己 乃是为着代表 有许多事情是为着自己 有许多事情是为着代表 为着自己 是因为我是女人 为着代表 是因为代表个人 代表基督 在基督面前 我是代表个人 在神面前 我是代表基督 所以 在神面前 女人蒙头 就是等于基督 在神面前蒙头一样 在个人面前 女人蒙头 就是等于个人 在基督面前蒙头一样 所有的人 在基督面前 都应该没有头 都应该把头遮盖起来 都应该让基督做头 一个头不蒙 就是两个头 有了两个头 总得把一个蒙掉 神在这里 基督在这里 要蒙一个头 像男人在这里 女人在这里 也要蒙一个头一样 基督在这里 个人在这里 也得蒙一个头 不蒙头 意思就是说 有了两个头 在神的政治里 不能有两个头 神是头 基督就不能做头 基督是头 个人就不能做头 男人是头 女人就不能做头 神是叫姊妹做代表 姊妹是要显出神 这一个政治的制度 姊妹乃是负责在头上 有顺服的记号 要显出神政治的制度 神特别要求这一件事 就是在女人祷告和讲道的时候 要她们蒙头 因为她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就得知道神的政治 她们为着神到人面前去讲道 为着人到神面前去祷告 或者是祷告 或者是讲道 或者是为着神出去 或者是到神面前去 凡与神有关系的 都得蒙头 目的是为要显出神的政治 男人不许蒙头 男人如果在女人面前蒙头 是羞辱自己的头 男人是代表基督 男人蒙头反而是认说 个人不该在基督面前蒙头 基督反而该在个人面前蒙头 七 姊妹要怎样蒙头 第六节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换一句话说 神对姊妹说 你该彻底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蒙头 而把头发留在那里 人如果不蒙头 就得把头发剪掉剃掉 如果你觉得剪发剃发是羞愧的 你就得蒙头 这是保罗的意思 女人如果不蒙头 就该剪发剃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头 要彻底 不要只做一半 七节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你看见男人是代表神的形象和荣耀 所以不该蒙头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所以女人该蒙着头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不能显出男人是头 八节 九节是相当清楚 都是讲到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说 不知道政治的问题 根本不必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这是神做的事 创造的时候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创造女人的时候 是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的 所以你看见 头是亚当 不是夏娃 并且 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所以 为这创造的缘故 也要福 世界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圣经里没有怎样的规定 要用什么来蒙头 就是说要把头蒙住 要把头发 锁在的头蒙住 为着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为着天使的缘故 我常常觉得 这是非常奇妙的教训 姊妹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是为着天使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 天使犯罪的历史 撒旦是背叛的 撒旦如何背叛 乃是要高抬自己 与神同等 以赛亚书十四章说 他在那里要高抬自己 要升到天上与神同等 换一句话说 天使在神面前出了头 不服在权柄之下 每一个读以赛亚书十四章的人 都知道撒旦在那里一直说 我要 我要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撒旦就是要做这样的事 你们在这里所看见的 乃是说 天使掌堕落了 启示录十二章 给我们看见说 撒旦堕落的时候 拖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一同堕落 换一句话说 在神面前 没有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 而想出头 这是天使的堕落 今天女人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 就是要做给天使看 今天只有教会里的姊妹才有 整个世界的女人没有 今天姊妹们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 就是说 我把我的头蒙起来 我没有头 我不做头 我的头不显露 我接受男人做头 就是说 我接受基督做头 我接受神做头 但是 你们天使却背叛了 这叫做 为天使的缘故 我在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我是一个蒙头的人 这一个乃是对堕落的天使 一个最好的见证 这一个对于没有堕落的天使 也是一个好的见证 怪不得撒旦 是一直在那里反对这蒙头的事 因为这一个乃是羞辱他 他在神面前所不做的事 我们做 神在天使所得不着的 神在教会中得着了 天使有一部分 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不服在基督权柄之下 弄到全世界都乱起来 堕落的天使 堕落的撒旦 弄出了这么大的难处来 撒旦的堕落 比人类的堕落问题还大 神在堕落的天使身上 所不能得着的 神在教会里得着了 在教会里 有许多姊妹站在女人的地位上 学习蒙头 你就看见 在这里有一句说不出来 也是不必说出来的话 就是 他有一个见证给空中的天使 看见说 神在教会里 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八 极端的问题 但在这里 有人会极端 以为说 男人就是做头 女人就得顺服男人的权柄 若是这样 女人在凡事上 都站在盲目顺服的地位上 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人的难处 要么就不走 一走 就走极端 所以保罗说 不是那么简单 然而 这不过是外面的见证 外面的见证是这样 在事实上 在里面的怎样呢 十一节说 然而 赵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 有的人问说 什么叫做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保罗就接着解释说 因为女人 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女人是从男人而出 今天呢 从伊甸园以后 男人需要从女人而出 没有一个男人 不是女人生的 在实际上 男也不是无女 女也不是无男 男人也不能说 他有特别 女人也不能说 他有特别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蒙头这一个要求 没有别的 就是要你们在头上 有一个扶圈柄的记号 说来说去 万有都是出乎神的 在实际上 男人是从女人生的 女人是从男人出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 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自暴自弃 十三节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 是何疑的吗 保罗在这里问姊妹 特别是问姊妹 你们听见了这一句话之后 你们知道了神的政治之后 你们知道了 神是基督的头之后 你们知道了基督是个人的头之后 你们知道了 男人是女人的头之后 你们也知道了 神设立女人来代表个人之后 你们也知道了 神设立女人在神面前代表基督之后 那么你们想看 女人祷告不蒙头是何疑的吗 十四节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保罗在这里用教会的感觉 来断定这一件事 注意你们的本性 不也只是你们 十五节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 是给他做盖头的 整个世界的女人 都宝贝自己的头发 都看自己的头发 是可贵的 头发是他的荣耀 女人就是欢喜 把自己的头发 留在那里 我没有看见 女人轻易把她的头发 丢在垃圾里 头发总是站在宝贝的地位上 不在头上 也是在另外的地方 头发是女人的荣耀 头发是可宝贝的 换一句话说 神就是将长头发给女人 做盖头的 我愿意在这里 向你们指明两件事 因为神是给女人 以长头发当作遮盖 保罗就在这里指明说 神的旨意既然是叫我们遮盖 女人就该在这遮盖上 加上蒙头 神既然给你长头发 遮盖了头 所以你也要把人工的东西 遮上去 你要把十五节和第六节 合起来读 六节说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十五节说 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 是给她做盖头的 你把这两节圣经和在一起读 是相当清楚的 神把女人的头 用头发蒙了 所以接受神圈柄的人 就应当再用东西 把头发蒙了 如果你不蒙 倒不如 把神锁给你的都剪了 换一句话说 你如果接受神的 你就要加上你的 你如果不接受神的 你就要把神锁给你的取消 圣经不是说 要留长头发 圣经是说长头发 不够 要加上蒙头 今天人对圣经的两个命令 都不遵守 今天如果有一个姊妹不蒙头 把头发剃得光光的 也是听圣经的话 今天人两个都不做 头发不剃 也不蒙 六节是说 不蒙头就得剃头 不要剃就得蒙 十五节是说 神既然给我蒙了 所以我自己也要蒙 顺服神的人 要怎样做呢 是说你既然给我蒙了 我自己也来蒙 你是用天然的方法给我蒙 我是用记号来蒙 所以认识神的人 总是在神做的事情上 加上自己的 顺着那条路走 不是走与那条路反对的 九关于辩驳的事 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我想保罗说的话相当重 保罗很认识哥林多人 哥林多人不只住在哥林多 哥林多人住在许多地方 哥林多人也住在福州 保罗说若有人想要辩驳 辩驳什么呢 从一节到十五节 是讲什么问题呢 从一节至十五节 是讲什么问题 当然要辩驳的人 就是要辩驳什么 绝不会从一节至十五节 是讲一个问题 忽然到了十六节 保罗又换了一个题目 以为好便是错的 保罗乃是指人 若辩驳一节至十五节 所说的问题就是错的 保罗在这里 乃是说蒙头的问题 所以人如辩驳蒙头 乃是错误的 并不是指人如何好便 乃是错误的 蒙头乃是一个特别的题目 好便乃是一个普通的题目 使徒绝对不会讲了一个 这样长的特别题目之后 却在结束的时候 忽然去指责好 便这个普通的错误 使徒不能如此地换题目 十六节所说的 仍旧是继续上文的题目 就是人如果要辩驳蒙头的问题 那是不能随便辩驳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许多人想要辩驳说 女人不必蒙头 辩驳说 神在做基督的头 是哥林多的事 不是宇宙的事 辩驳说 基督做个人的头 是哥林多的事 不是宇宙的事 辩驳说 男人做女人的头 是哥林多的事 不是宇宙的事 但是感谢神 做基督徒是宇宙的事 不是哥林多的事 感谢神 基督做个人的头 是宇宙的事 不是哥林多的事 感谢神 神做基督的头 也是宇宙的事 不是哥林多的事 也照样 我这一个神莫乐的小仆人 在这里说 男人是女人的头 也是宇宙的事 不是哥林多的事 若有人想要辩驳 若有人以为说 姊妹不必蒙头 反对保罗所说的话 反对他所定规的 反对他从主所领受 而传给他们的 保罗怎么说 他说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们是指着保罗和使徒们 在使徒们中间 没有这样的规矩 在使徒们中间 没有姊妹不蒙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你没有法子辩驳 如果人再想要辩驳 神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就是说 这是你没有法子辩驳的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当时神的众教会的规矩 是如何 按照当日的风俗 犹太人进入会堂 是要蒙头的 但是女人蒙头 男人也蒙头 犹太的男人和女人 都得将一块蒙头的布 叫做塔利斯蒙了头 才能进入会堂 否则根本不能进去 当日希腊人的风俗 无论男人女人 进入他们的庙宇 都不蒙头 都露着头 世界上没有一种民族 或者一个国在保罗的时候 是男人不蒙头 而女人必须蒙头的 当日的犹太人 是全要蒙头 外邦人是全不要蒙头 而神的儿女 是男人不蒙头 女人要蒙头 所以 男人不蒙头 女人要蒙头 这一个命令乃是神的使徒 所读给的 这一个规矩 乃是神的众教会 所独有的 这一个规矩 和犹太人的规矩不一样 这一个规矩 和外邦人的规矩 也不一样 这一个规矩 是教会所独有的 因为这一个规矩 是使徒所命令的 所以是新的 是神的 所有的使徒 都是相信 女人该蒙头的 有一个使徒 若是不相信 女人该蒙头 他就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位 定规 是在我们以外的 在我们中间 没有这样的规矩 如果有的教会不相信 保罗说 神的众教会 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所有的教会 都没有这样的规矩 所有地方的教会 所有使徒们 所经过的地方的教会 都没有这样的规矩 所以 谁想要辩驳 保罗说 没有这样的规矩 保罗到了这里 不讲理了 保罗的道理 讲到十五节为止 到十六节 保罗不讲道理了 若有人想要辩驳 保罗说 没有一个使徒 赞成你的意见 若有人想要辩驳 没有一个教会 赞成你的意见 你是使徒之外的 你是教会之外的 所有的使徒 所有的教会 都是这样相信 你不能辩驳 所以 我们要让姊妹们 在教会里 在聚会的时候 就是说 在讲道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要他们在头上蒙头 为什么缘故要这样 那是要显出在教会里 神要得着 他在世界里 所没有得着的 要显出在教会里 神要得着 他在宇宙里 所没有得着的 他在天使中间 得不着的 他在教会里 已经得着了 他在世界里 得不着的 他在教会里 已经得着了 所以 姊妹们 该知道这一件事 第三节的话 是一个清楚的教训 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 女人要蒙头 这就是全段 基本的教训 十 代表的原则 圣经里面 有一个原则 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代表的原则 这话 我曾提起过 今天在这里 再重复 我们在这里 做基督徒 有两个不同的原则 一个是凭着 我们个人的原则 在神面前做 一个是凭着 代表的原则 在神面前做 我们不只个人 在神面前 做基督徒 我们并且是代表着 在神面前 做基督徒 如果这是不错的话 将来我们 受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只 为着个人受审判 我们也要 为着代表 受审判 一 做主人的例子 比方说 在这里有一个主人 他家里 有几个庸人 这一个主人 是一个弟兄 可是 但那几个庸人 非常不公道 非常不公义 非常苛刻 非常没有道理 我告诉你们 他的没有道理 他的不公义 他的苛刻 将来在神面前 要受审判 可是还不止 他还得受 第二个的审判 因我们的弟兄 不止和庸人有关系 他还得在神面代表主 如何做主人 所以 每一次 你做主人的时候 要代表主做主人 你怎样 带你的庸人 就是代表主 也是怎样 带庸人 你个人犯了罪 你又犯了代表的罪 你把主代表错了 我如果不错的话 要说 将来你在神面前 受审判的时候 你要为着 你自己的罪受审判 你也要为着 你把主代表错了 受审判 二 做仆人的例子 比方说 我不做主人 我做仆人 我做仆人的时候 我偷东西 我懒惰 我撒谎 我只有眼前的侍奉 我欺骗我的主人 我犯了这些的罪 我这些犯罪的行为 要受审判 但是还不止 因为 我做仆人 我是代表所有的仆人 顺服天上的主 我如果在人的面前侍奉 我可以欺骗 我可以偷 我可以懒惰 但是 每一次持圣经里 提起做仆人的时候 总是说 我们还有一位主在天上 所以 你不只是在这里做仆人 你并且是代表所有的仆人 你不只是个人做仆人 你并且是代表所有的仆人在地上 这是另外一个关系 三 摩西的例子 摩西在米利巴那里 因为以色列人是探神 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发怒 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神就立刻责备摩西 摩西发脾气 摩西错 如果是摩西个人的事 是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的事 也许还可以赦免 因为摩西有一次发脾气 比这一次还要大 就是因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 他把神经手所写的两块石板都摔破了 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 因为他那一次发脾气 反而是代表神的怒气 那一次是代表神发怒 那一个代表是对的 这一次摩西发脾气 把磐石打两下 神说什么 神说你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自我为圣 换一句话说 你没有把我分别出来 你把我代表错了 以色列人还以为是神发怒 其实神没有发怒 所以个人的罪是一件事 代表的罪又是一件事 今天我们读了第三节 每一个姊妹 每一个女人 要看见我有我个人的地位 还有我代表的地位 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女人要蒙头 女人要看见上头还代表了人 最少代表了个人 姊妹在讲道的时候蒙头 在祷告的时候蒙头 在神的面前 就是宣告说 全世界的人在基督面前 没有一个可以做出头的人 乃是在那里宣告说 任何的人不能在神面前露出他的头来 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面前可以出头 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面前可以出主意 出主张 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得把自己的头蒙起来 都得把自己的主意主张蒙起来 对主说 你是我的头 你个人是蒙头的 你代表的地位也是蒙头的 你乃是在宇宙里做代表 姊妹乃是在这里向着世界宣告说 世界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是如何的 蒙头虽是小事情 却是大见证 二十四 主的再来 读经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显现 哥林多前书一章七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奇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 公义 敬钱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圣经告诉我们等候主再来 但仅等候是不够的 还需服侍主 如何服侍呢 在凡世上遵行神旨意 即听神话 听话胜于献祭 如何做才是 遵付旨意的服侍呢 凡他所喜悦的 急需做 就是和神旨的服侍了 神愿意万人得救 你为罪人得救祷告 即是服侍 为福音摆上财物 即是服侍 把人带往神前 即是服侍 你有这一切 你即是一个 等候主再来的人 天使做见证 主怎样去 还要怎样来 主第一次来是被杀 第二次再来 是拯救我们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 是末卷末章末节的经文 是在主升天六十年后 所写的 那时圣灵已经来过了 使徒只剩一个人 主必快来 我们不止回头仰望十架 也是前望主的再来 救我们的恩典 就是等候主再临 所以我们一面是奉神 一面等候主再来 我们不是活在这世界的人 剥饼就是纪念主 等到他回来 我们传教会 传师奉 传祭司的职务 都不是永远继续在地上的 乃是有一天 我们就变成心腹 候主再来 是信徒的目标 所有信徒的目标 都不在地上 我们曾着重讲地方教会 但不是继续在地上 乃是仰望等候主的再来 神的护照给我们 不是属地的 乃是属天的 神不是叫我们 永远建造在地上 按圣经所说 五大类的兆头 主来的日子 的确是近了 所以我们要等候 也就是说 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着等候主的再来 和教士是专门 等候主再来的人 什么东西在他身上 都没有长久的观念 他说 当我在拐弯时 可能忽然遇见了主 所以要等候主 我们是属天的护照 没有一样是长久的 没有一样是有时间性的 我一归主 就是一个等候主 再来的人 我们是等候主再来 不是知道主再来 有人查起事录 不一定是等候主再来 有人注意白色宝座 心天心地 虽对预言之道的清楚 但不一定是一个等候主 再来的人 我们对于地不能改变 不过做了照出来的 一般归主的人而已 我们对于地毫无盼望 对于这世界也没有盼望 主在头一次来 是为救我们脱离罪 得着神的生命 亲近神 但这不过是一半的工作 罪的问题是过去了 而死的问题还未过去 罪在人身上虽过去 而撒旦的国度还未过去 死的能力虽过去 而我们身体还会死 我们虽是得救了 而还是活在败坏的环境中 生命越圣洁 越感觉世界污秽 我们得的救恩 不过是一半 主耶稣是救了我们 但并没有改变世界 主的再来 乃是改变世界 不只让我们里面有享受 并让我们在环境上也有享受 乃是改变地上的环境 社会之败坏 为靠主再来改变 有许多人是注意社会主义的 他们说 主的救恩是让个人得救 而世界上还是不平等 脸下等动物 都是那么苦 世界上都是给人犯罪的 个人虽得救 而这些社会性的怎么办 圣经中从来不放松这些事 神不是说 罪人得赦免 而上天堂就够了 圣经中无此思想 天堂不是为人得救的事 乃是在地上的人都归主时 才有天堂 就是新天新地 圣经有社会的得救 有世界的得救 但这是当主 再来时所要做的事 现在教会 不过是传福因就个人而已 但主未忘记 救全地上的人 我们蒙兆是从世界里救拔人 却不做改变世界的事 这个世界一点盼望也没有 当主再来时 这地上一切问题都要解决了 所谓等候 有个人方面的 也有世界方面的 有的信徒遇世界改好一些 他反被世界弄脏了 我们乃是救出一般人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世界的改进 乃是等候主的再来 地上有好些基本的难处 一 不公义 而神说 当他儿子来时 公义就彰显出来 二 征战 地上总是互相残杀 地上最大的需要是和平 而主来时 征战就止住了 和平是主做的 我们不盼望人能解决 三 公共卫生事业 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 如瘟疫 在耶利米和以西节都说是主所管的 我们基督徒不能管 当主再来时 这也过去了 人寿很长 四 饥荒 农产不够用 是大问题 是世人所注意的 世上有一奇妙事 即农作物不易涨 而荆棘野草反击易涨 野草能把麦子挤出去 而麦子却不能把野草挤出去 一不小心 谷物就不出来了 足见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的咒诅是事实 野草是自然而生的 五谷却不易生长 虽下肥料仍是不易生长 野草是任意而长 人需改良农作物而得食物 足见人得花功夫才有得吃 若顺着天然 便没得吃的 都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我们不是注意这些 乃是等候主再来就解决了 万物复兴 当主再来时 所有的地要大大替人效力 荆棘野草都不生长了 无肥料却长得更茂盛 现地因有咒诅 不效力了 地不给效力乃是告诉我们 地不再是乐园了 若是乐园 不用耕 五谷也长 五 教育是基本社会的需要 要教人知道是非 而主再来时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便满了大地 六 消遣娱乐场所 酒馆 烟馆 补偿 戏院 妓院 这一类娱乐罪恶场所 不止犯罪 也是使犯罪便利的机关 每城每乡 都有带领人跌倒的地方 但主再来时 就把叫人跌倒的地方 除去了 所有一切关于地上的事 都得等到主再来时 才得解决 七 苦待牲畜 人的命都不值钱 何况是牲畜呢 连老虎 狮子都受了痛苦 人一遇见它 总想解决它 英国有不许残带动物会 但在罗马书 第八章二十二节说 在主来前 一同叹息劳苦 当主来时 下等动物都得释放 受不害人 八 政治 全世界在国外争政治的权柄 在国内也是争政权 但主再来时 天使高声喊说 这地上一切的国都 变成我主耶稣的国了 福音是主第一次 来解决我们个人罪的问题 而第二次再来 是解决地上一切的难处 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世时 所有的事 站在个人地位上来做的 而不是站在制度地位上来做的 乃是等到主第二次来时 才用制度来解决地上的事 今天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 站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 将来乃是洁净的人 站在洁净的人中间 人不能用恨来建立爱 今天任何的破坏 会有错误的可能 要有牺牲人的可能 但主再来时 一切都没有错误 主再来的紧要 我们蒙的护照是属天的 不改变这一块地 没有一件事在我们身上 是长久的 是必须有的 主有安排 让我有也好 没有也好 只要主来 什么都好了 我们活着 是为着主 等候他来 他来 得救就得完全了 不仅我个人改变 连环境也改变了 今天说脱离世界 部属世界 到那天就不说脱离世界 和部属世界了 什么都不是紧要的 连为主的工作 连最属天的工作 都不是永久必要的 只有等候主再来 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们不能在地上扎根 神的话是一直应验 主就在门口 要等候主来 圣经中有无一处经文告诉我们 他来是在灵里呢 或者亲身来的呢 达主再来 是有形有体的下降 不再是在灵里 或灵感作用里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主旁说 家里里人啊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神荣耀的宝座上 所以主怎样去 也必怎样来 去时驾云 来时也必驾云 去时人看见 来时人亦必看见 乃是一个荣耀身体下降 其实他已升天 是一位真实的人 复活的人 照样他还要再来 从前钉十字架 如何真真实实 他的再来 也是真实再来 主的再来 结束邪恶的世代 带来世界的和平 这个世界 漫天烽火 到处血腥 整个世界都照着战争的烟云 本来世界的原始是多么美丽 今被魔鬼纷扰和人类罪恶破坏到不可收拾 战争是那恶者的猙獰面目 是毁坏人类的利剑 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时 人类祈求世界和平 国际间协议了各种维护和平的公约 1920年 我曾赴英网各国 看见马路上缺少闭脚的士兵 坐在地上逃犯 礼拜堂许多父母哭泣阵亡儿女 终生当丁响 向人类忏悔悲乌 想不到不出24年 希特勒发起第二次大战 寒战数年 越战又起 和平公约 只不过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根据英文小书 给我们和平 内在在过去3300年中 全世界共有8000多次和平条约 而不能阻止战争 流血 和约寿命只有半年 和约失效 打上一仗 再立新约 毁约立约 世上根本没有真正和平的一天 只有主来了 才有真正和平 感谢观看